第1401集 大秦王微微地凝眉,他说道 什么意思? 大周王则是淡淡地说道 他还想战一场,搏一次,战到身体崩溃,化为死灵,然后死了 死了? 大秦王皱眉看着他 算得准吗? 我说了,人算不如天算,我算到他死了,他就真死了 有些东西啊,你看到的未必是真的,都是如此 只能说千万个可能中的一种 当然了,若是借助同天境,耗费寿元,看得更准一些 那玩意儿,那玩意儿看了也白看 当年我找老周看过一次,看夜霸天,他看了,夜霸天能正道无敌 结果,不说了,老周为了这事儿耗费了百年寿远 如今,我都懒得再让人看通天境,大体上算算就行了 对这个,大秦王也不是太信,当然,当成一种未来可能的参考还是可以的 苏宇会战死 大秦王叹口气啊,这是大周王补挂的结果 至于更多的,大周王算不出来 无敌毕竟不是无所不能,能补出这样一个最大的可能就已不错了 而此时此刻的粗语,根本没有想那么多 轰隆一生,三十九柱完成 而就在这个时候,黑暗魔龙开口了,他朗声说道 城内所有生灵可以进入城主府避难,万族皆可 居民不用,但是要验明身份 苏宇不包含在内 大夏王和大明王二位大人见谅 我会庇护人族 但是,苏宇我无法庇护 此刻的黑暗魔龙还是选择了庇护人族 但不算苏宇 庇护苏宇得罪的人太多了 何况,苏宇也不敢来啊 天空之上那么多日月在这儿呢 他哪儿敢呢 城内,行号踏空一步,冷喝一声 不需要 话落 瞬间,落入到城主府门前 既然来都来了,那还讲什么城主府避难 一起在外面玩玩就是了 他不进入,也不给其他人进入 一旦都进去了,那外面的无敌必然会轰击城池 导致大量的死灵出现 那苏宇就真完蛋了 此刻一位位日月迅速踏空而来 有人冷冷说道 秦号,你觉得你能挡住大家吗 为了一个苏宇 你要葬送你自己 葬送你大哥的儿子 葬送大明王的孙子 以及大明府三位日月高宠将主 人族有四位日月高宠在这儿呢 这也是人族这边没几个人招惹的原因 很强大 为啥这四位 不出十个日月后期都难呢 可是呢 现在不止十位日月后期啊 秦号没有理他们 看向土灵族的日月 五行族这一次 也是来了两位日月后期 秦号冷冷说道 浮土灵可能就在某一处古屋中 你们放弃浮土灵了 两位日月后期的强者微微变了颜色 放弃浮土灵 除非浮土灵真死了 否则不该放弃 现在若是按照外面的无敌心思 一旦真的引来了强悍的无敌死灵 浮土灵也在古屋中 那浮土灵就死定了 老祖怎么想的 五行族应该有无敌来了 难道老祖放弃浮土灵了 可是说老祖也无法逆转其他无敌的意思 毕竟在其他无敌看来 死一个苏语搭上一个浮土灵并不吃亏 两位日月后期的五行强者 迅速地通过猎天阁分榜 与外界联系 古城被封 除非无敌或者城主 其他人的声音无法传出去 只能通过这种办法来联系外边 很快两个人收到了五行族的回复 浮土灵是要保的 但是现在五行族和人族 也无法逆转神魔先妖各大众族的意思了 尽量地拖延时间吧 不给其他人进入城主府避难的机会 两位五行日月很是无奈 这个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呀 老祖没啥用 连带着他们也要吃亏呀 在这种环境之下 哪怕配合人族 六位日月后期 也难以抵挡其他的日月 而五行族的老者 又给出了一个选择 或者是把苏语逼出来呢 那样的话 外面的无敌 就不用选择死灵破屋的手段了 不过这个难度 好像也很大 大到惊人 反正都不是那么好选择的 黑暗魔龙要庇护所有人吗 苏语的心中微动 也许这是个机会 当然 现在有落单的强者吗 不要太强 山海境最好 或者是陵云境的 古城内还是有不少人的 除了那几个外来的强者 之前就有大量散落在古城中的修者 只是现在他们都躲在古屋当中 躲在古屋中的 可不止苏语一个 不过 如今城内 大量的死灵汇聚 那些人也不敢出来 现在 黑暗魔龙说是要庇护所有人 那 这些人敢出来吗 苏语正想着呢 此刻 城内 突然有人高声问道 城主大人 这所有生灵 包括物等小族生灵吗 这是一位山海境 此刻 打开门户 大声地询问 满脸的紧张和绝望 他们 很可能是要陪葬的 成为无敌杀苏语的陪葬品呢 之前那日月死灵 都已破开一些房屋了 击杀了一些生灵了 再不走 一旦死灵更多 破开更内围的屋子 他们都得死 如今唯有城主府是最安全的了 就在此刻 有人冷声说道 不行 苏语正常伪装 一旦混迹其中 那就麻烦了 为什么 这一次 这一次 再次有生灵绝望咆哮 这是你们神魔和人族的战争 我们就要成为牺牲品吗 是你们造成的这一切 为何要让我们来承担 不甘心呢 修炼到这个地步了 灵云也好 山海也怕 对小族而言 都是消耗了无数精力和资源的 在竹天战场上 实力不强 同些实力垫底儿 结果还是要为强族天才陪葬的 苍天何等的不公啊 有生灵气血咆哮道 我族也有大量日月 今日牺牲物的 历日 我族日月也会仇视你们 逐天万鉴 大族虽强 物等小族联手 也敢让这苍天换日月 哼 有强族的生灵嘲笑着 无敌都没有小族 也敢说如此大话 联手 没有无敌存在 联手又能如何 千月联盟算是够强大的了吧 可是 一个日月都没有 也就只能勉强自保 还能怎么样 大族想攻杀你就攻杀你 小族 天生就是附庸 天生就是奴隶 这些个强族 根本不屑于大理 都死在这儿 谁还会在意呢 无论如何 不能让大量的生灵 进入到城主府 避免被苏语混入 有心狠的 更是盘算着 若是真的让这些家伙都进去了 回头全都给杀到里面 宁可杀错 也不能放过 不杀苏语 众心难平啊 比起击杀苏语 杀些小族强者 天才算什么 休要锅造 好好躲在谷屋里 运气好还能逃过一劫 运气不好 那就自求多福吧 该死 有人怒吼一声 站在谷屋内 他咆哮呐喊 话音未落 一道光芒闪过 瞬间 击杀了那山海生灵 神族这边 那日月七重的天异神族 一脸淡漠 收回手中的兵器 那也是一柄长弓 直接隔着老远 轻松射杀对方 下一刻 多出了一位山海死灵 这日月完全都不在意 现在 城内 也不缺个把山海死灵了 安静 整个古城当中 有人惊惧 有人愤怒 有人绝望 是 这些个日月杀苏语难 因为苏语太能躲了 可是杀这些山海灵云 不要太轻松啊 古屋大门 开着 就是找死 1402集 下一刻 无数人关门 门开着 死灵不会闯进来 可是生灵 可以进来干掉你 对方隔空一箭 射杀了一位小族山 山海 让无数的生灵 惊惧愤怒 可是又无可奈何 这就是神魔 这就是强族 你废话太多 他也懒得再说什么 这直接干掉你得了 古屋里 苏语轻横一声啊 这些家伙为了杀自己 还真是够狠的 当然他不同情那些个小族强者 这年头 就是这样 弱肉强食 你弱小 那你就是被杀也没办法 怕死啊 那别出界狱啊 别来猪天战场啊 来了 不是被人杀就是来杀人 这些小族强者 能修炼到这个地步 也没少杀人吧 想不被杀 唯有强大 此时此刻 苏语的信念愈加坚定起来 什么都比不上自身强大 唯有自己强大到 谁也干不掉我了 我说杀谁就杀谁的地步 那才是真的无敌 信念强大 意志坚定 意志海就更加稳固了 而苏语巩固境界 文明诗就是这样 当你坚定你的信念 当你受到了一些触动 可能就让你晋级 让你变强 这就是文明诗 这一刻苏语正式踏入到了 凌云七重 吸收第三本意志之文 肉身正在朝着第四十柱进发 此刻的他若是再次 斩落实力的话 杀人被记录 凌云七重也许被猎天绑记 一旦记录了 苏语可就未必是天绑第一名了 因为他之前杀日月 并非靠自己的实力 现在进入凌云七重 也许会掉下来 当然也许不会 苏语其实也不太在意 天绑第一也好 第二也罢 对他而言 现在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见多了这些日月后期 看到了无敌天绑第一 号称正道无敌的预备意 连正道榜都不如 有什么值得在意的 信念愈发坚定起来 一只海当中神文璀璨 神窍扩张到了极致 一滴滴日月玄黄夜被他消耗 三百一十滴日月玄黄夜 很快被他消耗了足足十滴 对日月而言 十滴不算少了 而苏语消耗到这个时候 一个个神窍璀璨 如日月光辉一般 二十五枚神文 勾勒成一柄长刀 苏语长刀呈现 一刀隔空斩下 嗡鸣声响 强悍的意志力震荡古屋 撞击着墙壁又过了一阵 轰隆一下 四十柱完成 到了这个时候 苏语完成了十次助身了 时间已过去了一天一夜 消耗天地玄光一百四十缕 比预期的要好 当然也非常可怕 此时此刻苏语肉身之力 过了八万桥 四十柱以上 助身消耗更大 难度也更大 消耗的时间也更长 苏语半开屋门 看向远处的城主府 不断有强者朝那边飞行 有大族的强者 也有几位小族的强者 山海 你们能杀 日月呢 几位小族日月凑在一起 脸色凝重 不敢靠太近 但是也依旧朝着城主府飞行 城中现在日月死灵 可是有好几位呢 再不去城主府避难 他们就是不天灭城的那些个 日月的后尘了 谁想死啊 谁也不想死啊 尤其是修炼到这个地步了 苏语默默地窥探着 这个时候的他 实力很强了 当然不如那些个日月那是必须的 可此时的他 吞噬山海八重或者九重的精血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阳翘开启 吞噬日月一重的精血 也是有希望的 要不要再杀上几个日月呢 当然难度很大 或者杀戮一些山海巅峰的死灵 引出更多的日月死灵 缠住他们 不给他们进入城主府的机会 苏语心中想着这些 突然走出了谷屋 化身为死灵 瞬间朝着那边冲过去 此刻大量的死灵 朝这边冲过来 为了阻拦他们 为了击杀他们 死气冲天呢 苏语胆子很大 他很快靠近了神族的队伍 这个地方 有三位神族强者 战无双外加两位日月高重 三个人朝着城主府 飞行的同时 也不忘探查一些死灵 灭杀一些死灵 反正要去城主府了 他们也不怕死灵更多 比起天灭城那次 这一次他们要轻松多了 因为强者太多 死灵压根耐何不了他们 而且到了现在 也就出现了一头日月中期的死灵 这个实力 岂能弄死这几个高重强者 苏语靠近 也没敢太过于贴近 他默默地观察了一阵 很快退去了 嗯 毫无希望 不说两位日月高重吧 就战无双 他也未必能干得过人家 这是杀过日月的强者 很快苏语换了个方向 迅速靠近魔族 隔着老远 他选择放弃跑路 魔族那边更强 那摩多娜突然朝他这边看了一眼 让苏语的心中微惊 他不敢多留 很快离开 他一走 摩多娜朝着乱飞的死灵看去 微微就是一皱眉 天才和天才之间 应该还是有那么一点点 微弱的感应的 刚刚那死灵靠近 他有一些微弱的感觉 那是苏语吗 他不确定 也没说什么 说了击杀苏语 必然是日月和他没关系 对摩多娜而言 不是自己杀的 别人杀苏语 和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身边两位日月高重 却是没有太大感觉 因为苏语没对他们 造成任何的威胁 苏语又很快到了龙族那边 他依旧没有任何的机会 此刻他已看到了 挡在城门口的秦浩 也看到了朱广深他们 可他没办法说什么 传音必然是瞒不住这些人的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强者汇聚在这边 秦浩他们的压力也瞬间地增大 甚至连古山此刻都站了出来 开口说道 秦浩 你们挡路 没有任何作用 我倒是不担心我会死 可如此下去 你们几位 恐怕要被人围攻了 他的确不太担心自己会出事 他是准无敌吗 可是不管是不是排名靠后 他都是正道绑伤的人物 这就是日月九重巅峰的存在 说实话 不出无敌死灵 想弄死他太难了 不过他想进城主府玩玩 他想看看石雕什么的 总可以吧 秦浩没有说话 朱广深突然笑了 古山前辈 您可以进去 不止您 除了神族 魔族 仙族 龙族 五行族 明族 天狱族之外 其他的都可以进去避难 古山巍巍一争 其他围着的强者 也是眼神异样 我们可以进去 哦 明白了 秦浩也看着一眼朱广深 有道理啊 拦着大家没啥用 把魔神拦下来就完了嘛 外面无敌 就未必敢出手了 毕竟一族几乎都有两位日月高宠在 大多都是带着本族的天才 这要是死了 太亏了 朱广深点名了七大种族 十多位日月后期好几位顶级天才 这样一来的话 他们的压力也就小一些了 古山笑了 行 你们玩啊 那我进去了 这些死灵的确讨县 死气腐蚀的我想吐 他没兴趣陪这些人玩 反正全城说要死 他大概也是倒数第二个 倒数第一大概是黑暗魔龙 谁让那家伙是这个地方的城主呢 他占尽了地利 那既然如此 他就不陪这些人玩了呗 其他种族强者也是蠢蠢欲动 神魔强族都是脸色微变 对小族还能压制一二 可是这个地方 百族种族都不少 古族也有很多 这要是不让他们进去 拦住了他们 麻烦可就很大了 这都是有无敌的种族啊 外围 苏语笑了 朱家的人还是有脑子的 拦截其他种族没啥用 还得罪人 就拦住这些家伙就已足够 当然依旧麻烦不小 果然这一刻 神族那边战无双 脸色冰寒地说道 秦将军非要如此 拦下我七族 秦将军挡得住吗 403集 战无双看向了朱广深 他阴冷说道 大明府朱家 这次也要冒头了吗 朱家积累实力不易 日月高成有几位 此地足足三位日月高成 一旦陨落 这大明府 接下来可不好过呀 战无双啊 不如各退一步如何 哎呀我们都别斗了 等古城开启 我们都离开 我们会带走苏语 将他关押在大明府 永世不出大明府 你们觉得如何呀 不如何 那边 玄无极冷声说道 人族的承诺 单个笑话就行 玄无极 我们是盟友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这是帮着外人呢 不帮自己人 按照人族的话说 这叫吃里扒外 二无才 人间 玄无极可没兴趣和他斗嘴 此刻 这些个强者 强族 已经陆续进入城主府了 而黑暗魔龙呢 则是在城内宫殿中俯瞰他们 并未出来也没说话 城门洞开 他们能进来就进来 反正他是给足了无敌面子的 至于进不来 或者是让他出手对付秦浩他们 算了吧 大夏王大明王在外边呢 他没必要为这点事 真的惹及了人族两大强者 一时间城门口十多位日月对质 七族 天渊族只来了一位日月高冲 明族也只有一位 只有十二位日月高冲在 人族这边有四位 而五行族有两位 此刻倒是乐得拖时间 十对四 两个拖时间的 局势倒是有一些僵持下去了 杀还是能杀 十对四怎么也能杀了 可不是一族的 运气不好的话 死的人就是你们族的 谁愿意出这个头呢 一时间局面再次僵住 苏宇默默地看了一阵 没再逗留了 还好 人族这边不少 没权都给拦住 否则的话麻烦还真不小 现在这样倒是安全了不少 城内闹腾得厉害 城外呢 一尊尊无敌 镇压虚空 有人眼中神光爆发 看向了城内 死气沸腾啊 但是也没看到什么 不过消息就有传递 猎天阁传出来的 这次猎天阁真的是没少赚 人族秦浩他们 挡住了几族天才和日月 说要是此刻攻打死城 那得损失日月高崇和祖中天才 值得吗 起码现在没人能够下这个决定 不可能值得的 战无双 玄无极 摩多纳明月道成用这么多天才 外加那么多日月换一个苏语秦浩他们 不太值 此刻神族这边 平玉神王身边一尊白发神王 淡淡说道 大夏王 非要如此僵持下去啊 不如这样 这次杀了苏语 我保证 夏龙武正道之时 我不会出手 平玉也不会 神王在这个时候说话 还是可信的 魔族这边 始魔族的魔王也是淡淡说道 我也是如此 一样 一下子 四五位无敌应成了 只要大夏王不管 起码少四五位无敌针对 这些人原本可以是百分之百的针对夏龙武的 如此一来 夏龙武正道 希望大增 大夏王默然 沉默 无语 也不回话 白发神王有一些不耐烦了 大夏王 坚持到最后 也是你退去 这么说吧 我族已有七位神王赴东列国 和大秦王他们 聊聊人生 魔族也是 龙族也有 明族 天渊族 都有 再不做出决定 真要攻你人静了 大夏王这一刻有一些无奈 他无奈到了极致 他很强 可是他杀不了这些无敌 这些种族联手 现在开始逼迫他们了 人族这边 必然有无敌 心声怨言 人行没那么起 还不知道 谁是叛徒呢 一旦真的大战了 也许会有无敌陨落 为了个苏语 让无敌陨落 他若是能正道 无敌还好 不能呢 那就损失太过惨重了 大夏王沉默 让其他人看到了希望 也有人露出了笑容 一步步的逼迫 大夏王会让步的 他孙子要正道 人族边境有危机 他不让步 人族这边都可能对他心声怨念 他孙子正道就够麻烦的了 但是为了个苏语 又惹来多位无敌 这不是麻烦加麻烦吗 此刻 大夏王无声 一旁大明王 眼神闪烁笑了 哼 话说 我呢 不给我点甜头吗 不给的话我也不弱啊 苏语还是我大明府的人 你们这说啥就啥 有点不给面子了吧 白发神王淡笑说道 大明王 你这是故意拖延时间吗 有任何意义吗 没有 所以多年不见 能聊就多聊聊 我怕下次你这意外死了 聊都聊不起来了 白毛王 白发神王看着他 大明王很无聊 他不是白毛王 当然随便怎么叫吧 这次杀苏语呢 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此刻 此地汇聚了足足十二位无敌 人族有两位 其他各族有十位 这么多无敌汇聚也是难得一件的事 人族两大无敌的意志 不可能改变任何结果 而人族不会再来无敌了 因为边境此刻多了很多无敌 所以这两位就已是极限了 排名前五的两大无敌走了 再走几位无敌 人族的边境别要了 大明王也不在意 拖了一下 怕什么 说实话 此刻他也很无奈 苏语 他和夏无神救不了了 既然如此 给那小子争取一点时间吧 看他能不能自己想办法逃掉 城内 苏语一边游荡 一边疯狂地穿势着天地悬光继续出题 此刻 城内几乎没有游荡的活人了 湖城河这边也没有人看守 苏语敢出去吗 出去 可能迎面就是一个无敌的一击呀 所以他很干脆地放弃了 至于潜伏到河底 无敌未必能发现 五豹这个幻想 那还不如留在城里安全呢 真的就没办法了吗 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非要逼着我在这城里宅着 或者等待无敌孤城 死灵出现 然后自己转成居民 大概这是唯一出路了 得了 就这样吧 还有 让秦昊他们放弃吧 他不想成太大人情 再这么下去 他们有可能会被杀 当然现在还没有爆发战斗 倒是没那么快 而就在此刻 城外有无敌再次冷喝一声 七号 你们不要再冥完不灵了 两天后 五等攻城 不入城主府 那就让你们全部陪葬 无敌已经不再想拖延了 太没趣了 既定的结果吗 这无敌冷冷说道 两天后 五等攻城 五日后 其他人出来 搜查还有活人的屋子 那时候 死灵退去 有活人的屋子 让日月高重镇烧 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两天后 攻城 引出大量死灵屠城 五天后 死灵退去 还没死的 自然没几个 那个时候 守住这几间屋子 苏宇若是没死 绝对在其中 所以他跑不了 伪装死灵有用吗 以为无敌攻城 引出死灵是白痴吗 一眼就能看穿你 若是引出无敌死灵 苏宇瞒不过 无敌 自然也瞒不过 无敌的死灵 所以 他必死 这是最后的通牒了 两日后攻城 而此刻 大夏王和大明王 都没了声音 苏宇倒是 没什么失落的 反而他有一些轻松 松了口气 很好 这就代表着 大夏王和大明王 挡不住了 无声 也代表告诉秦昊他们 两日后 放弃吧 没办法了 大夏王这么骄傲的人 都没说话 代表绝对 遇到了难事 1404集 苏宇大体上猜了一下 不外乎就是威胁边境嘛 用夏龙武做威胁嘛 很简单的事 对比一下 苏宇毫不意外 自己是比不上整个人境的安危的 没什么失落的 他还得记下一个人情 若不是两大无敌到来 也许其他无敌一来就攻城了 好歹还给他争取了一点时间 两天 还行吧 那我继续修炼去 顺便把我自己转换成古城居民好了 五天后你们出来 所谓的搜查活人屋子 不包括古城居民吧 至于古城居民到底有啥麻烦 对了不管了也管不了那么多 苏宇找了间屋子 很快钻进其中 这一刻他不再去想别的了 修炼强大一点算一点 三个小时后四十一柱完成 天地悬光再次消耗 这一次足足十八旅 有些吓人了 五个小时四十二柱完成 消耗二十旅 更吓人 八个小时 四十三柱完成消耗二十二旅 三柱消耗了六十啊 越往后越可怕 十二个小时后 四十四柱完成消耗二十四旅 此刻时间过去了二十八个小时 苏宇只完成了四柱 消耗了八十四旅 加上之前的一百四十旅 一共是二百二十四 接近一半了 还可以 完成了十四次住身呢 苏宇还算满意 而苏宇的肉身翘学之力 已高达十二万翘 这一刻的他 应该正是超过了之前 凌云七重的摩多纳 算下来苏宇的肉身之力 算是腾空六重 文明师等级凌云七重 和摩多纳当时同级 而天地悬光还剩下不少 虽然消耗高达二十多旅一次 可能只够十次的 也许都不到 但是没什么 苏宇还有不少宝物 就算都消耗完了 他还有剩下大量的日月悬黄液呢 有机会的话 找猎天阁换一下也许行 再有一千旅 苏宇绝对可以完成七十二柱 大概率都用不到那么多 反正这次骗局 他是把自己修炼用的 助身资源都给骗来了 连带着接下来的 凌云九变的资源 他都骗来许多 此刻距离无敌工程 还有十多个小时 也许还能完成到四十五柱 苏宇也不耽误 他继续助身 但是这一次 他还在办别的事 夜色降临 苏宇再次丢出了一块浴服 沾了自己的鲜血 很快一头死灵出现 写写画画 这次却是出现了些意外 轰轰一声 那死灵直接爆了 苏宇眼神微动 刚刚他感觉到了 谷中大量死气 入侵自己 但是没能转换自己 这死灵居然爆了 苏宇很是意外 这算什么 他正想着呢 下一刻再出现一位死灵 山海静的 此刻这山海死灵 拿着个浴服 也开始写写画画 过了一会儿 古屋当中 一股更强悍的死气 腐尸而来 苏宇对死气 抵抗力很强大的 而且他之前在天灭古城 还有九道光环没用呢 此时这些个死气 难以入侵他 至于苏宇自己转换 那死气也属于他自己 可不是外来的 轰隆一声响 山海死灵陡然爆炸 苏宇目瞪口呆啊 这 这算什么 这可不是我杀的啊 按理说 我这是第三次 偷出浴服了 三次之后不需要连续时间 此刻的我 应该可以转换成居民才对啊 又过了一会儿 一头日月初期的死灵出现了 看了一眼苏宇 继续接受工作 在那木牌子上 画苏宇的样子 刻画得有一些艰难 与此同时 城主府后殿 石雕睁眼了 看上这边 眼神微动 转换成居民 这大概是自古以来 第一位天榜天才 第一位天榜第一 选择转换成古城居民 这一刻 他看到了日月在刻画 石雕默默地看着 心中想着 我该如何选择 而同一时间 一尊死灵 在他脚底下浮现 这一尊死灵 眼神很是灵动 也看向了那边 淡淡地笑道 很有趣 这是绝世天才 居然选择了转换 有趣 太有趣了 按照上古规则 他活着 负责镇守我们 他死了 就是我们其中一员了 石雕无语了 这尊死灵很强大 此刻看向城外笑了 真是有趣 诸天万族的永恒 看来要爆发大战了 连这样的天才 都逼入了圣城 化为活死人 可惜了 我都替他们心疼 星红镇守 不要想着阻拦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不是我们逼迫他的 圣城镇压我们 我们也有一线生机 这是当年的约定 他自己选择的 不是吗 石雕看向苏语 沉默了许久 平静说道 他没死之前 都不是死灵 你们不能直接杀他 否则 我会阻止 那当然 他会活着的 不过 我看他死气环绕 死气都快攻心了 迟早会化为 真正的死灵 星红 这是我的地盘 他死了 他就是我的麾下 我会很看重他的 对了 他入列天榜了吧 天榜第一 乖乖 我大概猜到了 这肉身强大的可怕 这是助身多少次了 还开了周天翘学 这样的天才 上古也不多见 我这次是赚了 星红不理他 死灵又笑了 外面的家伙 吵着要攻城 你听到了吧 待会儿攻城了 就是我出现的时候了 好些年没有出来 透口气了 虽然是死灵 可死灵界 真是糟糕 难受 顺便杀几个生灵 补充一下资源 消耗的死灵太多了 星红闭目 不理会他了 城外的无敌 也许自己在找麻烦 这苏宇 转换成居民了 一旦死了 以他的天赋 也许有希望保留记忆 当然 希望不大 但是他成为死灵 也许用不了多少年 便会成为死灵君主 有希望恢复记忆的 一旦如此 那时候死灵破开圣城 这些家伙 等着麻烦缠身吧 星红没有阻止 他比天灭要冷血 也要守规则 他是石雕啊 他只能按照规则来 苏宇既然自己选择了这条路 起码目前还活着 他没法去做什么 也不想去做什么 从此以后 生灵界就少了一位 绝顶的绝世天骄了 转换成居民 多了几百年 少了几年几天 苏宇一定会死 被死器腐蚀而死 至于他能转换死器 他看到了 但是不确定这个有用 而这一刻 那位日月死灵 为苏宇刻画 过了一阵 这日月死灵 好像也是有一些受不了 死气震荡 就在这一刻 一尊有一些不同的死灵出现了 看了苏宇一眼 苏宇眼神微动 心中震荡 这 这绝对不是死灵的眼神 这是有智慧的眼神 那死灵也不理 他开始刻画 苏宇只觉得无数死器 环绕自己 从头顶往下一路覆盖 瞬间覆盖了全身 覆盖了五脏六腑 覆盖了一切 唯独留下了心脏那一小块区域 这就是活死人 当心脏那一小块区域也被覆盖 他就彻底成为死灵了 这死灵看了一眼他的心脏 眼神中露出了一抹淡淡的遗色 没多看 笑了笑 是的 他笑了笑 死灵瞬间消失 苏宇的耳边 却是传来了一阵 古老韵味的声音 你死后 我亲自来接银 苏宇的心中矩阵 会说话 这死灵会说话 他亲自来接银我 什么意思 接银我成为死灵吗 405级 苏宇的心中无数的疑惑呈现出来 这是会说话的死灵啊 什么实力 是无敌吗 还是日月巅峰呢 而这一刻 他迅速转换死器 却发现转换的效率低到可怕 当然 能转换一些 正让他松口气 而他心脏处 那小人 此刻也是一声叹息呀 好像很麻烦 转换速度 一旦跟不上死器 侵蚀速度 处于死定了 哎呀 这小子 无话可说 小人很是无奈 也许 这才是他唯一的生路 真正的向死而生 而苏宇没管这些 当他转换彻底完成 他的心中微微一震 这一刻 古城对他的腐蚀力消失了 唯有体内的死器在蔓延 古屋和古城都不再腐蚀他了 门外苏宇亮腔着走出去 这一次没有逆转死器 可是死灵看到他 好像没看到一样 甚至有一些弱小的死灵 看到他居然还绕了路 他们有些怕他 他好像比这些死灵等级还要高 苏宇的心中有一些空落落的 怎么 我成活死人了 哪怕早有准备 哪怕他之前已逆转了无数次 此刻依旧难掩失落 我成了古城居民了 我成了活死人了 而就在这一刻 诸天万界所有持绑者心中都是一阵 榜单剧烈震动 榜单第一位苏宇 名字渐渐暗淡 暗淡了片刻再次出现 很快再次暗淡 如此三番 最后那一刹 属于苏宇的名字 彻底消失了 瞠目结舌 震撼莫名啊 所有人都惊呆了 苏宇死了 怎么可能 因为从没有 或者说近几百年 从没有榜单天才 选择转换成古城居民的 他们不知道原来这样会从榜单上消失 他们也不在意这些 他们只知道苏宇的名字消失在了列天榜上 天榜第一 摩多纳 整个榜单六百三十人 再无苏宇存在 诸天震动啊 这一刻 列天阁总部都震动了一下 苏宇死了 怎么死的 不是说还没开始攻城吗 为何会死 这简直难以置信啊 苏宇的名字消失在了列天榜上 意外 震撼 不敢置信 太多的情绪积累在所有人的心里 城外 大夏王和大明王很快收到了消息 脸色略显难看 也有一些皱了眉头 死了 如何死的 被死灵俯视而死 还是被古物中的机缘 或者陷阱弄死了 应该不是被人杀了 苏宇若是被人杀了 那绝对有天地奖励 天榜第一 哪怕日月杀了他 也会有奖励的 若是有奖励 城内不会无人知晓 而今 却是没人汇报这个消息 真死了吗 列天榜大家虽然不满 可 不代表不准 此刻 白发神王也是凝眉不已 看向不远处的一位无面长老 此刻 列天阁 有一位无面长老在这儿 非无敌境 但是这些个长老都是日月高筹 列天阁 怎么回事啊 苏宇死 那列天阁的长老 迟疑了一会儿 缓缓说道 两种可能 第一 死了 第二 可能化为 古城居民了 嗯 列天榜的天才 许多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了 我不是太确定 不管是不是 苏宇 都完了 叹息一声 白发神王也微微一争 华山居民 华山居民 他会这样选择 一旦如此 以他的天赋 他会死亡得很快 无他 越是天才死得越快 这是他们知晓的一些情报 因为死灵界对于这些天才 好像很迫不及待地让他们去死 死气蔓延得厉害 也就是说 不管是真死还是化身了居民 苏宇都活不久了 就算活着也是彻底废了 因为他转化成了居民 为了对抗死气侵袭 几乎无法修炼 所以古城的居民几乎都是 转换的时候是什么实力 以后就是什么实力 死亡之时也是什么实力 死了也好 转换居民也罢 此刻他们该如何选择呢 死了 那一了百了了 转换居民 城中居民可不少 死灵不会对付居民 再强的死灵也不会 除非亲自派人去杀 可是那么多人 你到哪杀去 你破了全城的屋子 无敌都得死 城外这些无敌 陷入到犹豫当中 说好的破城的 现在没有那个必要继续了 因为破不破 都是一样的结果 他们还在犹豫着 下一刻一道惊天刀光亮起 一刀斩下 轰隆一声巨响 整个城墙破碎了一大劲 很快又瞬间恢复 大夏王无视一切 再次一刀斩下 与此同时一尊死灵浮现 这死灵身上还披散着 一件黑色的披风 面部被死气笼罩 眼睛却是明亮无比 一层强悍无比的死气 笼罩整个古城 那死灵看向城外的无敌 也不说话就这么看着他 大夏王一脸的冷漠 紧接着他说道 不谈和 可以杀了城内所有生灵了 白发神王他们脸色都变了 大夏王这是疯了吗 苏语一死或者说是转化了居民 他直接放弃了秦昊他们 要神魔各大强族的天才和日月陪葬 此刻反而是其他种族不答应了 用那么多的日月后期和各族的天才 换人族四位后期 外加一个秦放一个朱广深 两个无敌后裔 那绝对不值得 一旁大明王暗骂一声啊 我靠 二话不说他迅速冲入古城 强闯进去的 这一刻再次浮现了一尊强悍无比的死灵 星月我来帮你了 后来的这尊死灵笑了一声 而之前浮现的死灵冷淡说道 废话真多 杀了他们 后来的那尊死灵迅速地朝着大明王追过去 强悍的死气覆盖整个天地 两尊死灵君主 大明王迅速冲击 抱吼一声 前后过身 你们速来 不要管什么 谁倒路杀谁 得救人啊 而此刻大夏王没有进入 在城外一道道刀光落下 到了这个时候 谁怕谁啊 大片的城墙倒塌 又迅速地恢复 而城中死灵越来越多 日月静的甚至是无敌静的 之前浮现的那尊死灵被称为星月的死灵君主 冷漠地看着大夏王 而这一刻 白发神王他们也反映过人 变了脸色 下一刻 五行族 魔族 神族 民族 各方无敌纷纷冲入城内 无敌抱吼一声 城内所有上灵 出来 速度出来 杀出来 该死的 大夏王疯了 不 大夏王做了他该做的事 城内被困的其他强者 可比人族多得多 此刻 这些无敌不想攻城 那大夏王成全他们 大明王的实力很强的 还是有希望接应秦昊他们离开的 至于后面进入的那些个无敌 那就未必了 一尊尊死灵君主出现 这一刻 无敌的气息撼动天地 外围九尊九界日月 纷纷变了颜色 有日月狂吼道 车 车回本界 有良心还算好的 疯狂咆哮道 九星岛所有上灵 迅速离开 快 大地开始军裂 苍穹被一道道 威压挤压的破碎 时光混乱 太多了 而且死气开始蔓延开来 一直蔓延出了整个古城 甚至 九星岛 大夏王一直非常冷漠 一刀又一刀 苏语死了 或者彻底废了 人族丧失了一位绝世天骄 他不知道自己的选择 对不对 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想 去说 他也不说什么 那就让这些人 给苏语陪葬吧 一千四百零六级 白发神王一击朝他打过来喝道 拦住他 他朝着其他神王求援来着 要拦下大夏王 否则的话麻烦可就大了 大夏王冷冷地看着他 你神族要和我人族现在开战 现在不是为了苏语 我在攻击古城 你在攻击我 攻击人族的永恒 攻击战神殿的领袖 这是正式宣战 杀苏语 天才始终只是天才 而不是吴迪 而他大夏王 是人族前三的强者 攻击他就代表着 和整个人族宣战了 人族的吴迪不满也好 满意也罢 此刻都得战 否则的话 下一次吴迪被围杀 就没有人会出手 杀苏语不涉及他们的利益 杀大夏王 那就必须要强烈地反击了 白发神王脸色一遍再遍 大夏王冷冷说道 我未曾攻杀你 你敢对我出手 那神族和人族就此开战 大夏王 你 闭嘴 我攻破古城那也是我的事 和你无关 古城 是你神族的地盘吗 无言以对 大夏王刀光再现 与此同时城内一尊尊无敌的死灵浮现出来 有死灵直接猖狂地笑道 杀了这些入侵者 畅宽 大夏王 人族的大夏王 多谢了 总算有机会出现了 这一刻城内大乱 剧烈的波动 撕裂了整个苍穹 时光飞逝 这一刻 古城当中十多位无敌瞬间爆发了大战 他们打破了一切 整个古城好像进入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大量的古屋破碎 很快又恢复 而躲在古屋中的生灵 运气差地直接覆灭 不管是居民也好 还是生灵都一样的下场 越是外围的古屋 越是容易被打破 内围倒是强大多了 此刻 大量的强者从城主府四面八方地朝外围突围 所有人都有一些不知所措了 为什么会严重到了无敌入城呢 还不止一两位 而是更多 浮土林 此刻五行族这边 那土林无敌声音震荡四方 扫荡所有古屋 声音仿佛从无尽虚空中传出震荡四周 整个古城大地都被他掀起来了 很快一尊无敌死灵杀了过来 双方瞬间爆发了大战 从古城空间杀入了一个未知空间 很快再杀出来 大量的古屋 大量的古屋 日月都打不破的古屋瞬间破碎 屋内凡是有人瞬间就死了 这样的场景不止一处 而死灵大军已经占满了整个古城 一轮半月坠毁 有日月生灵被杀 而大明王此刻强悍无边 轰杀那尊无敌死灵不断倒退 而大明王也看到了秦浩团们 他吼道 快离开古城快点 小巫神那鬼孙子真够狠人 合着不是你家玩是吗 中国神可是我孙子 第一次次的交战鱼波席卷了整个的古城 除了内三环的古屋还算安全 其他的古屋全都纷纷破碎 而此刻越来越多的死灵浮现出来 大明王的前方再次浮现出了一尊无敌的死灵 那无敌死灵就是星月 星红古城下的死灵君主 星月看向了大明王他冷冷说道 想在我们面前带走人 做梦 死气弥漫 下一刻一拳汗天 不再是单纯的死气腐蚀 这一拳震荡了天地 古城破碎 瞬间恢复 再次破碎 再次恢复 无穷无尽的拳头朝着大明王杀了过来 大明王嘀咕一声 一眉眉神闻浮现 迅速地形成了一个圆环 朝着两尊无敌死灵覆盖而去 轰隆一下 又是一轮半月坠毁 此时远处 神族魔族各族强者都是绝望无比 他们以为城主府可以庇护他们的 当然 前提是无敌杀不进来 现在可好 无敌杀进来了 还不止一尊 城主府这边 黑暗魔龙都惊呆了 无敌就这么杀进来了 此刻 一些准无敌的死灵也出现了 也有一些灵智 看向那黑暗魔龙 有些死灵犹豫 有一些则是发出机械式的声音 大胆 无故庇护生灵 该杀 下一刻 直接由死灵杀入城主府 这不是一般的死灵 哪怕是日月七八重的死灵 面对城主府 也没有攻破进去的意思 可是这会儿 几尊日月巅峰的死灵 好像在商量着什么 很快 他们纷纷地杀入到城主府当中 城主府后殿 石雕冷眼旁观 他没有帮苏语 也不会帮其他人 那黑暗魔龙是他选择的代理城主 但是 这个家伙庇护大量生灵 导致此地聚集强者过多 引出更多的死灵强者 一切的一切 都需要他自己去承受 若是黑暗魔龙 永不选择庇护这些人 也许根本不会发生什么攻城的事 越来越多的死灵君主出现了 整个古城被席卷到了 石雕默默地看着 等待了一会儿 一股淡淡的威压爆发 散落在一座座古屋之上 死灵出现 他不插手 无敌破城 他也懒得插手 可是庇护居民是他的职责 太弱的居民死了 他是镇守者 可管可不管 强大的居民 那可是他的子民 他就需要管 当他的气息散落在一座座古屋上 一些死灵君主迅速避开那些个古屋 这就代表着镇守者开始插手了 庇护居民了 而此刻 一尊民族无敌 没在意 一击打破了一座有庇护的古屋 下一刻 整个天地只看到有一只拳头 石雕的拳头 这一拳 打破了天地 打破了时空 一拳下去 轰隆一声 那民族无敌肉身之上 直接出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坑洞 差点就来了个肉身破碎啊 此刻 有无敌呵斥 不要再破碎古屋 与此同时 天地之间一座座古城开始浮现 好像穿透了空间 天灭 云霄 地荡海藏 一座座石雕浮现出来 冷眼看向那民族无敌 看先出全的星红 星红不理他们 再次一拳 轰爆了一尊日月 下一刻 又一拳 轰杀了一尊日月死灵 但凡是触碰到他庇护的古屋的 不管是活人还是死人 迎来的都是他的遗迹老拳 此刻 哪怕城外的大夏王脸都变了颜色 他喝道 老朱 不要碰出那些古屋 心惊啊 古屋都浮现了 一座座古城浮现 天灭古城中 那尊石雕浮现在古城上空 而实际上呢 天灭古城还在原地 但是此时 有古城投影的存在 石雕仿佛真的降临了此地 天灭石雕扫了一眼 没看到苏语也没意外 这并不是他的地盘 他看不透那些古屋 他看向星红笑着说道 嘿嘿嘿 有麻烦吗 星红不理他 继续击杀那些触碰 庇护古屋的生灵和死灵 而且他的庇护范围渐渐扩大 内三环 内四环 五环六环 越来越多的光辉 开始庇护更多的屋子 他一拳又一拳 此刻无敌之下 任何人触碰瞬间就是个死 至于无敌 那民族无敌 也是迅速地讨断了 他被一尊无敌死灵盯着不说 被石雕一拳打得肉身 差点崩溃 他非常的惊恐 他想起了 昔年有无敌攻入古城 陨落得惨状 石雕 这些石雕 强大的可怕 星红不管这些 再次一拳轰向那民族的无敌 这一刻 微微的宁神 冷冷说道 星红圣场 遭受入侵 球员三十六圣场 击杀一切来敌 虚空当中 有拳头 有手掌 有大脚纷纷落下 朝那些个无敌杀去 三十六圣城镇守 纷纷出手 天崩地裂 407级 整个九星岛 这一刻开始军裂 九届强者纷纷逃遁 城池崩溃 无数人瞬间死亡 大量的强者 迅速朝着远方逃遁 犀利的嘶吼声 响彻了天地 所有人都忍不住回头 看到一尊强悍无边的强者 被一拳砸碎了脑袋 被一脚踩碎了肉身 被一剑冻穿了一支 惊悚啊 他们不知道古城到底有什么 他们看不到更多的东西 只看到好像有一尊 疑似无敌的强者 被杀得凄惨无比 那是明族的无敌啊 逃 有无敌抱吼一声 不要再管了 找个古物避难 所有永恒都快点逃离古城 麻烦大了 司令君主出现了十二尊 圣城之主都出现了 有的是投影 有的直接是真身出现 这一刻 无敌净多得吓人 再这么下去 无敌控制力再强 和无敌大战 也不敢说不波及到任何一间屋子 因为苏宇的死 大夏王直接强行破城 以大夏王的实力 引出死灵君主 这就算了 大明王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故意的呢 他直接冲进了古城 引出了更多的死灵君主 最终导致古城伸手出手 这一刻无数的强者交手 打破了虚空 打破了时光 那尊冥界的无敌 此刻凄惨无比 下一刻 他怒吼一声逆转时光 恢复了年轻 恢复了全胜状态 二话不说 也顾不得民族的天才 他要转身逃 他瞬间讨顿 逃离的瞬间原地 一尊和他一样的尸体浮现 未来身陨落 无敌 过去 现在 未来 死了未来代表他没有了未来 他逆转时光回到了过去 也失去了现在身 此刻 他再死 那就是真的陨落了 这一次损失惨重啊 他逃了 燃烧一滴精血 啊不 一滴不够 第二滴 第三滴 一掌拍飞一尊死灵君主 他怒吼一声 穿破了虚空 原地消失不见了 他的麻烦可大了 虽然没死 可如此之重伤 未来一旦爆发无敌之战 他比所有无敌都要弱 重伤的无敌 也非常危险的 他连民族都不敢回 而古城镇守也没有追杀的 真的要出手追杀 这民族无敌是死定了的 可是此时这些镇守并未追杀 当民族无敌 当民族无敌逃离 他们迅速转换了目标 朝大明王杀过去 大明王此刻 只手遮天 将秦昊他们抓在手中 看到这一幕 眼神大变 那么多的无敌 麻烦大了 困天 两枚神文浮现 瞬间破碎 拳脚无数朝他杀来 就在此刻 一抹刀光映射天地 击溃了几张手脚 下一刻 大明王迅速讨断 而大夏王早就一刀破碎了虚空了 和大明王一起踏入其中 大夏王回头看了一眼 直离破碎 又很快恢复的古城 眼神有一些复杂 他突然说道 你若是没死 我会想办法的 丢下这句话 他迅速破碎虚空 带着神文破碎的大明王 逃离了此处 哪怕是他 哪怕他和大明王联手 此刻也根本无法匹敌 如此之多的强者 他们刚走 又是一拳 通报了那虚空通道 古城内星红寸步未动 见他们走了也不纠缠 继续屠戮那些死灵和生灵 凡是接触到他庇护古屋的强者 不管你是谁 都要被干掉 一些天才和强者们绝望无比 有人迅速落在无人的古屋当中 迅速钻进去 而下一刻 散落的光辉包裹了古屋 有人看到这一幕大喜过望 抱吼一声 快 快进入古屋壁的 到了这一刻 他们才明白什么无敌保护 什么城主府庇护都没用 在古城 唯有这些古屋才是最安全的 而城中 五行族老族 的确 剑壮二话不说迅速逃顿 不管了 浮土灵也许在古城中已被庇护 他再不走就要交代在这儿了 可走了也没那么容易走 就在此刻 虚空破碎 虚空多年 四五位五行族无敌纷纷出手 抱吼一声将土灵族老族拉走 下一刻 一处处虚空破碎 一位位无敌强者得到了救援 由龙族无敌亲自来接引 由神族无敌 魔族无敌纷纷破碎虚空来救援 而整个九星岛 已彻底破碎 消失 唯独剩下这一座古城 九个光点 那是九界通道 可惜再也没有什么九星岛了 只有九星环绕古城 凡是撤离的 星红他们都不再管 而撤离的无敌 个个带伤 私气环绕 虚空当中一尊尊无敌尸体掉落 不是未来身就是现在身 而城内 一尊尊日月远落 来不及逃遁 群星坠毁 古城则是迅速地恢复了原样 原本没有任何的伤痕 除了那满城的死灵 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而下一刻 星红冷冷说道 死灵回退 十二尊死灵君主 站在虚空 看着石雕 下一刻 一尊尊石雕浮现 纷纷睁眼看向他们 死灵君主们 对视了一眼 有死灵不满意说道 没杀了那些永恒 星红懒得理会他 再次冷冷说道 死灵回退 下一刻 虚空当中一尊尊石雕 纷纷开口 退怀 十二尊死灵君主 感受到了危机 片刻后 十一位死灵君主 迅速消失 而原本 披着披风的星约君主 则没有离开 星红也没管他 因为星约就是 星红下方的死灵君主 也是这死灵界 入口的规则执行者 星红 就在此刻 虚空中 属于天灭古城的 那尊石雕突然说道 那家伙死了 没 化为居民了 是 真可惜啊 希望没事 下次还能继续祸和 拯救一下其他人 化落 不等其他的石雕开口 他迅速消失在了原地 其他石雕也纷纷消失了 这一刻 古城安静了 除了无数的死灵还没有走 整个古城彻底的安静了 安静得有一些吓人 一点声音都没有 城外已经是汪洋大海一片 再也没有了九星岛 一里多年的九星岛 彻底在这消失了 九条通道 也没有任何人出现 好像从对面封锁了通道 整个星辰海这一刻都安静了 没有大妖出现 没有任何的生灵出现 无敌交战的气息 还在蔓延 而这一刻 诸天震荡 列天阁迅速出售消息 无敌攻入星红古城 出现死灵君主 日月坠回九道 有无敌三世身被杀 消息最明确的是 明族的明和王 未来身和现在身 全部被干掉了 只留下了过去身 精血爆掉了大半 重伤垂死 列天榜上消失了七八个名字 天榜天才倒是一个也没少 可是地榜玄榜之上 名字少了不少 一切的源头 便是苏语的名字 消失在了列天榜上 两位人族无敌 一个发疯攻击古城 另一个引出无敌死灵 一个更疯狂 直接冲入古城当中 导致其他无敌 为了救援本族强者和天才 不得不入城 如此一来引发了古城 镇守出手 差点割杀了 数位无敌 此刻古城再次被封闭 而大量的天榜天才 和日月高虫 被堵在了古城里 生死难料 偏偏现在大概没有一位 无敌敢再去救援了 死了日月 死了天才 也不能死无敌啊 古城太多年 没有人敢闯了 昔年有无敌陨落在古城中的事 很快成为传说 而今那些忘记了危险的无敌 都瞬间意识到 古城还是那个古城 不是他们可以随便创入的 除非大量无敌去创 起码要三十位以上 也许还要更多 1408集 这一日三十六尊石雕浮现 让无数强者骇然 这些个古城真的是有联系的 而古城石雕和死灵君主之间 关系好像也很复杂 死灵君主不曾攻击石雕 而石雕在对方不破坏规则的前提下 也不对死灵下手 今日因为苏语 引发了一切暴动 让万界瞩目 九星岛都没了 岛屿之上死了很多的生灵 死了很多的日月山海 那苏语是不是真的死了呢 这一点无人知晓 苏语当然是没有死 他在一环内的古屋最坚固了 也是第一时间得到了星红庇护的 不过此刻苏语和其他人一样 他也陷入到震撼 恐惧和恐慌当中 我去 好可怕呀 刚刚那一瞬间 无敌交手的时候 其实很短暂 而且彼此克制 彼此收敛 就算是这样 可是出现的无敌太多了 直接打破了古城的屏障 直接让无数的古屋 瞬间化为了飞灰 虽然又出现了 但是其中的居民 生灵 却都是真死了呀 苏语看到了九尊日月陨落 因为日月坠毁了 好像还有一位日月高虫 因为坠毁的那轮日月 有些满源 而且就在刚刚那个瞬间 死了一位日月高虫 压根没人在意呀 苏语后怕无比 吓死我了 此刻 他的心情已彻底 从转换居民的失落中 平复了过来 唯有震撼和无言 至于转换成居民 那又什么 他可以逆转一些磁器的 虽然速度较慢 可是没关系 反正一时半会儿 那些死器 也别想弄死他 他实力强大一点 可以逆转的速度更快 配合大量的天元气 或许更快 反正苏语没太当回事 只是之前有一些失落罢了 现在心情倒还不错 当然让他更加震动的是 人族的两位无敌 好他妈坑啊 巨坑无比 他听到了是大夏王宫的城市 大明王入的城 这才导致了一系列的麻烦 苏语心惊无比 下一刻二话不说迅速出屋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老子他们都成这个鸟样了 那说话的死灵也说了 等我死了 他直接来接引我 那我不是还没死吗 苏语此时出了屋 为什么呢 废话尸体啊 日月的尸体 甚至无敌的尸体啊 好吧 无敌好像还没有死一个 但死了听说动静好大的 他没感受到 大概也没有无敌死吧 另外再检设古城令啊 刚刚那些个家伙大战 顺手杀了无数死灵啊 此刻苏语直接挤在了 死灵队伍当中 满城的死灵 其实此刻的古城居民 是可以出来的 他们的危险不是太大 而且没有人有这么大胆子 至于其他的生灵 这个时候 没有人敢出来 都躲着呢 他们出来 那就是真的要小命了 苏语倒是没这个顾忌 他成为居民之后 死气已经对他没什么影响了 他现在自身诞生一些死气 这才是蔓延的关键 哦 发了财了呀 这是 苏语一巴掌 推开一位死灵 你大爷的别浪费啊 这是一尊日月的尸体 很庞大 是一头巨大的鲨鱼 脑袋被打碎了 不知道谁干的 身上都是死气 没关系 这是好东西 那个时候死得太快 大概没人捡走 对方的杵戒指 就是有点大 苏语迅速收起来 顺手再捡上一些古城令 喜滋滋的 嗯 发财 发财辛苦 虽然我已发财 可是谁嫌钱多呢 嗯 日月的尸体 看样子有日月二三宠的 很不错 虽然这个没脑袋了 他大大咧咧地 推开挡路的死灵 此刻的他 胆子大了许多 老子是居民 我怕什么 我是居民 古城不都是我的吗 我就是土著了 这个地方不是我说的算吗 是 这就算我家了吗 死灵呢 都是咱家护卫 苏语的心态 这一刻格外地好 他也格外地乐观 他喜滋滋地 欢喜无比 看着那大街上的 这些个死灵 他格外顺眼 摸着这些死灵的脑袋 嗯 好护卫 好好干啊 我提搬你 这样子漂亮 城主府内 星月君主和石雕 默默地看着 下一刻 星月君主淡淡说道 他天生就该当死灵 靠 第一次见到这么胆大的居民 他居然跑出来捡东西 还顺手摸了摸死灵的脑袋 那死灵都被他摸得懵了 自古以来 有人这样对待过死灵吗 他们是死亡的华山 不是你家养的小猫小狗 星红沉默了 不说什么 这也是他见过的第一位 格外不同的居民 那星月君主看了一眼 城主府伤痕累累的黑暗魔龙 但笑一声 这苏语 你不准备培养成下一代城主 星月依旧无语 黑暗魔龙这次差点被干掉 尽管没死 可现在死气攻心 趁而下去转换成死灵的日子不久了 的确需要培养下一代城主了 但是 苏语真的合适吗 成为城主 这个家伙会不会给星红古城带来更大的麻烦呢 星红不确定 他有一些无奈 他都怕了 这一次 真的是闹得他都无语了 而那边呢 发财了 哈哈哈哈 苏语欢喜无比 此刻的他已经捡了两具日月尸体了 其中一个是大鲨鱼 还有一个好像是人的死去的日月后期 看样子 他应该是见过 是个大猴子 脑袋上面有一团小金毛 那个天灵猿猴一族 猿猴之中的八株 类比于原始神族的存在了 苏语之前买过上股叉子 就是一头天灵猿猴手上买的 日月后期 这位排名万族榜第十二位 算是极强的种族了 这大猴子居然死了 苏语仔细地看了一眼 眼神有一些异样 这好像不是被死灵干掉的 而是被人杀的 到底是谁杀的呢 苏语没办法去探查 也不在意 那个时候混乱无比 无敌进入 死灵君主有一堆 谁杀的都有可能 这大猴子可能是招惹了谁 被人顺手干掉 古城令苏语捡了很多 这个玩意儿他现在都不太在意了 不过这一次运气确实不错 居然捡到了一枚三环古城令 这可能是一头 日月七重的死灵被干掉 大概率是无敌杀的 三环的古城令 这个玩意儿可是好东西啊 能进入三环的屋子 强行开启的那种 这个就厉害了 苏语走走挑挑 山海的尸体捡了十多具 灵云的尸体也几十具 剩下的可能被毁灭了吧 没剩下来 继续往前走 走了一会儿 一群死灵汇聚 苏语好奇地凑过去 看到了几头强大的死灵 恐怕是日月后期的 此刻那几头死灵看向他 苏语干笑一声 好像是有点智慧啊 不过 咱们一家人了 哦 那个几位大人 我是古城军民啊 你们看啥呢 苏语的胆子可是真大 因为他一路走来 没有死灵对他下手 死气弥漫都不太严重 哪怕日月死灵 也只是稍微地增加了一些 死气侵袭的速度 此刻 见到日月后期死灵 他胆子也大起来 当然他没靠太近 他也是凑过去那么看看 顺便 把挡住他死灵的脑瓜子扒了开 看了一眼被围在中间的东西 说好像是一本书啊 又好像不是 宝贝吗 苏语的心中微动 几头死灵守着 看着却没有去碰 难道这是宝物 有一些小心动哦 现在就喜欢宝贝 几头死灵没管他 但是也没理他 不知道是不会说话呢 还是不想说话呢 这大概是胆子最大的古城居民了 哪怕城主府的那头黑龙 看到他们也很不自在 生怕和他们有太多的接触呢 09集 苏语没当回事 见几头死灵没找自己麻烦 他松了口气 古城其他的地方 未必有啥好东西了 眼前这个被包围的那本书 可能是个木板 或者是别的什么 但感觉好像是个暴物 上面沾染了一些名气 这和死气有一些不同 苏语是能感受得出来的 他在心中微动 这是民族无敌留下的吗 他也看到了那民族无敌被古城中的一些东西打穿了肉身 难道和那民族无敌有关 和无敌有关那一定是好东西了 苏语想捡走来着 可是那个日月死灵在这盯着 他又怕拿走了这几头家伙 找他麻烦 别看现在没对你下毒手 并不代表人家就不会对你下毒手 谁能说得清楚呢 苏语心里痒痒的 可是我想拿走怎么办啊 正想着呢 一道身穿披风的死灵出现了 和寻常的死灵差距很大 苏语的心中一震 迅速低头 转身要离开 你大爷的 这个死灵可能认识 好像之前给自己刻画木牌的那个 绘书画的那个 有可能是无敌的存在 好怕怕哦 无敌大战时 他也看得不是太清楚 只是听到了些声音 这个死灵很有可能 就是那个叫做星月的死灵君主 这样的存在 苏语还是离他远点好 虽然有一些破罐子破摔的味道 可是他也不想从活人 真的变成死人 他正准备离开呢 内围那些个死灵跪幅下来 只有那几头强大的日月死灵 甚至其他的死灵傻乎乎的没啥动静 身穿披风的星月 背对着苏语 看向那民族丢下的东西 声音在苏语脑海中回荡 知道这是什么吗 苏语心迹啊 不敢吭声啊 不是对我说的吧 对不对 不是不是肯定不是对我说的 侥幸是没用的 下一刻星月再次淡淡说道 这是质保 承载过去未来的质保 知道何为永恒吗 苏语眼神微动 过去 现在 未来 本我合一 此为永恒 苏语的心中一动 这 永恒 无敌是这样的 过去 现在 未来 苏语 苏语 是永恒 实际上 已经半费 过去 神 他还是永恒 他逆转时光 回到之前 刹那 然而 也会永远停留在那刹那 肉身 不会再有任何进步 也不会再有任何强大 但是他没有未来 没有现在 苏语听得个似懂非懂 只知道有两点 第一 这个木板是质保 第二 那民族无敌 好像被重创 停留在了刚才入城的那个刹那 过去深 无敌都涉及到那么复杂的玩意儿了吗 苏语的心中微动 大人 无敌能爆发多少翘学的力量啊 翘学之力 死灵喃喃一声 没有接话 也没有解释 所谓的翘学之力 对无敌而言没什么大用了 过了一会儿 星月才淡淡说道 你死了 我会告诉你的 苏语一阵的无语 他心想 娶你大爷的 他闪过一个念头 不敢多想 这位 就想自己死来着 但是又不杀自己 可能是有什么限制 苏语也不多问 他此刻胆子也越来越大起来 不是胆子大 而是他知道 对面这无敌 其实你怎么防范都没用 苏语见着死灵回复自己 又小声说 呃 大人 那这质宝 有什么用啊 承载过去未来身 死灵倒是没回避 他淡淡说道 从时空长河中 捞取最强的过去 最强的未来 用质宝承接 过去未来身 都从时空长河中 抓取出来 和现在身 三身合一 便是永恒 承载过去未来的质宝 是最重要的 当然也可以助兵 但是太浪费了 苏语了然了 啊 原来如此 感觉没啥用嘛 起码对自己用处 不是太大 而此刻 他对无敌 多了一分的了解 他想到了下龙武 下龙武是不是 也要捞取 过去未来合一 成就无敌呢 他正想着呢 那死灵淡淡说道 所谓准无敌 一般都是二身合一 捞取了过去身 或者未来身 捞取了过去身 过去强大有限 捞取了未来身 这样的准无敌 有时候比无敌 还要强大 还能这样 苏语愣了一下 但是 三身当中 过去身比未来身重要 过去身一死 没有过去 哪有未来 斩杀了过去身 可能会让你彻底陨落 没了未来 大不了实力不进步了 没了过去 你就可能会死 苏语再次了然 这下子他听懂了 他想了想说道 那若是有无敌 回溯时光 在过去杀我们 那我们岂不就是 死了 回溯时光 死灵好像是 吃笑了一声 有一些蔑视 所谓回溯时光 分两种 第一 真的回溯到了过去 这不是一般永恒 可以做到的 需要极其强大 极其精通时光之道 第二种 记忆的回溯 这种就简单了 只是一种记忆的重演 而非真正的 回溯时光 唯有第一种 才能杀你的过去人 第二种 根本改变不了 任何东西 苏语再次 多了一分了解 那这么说来 无敌 也不是都能 回溯时光了 何况 就算真的 回溯了过去 也不要干扰过去 否则时空之力 会让你陨落在过去 干扰时空 干扰 诸天万界 若是回溯 杀人那么简单 诸天万族的 永恒 就都被杀了 说得简单 做起来太难 无敌也有过去 总有弱小的时候 当然他们过去 未来 现在合一了 其实回溯杀了他们 几乎没什么希望 但是就算不是无敌 日月静 你也很有可能 很难回溯过去杀他们 苏语再次点头 怎么好复杂的样子呢 正想着呢 这一刻 死灵忽然身体 微微颤动了一下 这一刻 死灵神情恍惚 记忆中多了一幕 就在此刻 一头巨大的毛球 出现在了星月的面前 出现在了石雕的面前 而星月 此时此刻 就在星红石雕的身边 好像回到了一开始 回到了苏语 转换成古城居民的那一刻 就在那一刻 一头大毛球出现在他们面前 带着一些疑惑 看向那边 转换成死灵状态的苏语 我这是又做梦了 好奇怪啊 大毛球看了一眼苏语 最近觉得 自己怎么老在做梦啊 看了一眼石雕 再看看死灵 大毛球毛茸茸的身子 突然冒出一个小爪子 抓了抓死灵的脑袋 揉了揉 又抓了抓石雕 我是不是又做梦回来了 石雕和死灵呆滞无比 大毛球想了想 我家小伙子 二位多照顾照顾 世神古街太远了 我就不来了 那个 我没来迟吧 星红呆滞 星月也是呆滞 伴上星红开口了 世神半皇 深深的吸口气 石雕都在吸气了 这位怎么回溯时空 过来了 下一刻大毛球有一些恍惚道 都是大石头 一个样 算了 你照顾一下我们家小伙子 好熟悉的话语啊 大毛球觉得自己是不是又在做梦了 老是想到这些 又看了看那边的苏语 有一些奇怪 他很快说道 诶 这个人族小伙子和我们家小伙子好像是一伙的 这是要变成死灵了 看了一会儿他又说道 闭户一二 我走了 一千四百一十集 画面戛然而止 星月的记忆当中多了一些画面 微微的沉吟片刻 这个记忆其实之前就多了 但是现在又出现了 这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其实大毛球现在才回溯时光的 就在此时 就在现在 那位大毛球睡醒了 然后就再回溯一下时光 回到之前告诉他们照顾一下 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心中叹息了一声啊 星月心想 这才是真正的回溯时光 有为有如此 才能让人多出记忆 单纯的回溯记忆 其实当事人是没什么感觉的 就如当日灭残王回溯时光 带着风旗一起回溯到了陈勇的过往 陈勇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要是真的回溯了 陈勇是可以多出一段记忆的 看到灭残王的存在 世神伴皇 星月的停顿只是那么一刹那 没有说什么 那头世神伴皇也许就是上谷的那位 若是真的那才可怕 身旁的苏宇一无所知 星月取走了那块木板 没有给苏宇 也没有停留 瞬间消失了 苏宇则是一脸的糊涂 你大爷的 你这就走了 你不给我点好处 唉算了吧 死灵给的好处也未必吃得消 何况那位巴不得我死呢 还是不要相处了好 就是有点可惜了 那木板被他拿走了 要不然的话 也许可以用来锻造天兵呢 城主府后殿 星月回归带着木板 看向了石雕星红 星红睁着眼睛看向星月 他们都感受到了刚才的那一幕 是神伴皇 是上古那一位吗 星月问话 石雕不说话 不说话代表不能说或者是不确定 反正就是不说话 伴上石雕淡漠说道 你该离开了 星月淡笑一声 也不在意 我很快会再次出来的 城内还有大量生灵 苏宇必会下手 当杀戮再次降临 我还会来的 现在回去 那也是之后的事 现在你该走了 星月淡笑身影消失在石雕脚下的通道中 石雕再次镇压通道 看向城中的苏宇 胆子不是一般的大 居然和死灵君主聊上 而苏宇呢 压根儿就没想这些 吴迪他也不是没见过 聊两句又怎么了 反正你要杀自己横竖我都是个死呗 死气继续弥漫 苏宇迅速开始圆翘逆转化解死气 稍微的化解了一些 苏宇也是无语 唉 这个日子呀 有些不好过呀 每天都得化解死气才行啊 古城的居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若是没有元翘逆转之法 其他人 那不得一天到晚和死气斗争 难怪成了古城居民之后 实力无法提升呢 不是没办法提升 是没机会和没时间呢 你得一天到晚的和那死气做斗争啊 保命就算不错了 你还想提升 哪怕是有天元气 一天两天的还行 常年累月的使用天元气 神魔也扛不住啊 等死气弥漫全身上下 大概就是挂掉成为死灵的时候了 我这弥漫得好厉害呀 都这么快吗 那那那不是几天就 个儿屁了 苏语好奇怪呀 他这个蔓延的速度应该很快 若不是他会元翘逆转法 他大概之前刚转换就得挂了 那有些人在古城里生活了几十年 上百年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真是奇怪 苏语是真的好奇 难道这些人天天用天元气抵消 一天还行 算他一天消耗一份 一年三百六十份 一百年三万六千份 别闹 你再大的家业也经不住这么消耗 那这样的话 古城其他人是怎么活下去的呢 苏语这心中微动 想到之前自己刻画的木牌 自爆了几个死灵 一开始的凌云 然后是山海 到最后是日月 这些家伙都自爆了 最后才等到了那死灵君主 不同的人刻画木牌的死灵是不同 蔓延的速度也是不同的吗 苏语心中有个猜测 事实证明他没猜错 正常情况下 给凌云刻画的都是凌云死灵 死气蔓延的速度 其实和修炼速度差不多 经常的修炼就能抵消蔓延 当然 若是遇到点事儿 就来不及了 而苏语是被一位死灵君主刻画的 这也是一种牵引 也是给天才的礼遇 让你早点死 死了会被死灵君主直接接引 和其他人差距很大的 所以苏语蔓延的速度很是惊人 寻常人早就在刻画的时候 就化为死灵了 而苏语没有 不但他没有 他还只是抽空化解逆转一下 否则的话 蔓延的速度还没他化解得快呢 这一点其实连星月都非常意外 但是没关系 天才有资本很正常 没这个资本 苏语未必敢转换成居民啊 苏语继续地搜索了一圈 还有大量的死灵存在 都没走呢 起码三天后他们才会离开 此刻古城当中真的就他一个活人了 苏语走到了城门口 朝外看了看 呆至中 自己在海洋中间呢 是的 此刻的古城就漂浮在海中 已没了陆地了 四周全都是海水 这太可怕了吧 九星倒霉了 苏语摇摇头有一些无语 坐在城头上 附近一些死灵转悠 看到他迅速退避 苏语也不在意 这一刻他倒有一些孤独了 满城的死灵居然没活人 真是遗憾 有倒是有 都躲在古屋里面瑟瑟发抖呢 没人敢出来 大量的日月死灵也许还有无敌的死灵 此刻谁敢出来 只能祈祷古屋还能保护他们 不让死灵破屋 否则一旦破屋 他们都死灵了 关键在于此刻古城内 死气极重 有不少人已经快撑不住了 苏语又出去转悠了一圈 有一些好笑 他居然捡到了两枚玉符 沾染着血液 有人扛不住了想转换成居民 算了我成全你们 帮你们捡起来乱丢东西 可不是什么好行为 至于屋中是谁 他根本不管 死不死的他也不在乎 真怕死的 第一时间就跑了 留下来的都是不怕死的 反正不是人族 人族的血液 他能感受得出来 就在苏语自由自在地 在古城中游荡的时候 诛天万界 已经被此次的变故震动了 苏语之死 引发的变动太大了 人族边境 大秦王看着大周王 半上开口说道 算计得很准 可是 他好像没爆发 没杀人 你说 他真的死了吗 我说了 这只是千万可能中的一种 死没死 我不知道 按照列天阁的消息 可能是成为古城居民了 当然 也许真死了 因为当时无敌大战 无数古物破续 哪怕苏语真的成为居民 也许 也死在了其中 如今 列天榜不显他的名字 这苏语是死是活 很难判断 要不 截取苏语一滴血液 也许 可以探查一下 大秦王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不用了 死还是活 都是他的命 不需要探查苏语的死活 有了苏语的血液 很容易让人做出一些不好的事 比如利用着血液追踪到苏语 苏语是不是死了 现在不需要去讨论 大秦王朝远处看了一眼 此刻 远处有几尊身影浮现 很强都是无敌 大秦王看了一会儿 冷漠无比 这一次 各族无敌都有损伤 十二位无敌去了 除了人族 还有十位无敌 几乎人人带伤 有的过去未来身 都在那儿陨落了 一千四百一十一集 未来身死了的 还好一点 过去身死了的 不及时再次捕捉过去身的话 恐怕有陨落之危啊 很好 这也减轻了人族的压力 对手少几位无敌 那人族就多几分希望 至于大明王和大下王 他不是太担心 那俩家伙实力强大 真的要联手 神魔半黄梅晋级 也未必能轻松拿下他们 这次无敌虽多 可不是拼死厮杀的 这俩受众伤的概率 不是太大 大明王和大下王 都是能以一敌二的存在 所以 哪怕只有他们两个人 四五位无敌围杀他们 他们也不一定有事 大秦王看了一眼远处 许久后 他轻声说道 若是这次多去几位永恒 也许有希望留下 三五位永恒 大周王平静说道 人族的局面 不是三五位永恒 可以改变的 大秦王侧头 冷冷地看着他 办上才说 总比什么都不作假 今日杀了苏宇 明日就能杀了周破天 后日就能杀了夏龙武 苏宇 不一样 我也不想他死 没人想他死 可他自己设下了惊天骗局 他若是一直待在人静 哪怕我们不想为他出面 为他出头 也不会放弃他 可他明知多神闻一戏 被万族忌惮 被万族围杀 他非要去 非要去招惹 一味未永恒 你说 我们能如何呀 大秦王沉默了 半上点点头 没再说什么 有些事啊 不好评判 苏宇若是一直留在人静 万族无敌 再多也不会杀入人静 干掉他 可是苏宇来到周天战场 来了 只有杀人或被杀 死在周天战场 这就是命 同一时间 大夏府 万天圣 倒是淡然 他只是叹息一声 哎呀 转换成古城居民了 没觉得苏宇死了 真死了 他会知道 没死 但是猎天榜无名了 代表这家伙 转换成了居民 真的够狠啊 说句实话 他都没想到苏宇 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如此一来 那家伙 还能脱离古城吗 古城居民脱离古城 死气侵袭速度更快 如此一来的话 不得不回归古城 否则的话 很快就会死气侵蚀而死 古城居民 都是傀儡一般的存在 这对苏宇而言 打击有多大呢 万天圣叹息一声 我看到的 难道都是假的 我看到了呀 可是 现在呢 我耗费百年寿元 看到的一切 难道 都是假的 他还能回归人静吗 还是说 我看到的 只是一场梦境 万天圣靠在藤椅上 不再去想这些 不过 这次下来 有好有坏 好处是几位无敌受伤 短时间内绝对不敢再出来 养伤都来不及呢 坏处 则是大下王出刀了 如此一来 也导致了一些人愤恨 包括一些之前 没有表态的种族 比如明族 之前其实明族 没有表过态 但是这一次大下王和大明王差点坑死一位明族无敌 明族接下来该如何选择呢 万天圣晃有着椅子 不再去想了 也是好事 聚焦点再次回归了 万族不再聚焦族语这是好事 一直聚焦族语的话反而非常麻烦 而这一刻 大明府那边 朱天道也是吸口凉气啊 真狠啊 几十位无敌杀他 他怎么做到的呢 他看向牛百道 老牛你说这夏龙武正道 有几十位无敌会去杀他吗 牛百道想了想点点头 嗯 会 会有 但是会有人族无敌出手阻拦 真正留给夏龙武的最多也就是一位无敌啊 而苏语呢 没去找人族无敌 他一个人真的引走了十多位无敌啊 厉害啊 两个人倒没有太多的悲伤 朱天道笃定 嗯 那小子没死 没死 可能真的成了古城居民了 牛百道在旁边点点头 嗯 大概率可能如此 哎呀 祸害一千年呢 何况 没听人说 传出天地奖励 杀了他的话 必然有大规模的天地奖励 既然没有 他死亡的概率不大 没错 就是这么的自信 苏语死了的概率不大 可是这个家伙不死 这次也麻烦大了 大概率是真的回不到人族了 成为古城居民 人族也有人这样过 根本无法离开古城太久 短的一两天就会有麻烦 长的个把月就会被死气吞噬 从此以后和古城绑定 朱天道叹息一声啊 哎 我露物 我可是对这小子笑得大赌注的 这小子 哪里得变成古城居民了 还能创造奇迹吗 牛百道无言 这是他不知道的 现在他也不清楚结局如何 两个人面面相去 牛百道忍不住吐槽 哎 那那那的 他说好的 去一记取点天元气 这个坑话玩意儿 怎么就引出了几十位无敌大战呢 哎 不过说回来 五十年来 他是第一个呀 牛百道真的非常无奈 不是说好了就取点东西吗 现在呢 你浪啊 你好好浪 让你装催浪 不是让你真的去浪 浪到个天榜第一还不够 还要浪 还要骗 还要抢 得喽 玩独自喽吧 无奈呀 真的不行的话 要不 我去一趟 我去星红古城看看 能不能找到他 难哪 现在的他呀 就算还活着 也成了居民了 他一旦伪装 现在几乎没有人能找得到他 唯独无敌才行啊 这次把无敌害得如此之惨 我看未来几年 都没有无敌敢去星红古城楼 所以现在苏宇伪装大概率是没有人可以看透的 因为无敌不敢去啊 加上他又成了古城居民 常年累月地待在古城里 和其他居民没什么两样 不需要出来 不需要防御死灵 你如何找得到他呢 扭摆道探口气 还是去看看吧 也许那小子看到了我 他自个儿出来了呢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去 心里面有点底儿嘛 哎哟 头疼啊 你说这要是顺顺利利多好 顺顺利利 顺顺利利就不是妖孽喽 你不是很顺利吗 我 你这话说的我怎么就顺利了 牛百道也是懒得吐槽他心里下 你带着你爹闯荡猪天战场 这还不够顺利啊 两个人没说什么了 只是做了个决定 牛百道还是决定去看上一下 临走的时候问 你捕捉了过去未来神吗 什么 我日月九重初期我怎么补啊 奇怪 是老牛又失心疯啊 牛百道心累 他忍不住骂了一声 我这次去看看 回来了我尝试捕捉一下试试 另外我需要一些承载过去未来神的质保 有没有 你要没有的话 那我就拿百道格堂承载之宝了啊 那怎么能行的 那个东西是我大明府的奠基之宝啊 那不是你的承载之宝就行 我还以为被你承载了呢 朱天道懒得理会他 牛百道又说 话说你承载的是未来神还是过去神啊 过去神重要啊 但是对提升实力帮助不大 未来神呢 对提升实力帮助很大 那关键时刻 那是可以和无敌白白万字的 朱天道默默地看着他 无聊不无聊 我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 你再问我就打死你 那老家伙越来越讨险了 星红古城 苏语游荡在古城之中 记下了那些有活人居住的屋子 不得不说他对浮土灵太照顾了 居然把他送进了一环的屋子里 412集 这么大的动荡 浮土灵居然还活着 屋子里显示有人在 显示他没啥事活得非常滋润 也许外面发生了什么他都不知道 毕竟苏语给他设下了不少静音的屏障 原本是准备不给浮土灵出声的 现在倒好 外面打得天翻地覆 这屋子没被攻破 也许就没啥事 苏语朝远处看了看 朝一位闲逛的日月死灵招招手 好吧 那死灵也没理他 苏语想了想隔空给了那死灵一拳 无语的事情发生了 那个死灵看了他一眼 掉头走了 哎呦我靠 别走啊 什么 打我呀兄弟 我还想引诱你来破屋子 你跑什么呀你 苏语都想吐血了 他想破屋一个一个干掉那些对头 你们是不理解我的意思吗 难道非要干掉你们 你们才满意吗 他原本想着 这都是自家护卫了 少杀一个就少杀一个呗 他不忍心杀的 结果贱皮子是吧 不杀你们不开心是吧 苏语咬牙切齿 隔空一拳 轰爆了一头 腾空死灵 下一刻浮现出了一头 灵云死灵 看到苏语 那死灵傻乎乎地看着他片刻后 他离开了 苏语的眼神非常诡异啊 我没转换气息 没逆转死气 杀了你们死灵 你们要杀我呀 你们 你们得打我 来呀 干我呀 破屋啊 为什么不来呀 我靠 苏语心中狂骂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自己杀死灵以后不会再出现 死灵追杀自己了吗 那我还怎么破屋啊 不对 我杀死灵 还出现死灵 这就代表着死灵被杀 还是会出现更强的死灵 只是 好像不追杀我 其他古城居民也这样吗 不是吧 我记得当初在天灭古城 玄凯一族的人转换成守卫 然后杀了死灵 死灵照样追杀他们好不好 这什么情况这是 和刚刚那位死灵君主有关吗 苏语只能联想到那位啊 可能是那位转换的他 结果 现在他击杀一些弱小的死灵 根本对方不会或者是不敢对他出手 也许因为转换自己的死灵气息不同吗 苏语的心中有一些猜测 那是一位君主 对方亲自转换的苏语 也许留下一些印记或者是气息的存在 导致这些弱小的死灵对他根本不敢下手 或者是下意识地避开他 要说好肯定很不错了 杀死灵死灵都不干自己的 可是 苏语现在不在乎被追杀呀 我去你们得追杀我呀 我可以引诱大量死灵围杀谁的 现在不杀我了 麻烦很大的 心中微动 苏语取出了一枚三环苦成令 对着那头要跑的凌云死灵 激发了一下体内的死气 果然 此刻的他控制古成令 忽然有一点异样 和之前不太相同 隐约间苏语好像从古成令中 得到了一点启示 没来得及堕想 那头死灵忽然朝他走过来 在他面前吊呆地停下了 苏语看着他 那死灵也默然看着他 啊 果然没头脑 苏语无奈摇摇头 此刻 隐约他明白了些东西 这古成令在星宇府邸有啥用 他不知道 可是在这古成之内有用 作用很大 这是代表古成令身份的令牌 古成以三十六环令牌区分身份 一二三环的令牌 算是古成的贵族 大人物 可以驱使日月以下的死灵 四五六环的令牌 可以驱使山海以下的死灵 七八九环呢 可以驱使陵云之下的死灵 九环以外就可以稍微地抵御一下死灵 不具备命令的作用 与此同时还需要满足一个条件 那就是你得是古成居民 苏宇之前是有令牌的 十六环的 其实无法驱使死灵 但是就算他当时有三环的令牌 也驱使不了 但是他能戴在身上 让日月之下的死灵 不找自己麻烦 啊 原来如此啊 苏宇喃喃一声 古成居民有令牌在身 居然还能驱使死灵 这死灵和古成的关系 很复杂的样子哟 除此以外 这古成令 还有一些特殊的古成令 比如城主令 城门令 守卫将军令 守卫令和仓管令 不同的令牌 可以在古成获得不同的位置 当然 前提是实力得足够 可以炼化令牌 比如苏宇 他若是得到了城主令 他炼化了令牌 他就是城主 具体城主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用 苏宇不知道啊 但是此刻的苏宇 若是炼化这枚三环令牌的话 按照他获得的一些感悟 这个令牌具备一些能力的 可以加速他的修炼 可以让他抵御死气 来更轻松 三环内的令牌 算是古成贵族了 携带令牌进入古屋 还能获得一些好处 获得机缘机会大增 啊 原来是这样 苏宇的心中微动 难怪这些个城主 或者是守卫之类的 不太出去 也能修炼 可能是在古城中 也能获得一些机缘 要不然的话 古城这边 元气不多 死气倒是十足 无法修炼的情况下 他们还不出去 几天就得挂在这 城主令吗 苏宇看向城主府 眼神危险 黑暗魔龙 这个家伙我和你没玩哦 三环令牌 最多只能操控 山海巅峰死灵 关键是 山海巅峰 只能破开一些 外围的古屋 自己有令牌 都能破开 现在大部分都在内围了 而且都是日月高宠 根本没啥效果 想到了这儿 苏宇的心中微动 大爷的 不给这些家伙走 活活憋死他们 到了第三天 城门要开的时候 老子再杀点山海死灵 引出日月死灵 继续地封城 活活憋死他们 一天可以 两三天 一两个月呢 你们不敢出来 我敢 死气这么浓郁 哪怕你们实地强悍 我看谁能耗得过谁 一两个月之后 全都要你们死 至于转换成居民 我就逆转元气 化为死灵 帮你们一下 苏宇这一下子 突然激动起来 成为古城居民的他 居然发现了运气很好 一下子能逆转局面 坑杀这群王八蛋了 老子要活活憋死你们 有种再让无敌来一次 我先修炼个两天 两天之后杀戮死灵 继续封城 我一直这么下去 不需要我自己出手 全都弄死你们 实际上呢 现在苏宇就算是 破开了屋门 也不是那些日月后期的对手 完全没啥用 可是他能憋死这些家伙 当然这群家伙 最后肯定受不了会出来 出来呢 难道就能击杀苏宇了 之前就没能做到 现在你就能做到了 隐藏行踪的苏宇 混迹古城死灵当中 这些家伙除非同归于尽 大肆地杀戮死灵 也是得防着这个 算了 他们出来我就躲屋子里去 那环的古屋 你们破不开的 想到去做 苏宇不想走 现在古城最安全 反而外面根本不安全 而在古城继续待着 先是修炼助身 然后出来杀上一通 这些家伙以为能出去了 又封城了 想必会封吧 这叫不战 而屈人之兵 苏宇也没有兴趣和那些 日月七八重的生死搏杀 没什么意义 这星红古城从今以后 就是老子的地盘了 我喜欢怎样就怎样 找一间古屋开始吞噬天地悬光修炼 之前它修炼到四十四柱 肉身强大无比 此刻继续吞噬天地悬光修炼 耗费时间较长 第四十四柱的时候 哪怕资源充足 它也耗费了十二个小时 这一次更慢了 消耗也更大了 一千四百一十三集 十八个小时以后 苏宇完成了肉身的 第四十五柱 吞噬大量的天地悬光 肉身强悍的情况下 体内死气消退了许多 但是很快 那股死气蔓延的速度 就更快了 苏宇非常意外 这死气蔓延起来 还能更强 而同一时间 城主府后殿 石雕陡然睁眼冷冷说道 你想找死 脚下一条通道中 星月君主笑着说 没有 没出去 只是奇怪 它实力提升得很快 真让本座意外 本座刚刚在休息 忽然死气消耗更大了 你敢擅自加速死气 侵蚀速度 石雕冷哼 下一刻 眼中神光爆发 看向苏宇 下方星月君主 淡淡说道 可不是我加速 而是它更强了 按照规则就该如此 我这转换者 得根据它的实力 相对应地加速 石雕没有理会对方 这是正常的规则 否则 一头腾空死灵转换你 你真的有大机缘 很快进入凌云 那腾空的死灵 压制不住你怎么办 当然 这种情况很少见 正常情况之下 腾空休折转换 腾空死灵负责转换 负责腐蚀 哪怕天才实力强大 比如苏宇 一开始灵云爆了 很快来到山海 山海爆了 再来到日月 正常情况下 是没人能摆脱 死灵压制的 最终 只能化为死灵 而今呢 苏宇更是被一位君主 死灵压制转换 他是没有希望摆脱的 可是苏宇不但能压制一些 而且还能让自己的实力迅速增强 这就不简单了 石铁七十二柱很强啊 下方星月笑了 很快他微微迟疑道 他除了石铁七十二柱 还能延缓死气侵蚀速度 那是什么功法 感觉有些熟悉呢 当然熟悉 元俏逆转之法 可是元俏逆转之法 其实死灵族都是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反正从一开始他们就会 但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跟天赋记很相似 又不是 而且也没听说过活人能够学会的 星月没有往这个方面想 苏宇运转的时候 星月君主真实地看到了 元俏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是死灵的元俏是不一样的 不存在苏宇那样的逆转过程 这功法大大延缓了死气侵蚀时间 星月看了一会儿 他无言了 这么说 短时间内 我也许无法接引这家伙 进入死灵界了 石铁也看了一会儿 沉思了淡淡说道 你只能根据他的实力 相对应地增加死气侵蚀速度 不允许偷偷加速 否则 我会切断你的死气通道 这也是规则 上古时代给了你们机会 也给了这些镇守者机会 他若是有机会 有机缘 有实力 压下你的死气侵蚀 那他就无需被迫转化为死灵 向死而生 他也许会复生 复生 此刻的苏语已经算是活死人了 因为成为居民 几乎无法逃脱这一劫 可是几乎无法并不代表 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 上古时代给了死灵机会 也给了这些居民的机会 不是没有希望逃脱这个劫的 但是希望渺茫到吓人 而石雕呢 此刻突然觉得 自己也许有机会看到这一幕 星月君主声音有一些忧冷 有机会吗 他现在进步快 那是因为实力弱 难道到了日月 他还能进步如此之快 我是死灵君主 日月停留一段时间 无法进步 我自然能彻底腐蚀他 也好 生前实力越强 转换之后实力也越强 真成了日月 转换死灵 也许我坐下会多出一位 强大的死灵将军 行 给你强大去 你能强大到摆脱我的腐蚀吗 我是永恒 你现在能压制 还能一直压制下去 按照规则 苏宇的死气腐蚀速度 永远要比他的修炼速度快一截 当然 现在这家伙快到吓人 加上特殊的功法逆转 死气没能压制住他 石雕没在开口 他只守规矩 其他的 他不想管 也许苏宇真的可以摆脱死气的压制 若是替他转换的不是死灵君主 而是日月境的话 那石雕相信 这苏宇百分之百能摆脱压制 很妖孽的一个人组天才 只是有一些遗憾 转换他的是死灵君主 这样一来的话 苏宇复生的机会倒是小了不少 事货 其实也是福 苏宇真死了 直接被无敌接引 进入死灵界 那也是一方人物 石雕和星月的对话 苏宇根本不知道 他也不在意 他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虽然死气蔓延的速度增加了 可是没关系 他实力更强了呀 逆转圆翘 也能化解更多的死气 大体上呢 还能保持在之前的侵蚀速度之上 完成了四十五柱 苏宇出门了 也不废话 用了三环令牌 捕捉了一头山海巅峰死灵 那家伙傻乎乎的 就跟着苏宇到了小巷子 然后 小巷子中走出了苏宇 又走出了一头 日月初期死灵 城内原本消散的死气 再次恢复了些 城门原本有松动的迹象 又再次禁闭了 三天开启嘛 三年都不让它打开 回到古屋内继续住身 继续修炼 就是为了抵御死气 消耗天地玄光 消耗天地玄光好像更多了一点 算了 不管它 反正它的天地玄光多 此刻苏宇还剩下两百五十旅 一半呢 就在苏宇击杀一头山海巅峰死灵 城内原本溢散的死气 再次充盈的时候 一些古屋里 一些强者 原本准备出来看看 下一刻纷纷变色 有人打开屋门 朝外面的偷窥了一眼 忍不住低声骂道 怎么回事 死气又浓郁了 此刻先祖所在的古屋中 道成玄无极他们几个人都在 道王和玄王最终没能带走他们 没办法带走啊 真正带走的也就是大明王 那位比他们要强大多了 硬生生地挡住了两位死灵君主 挡住了不少石雕的攻击 带走了秦昊他们 其他人呢 都被困在这儿呢 此刻玄无极 微微地凝眉 打开屋子看了一眼 看到死灵再次沸腾 他身上光芒闪烁 抵御屋中的死气侵袭 微微地皱眉说道 是不是苏宇干的 还是谁干的 这大概 是又有死灵被击杀了 不难猜测发生了什么 肯定是又有死灵被杀 导致有日月死灵出现 再次封城了 天才们没有那么傻 有可能就是苏宇 苏宇可能转换成古城居民 这一点他们知道 消息来源是有的 他们都携带了 猎天阁的分榜 道成微微点头 开口说道 必须要阻止 苏宇大概是想困杀我们 这也是他之前用过的招式 他成了居民 不会被死气腐蚀 我们会 除非 我们也学他 然而 那是绝路 玄武吉点点头 看向仙族 那两位日月后期 开口了 麻烦二位前辈 沟通其他族的日月后期强者 一日一位日月后期 在城内巡查 不要给苏宇机会 否则 他想拖着我们一起死 或者两位三位一起巡查也行 绝对不能再让苏宇击杀死灵 仙族两位强者也是脸色微变 这样下去的话 他们哪怕是日月后期 也会被困杀在城内的 下一刻 一位日月七宠走出了大门 狼声鹤道 定是苏宇击杀死灵 再次出现了日月境死灵 导致封城时间延续 诸位 为了自救 今日请 我仙族先巡查城内 一日一换 神魔仙龙 每日最少保持两位日月后期巡查城内 不给苏宇任何机会 三日后 五等离开古城 一千四百一十四级 此话一出古屋当中 还在修炼的苏宇心中就是一栋 他按骂一声 行啊 仙族还是有智商的 大爷的 这倒是好办法 下一刻 城中有人回应 高声鹤道 明日我母族巡查 后日我神族巡查 龙族辅助 一位为日月后期强者回应 都是为了自救 杀掉苏宇 别想了 那家伙不出意外 现在必然躲在一二环的古屋当中 他们杀不进去的 找苏宇 耽误时间是没有用的 都是古城居民了 你们也找不到他在哪 还不如干脆点 每日派人巡查 不给苏宇击杀死灵的机会 三天后大家都能离开 给苏宇一个人在这玩去吧 很快 两位日月后期的先祖出现在城中 四处的巡查 城里 日月死灵少了许多 这两位日月后期联手 也不杀戮死灵 就这么巡查 虽然被死器腐蚀 一之间也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三天后自然可以顺利出去 大不了再拖延个三天 等苏宇出现个一两次 他们自然可以定位他的位置 现在城内人少 那家伙动静大点 他们绝对可以感受到 古屋当中 苏宇暗骂一声 很快哼了一声 白痴 巡查就行了吗 老子有古城令的 知道不知道 召唤山海巅峰死灵到门口 给我杀 对方都不带反抗的 你懂个屁啊 你以为我杀山海巅峰死灵 还需要大战一场啊 打他个天崩地裂啊 像什么呢 你们 杀完了 你们都不知道死灵死哪了 人家送上门来死 我就问你怕不怕 先给你们乐呵一下 三天快到 我再弄上一头来杀 前前后后 这些个家伙 在这儿待了不少天了 苏宇盘算了一下 应该有五六天了 再待个三天 快十天了 然而再待三天十天多的时间 我就不信你们真的撑得那么久 继续修炼 不大力这帮傻子 苏宇也不理会他们 继续修炼自己的 完成四十五柱 继续住深血楼 与此同时 外界很快收到了消息 列天阁总部 一群无面长老面面相去 很快由长老说道 白衣要死了 他说自己撑不住了 星红圣城又被封闭 起码三天 他之前就受了伤 现在又被死气腐蚀 三天后 他也许都撑不到了 苏宇干的 大概率是他 一群长老商量着 该怎么办呢 白衣是列天阁 在星红古城的最强者 日月六重巅峰不到日月七重 日月七重以上的都是长老了 白衣距离长老 以一步之遥 再这么下去 这位准长老就要挂在那了 这一次 他们赚了许多 可是损失一位日月六重 也非常难受啊 之前 他们就损失了一位日月了 啊不 两位 一位被暗影杀了 一位在无敌大战之中 被牵连到了 挂了 差点就死一位长老呢 说句实话 大赚一笔很爽 可接连死两位日月也够心疼的 现在又有一位日月六重被困住了 若是持续不开城门 白衣再死掉 死了三位日月 买消息是赚得挺爽 死三位日月 列天阁也想哭啊 日月 可不是大白菜 哪怕列天阁传承久远也不行 不行 哪有随便死日月的 能联系到苏语吗 让他别再杀戮了 你是在说笑吗 哎呀 不是 可以给出一些条件 他都成活死人了 非要让所有人陪葬 废话 换成你 你还在乎好处啊 你不想让人给你陪葬吗 还都是敌人 若是有人族强者在内 有他亲人在内 他也许还会顾忌 如今 他已经是破罐子破摔 你觉得 可以说服他呀 都稍安勿躁 现在城内的强者 已经在自救了 城内的日月后期 还有十多位 未必会有事 三天以后 他们也许就能顺利出来 列天阁也很无奈 看似无所不能的 他们此刻对古城 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白衣被困其中 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至于外界的救援 之前十多位无敌去援救 结果你们也看到了 几位无敌三世身都被打碎了 现在 没哪个无敌发疯了 想去自掏苦吃 先让白衣联系到苏语 最后让苏语持有一份榜单 苏语对列天阁 一直警惕无比 除了之前短暂持有过一阵 自从将他的位置 卖给了道成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持有过榜单 你觉得 他还会继续持有吗 有长老无奈 那些家伙宁愿消息闭塞一些 也不愿意再和他们交流了 这家伙说胆子大 有的时候胆子又小得吓人 列天阁的榜单 他几乎都没拿过 试试吧 再等三天看看 不止我们着急 白衣只是日月六种 城中各大强族 几乎都有日月七种在 这么下去 那些天才和强者都要死 摩多纳战无双 明月玄无极 浮土灵 这些人都在其中 任何一族也损失不齐 之前神魔就有日月后期陨落 再有日月后期陨落 对各大强族 也是巨大无比的损失啊 因为一个苏语 短短一个月内 死了多少个日月呀 之前死了二十多 这一次又死了九位 超过三十位了 而且还有无敌三十身陨落呢 苏语这个家伙制造的杀戮 不比下龙武少了 他才凌云呢 这个家伙不得不说 万族要杀他 甚至出动那么多无敌 不是没有道理的 搁谁也得干掉他 太可怕了 此刻诸天万界 再次将目光聚焦到了星红古城 古城外再次有一堆强者汇聚 但是没有任何强者愿意 此刻攻城 疯了差不多 古城的威慑力再次得到了验证 这个时候攻城你找死呢 他们只能为了尽快收集消息 大家都知道 现在一群强者天才被困古城当中 原本今天可以开城的 可很快他们从猎天阁得到消息 城内再次有死灵被杀 日月死灵出现 再次封城三日 这下子不少的强者心都提起来了 魔族强族纷纷聚焦这伤心之地 刚刚有无敌煞雨而归 现在那些人还是没救出来 这可如何是好啊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两天半的时间过去了 而各族强者却是纷纷汇聚到 同一个古屋当中一座大的屋子 在一环内 有古族强者 有百强种族强者 也有神魔大族强者 日月后期足足有十六位 有一些日月已经跑了 有些没跑掉 大家都在这儿 倒是古山这个档次的 早就跑没影了 无敌刚杀进来 这家伙就一溜烟地跑掉了 十六位日月后期 日月初期和中期的也有一些 数量倒是不多 大部分都死在了那九位日月当中了 此刻还有六位在 二十二位日月竟强者 而天才有十几位 都是各族顶级天才 原本就是为了见见世面 看看上古无敌的尸体 得 现在倒好 都折进来了 此刻有人叹息一声 不知道有没有变过 还有 浮土灵的位置 大概确定了 全城就一间屋子里 还有活人 大概就是他了 五行族那边 一位日月强者 无奈地说道 那屋子距离这边不远 不过 浮土灵应该还在禁锢中 他不开门 我们没办法强行打开 还不知道要被困多久呢 这时间长了 死气如此浓郁 我担心 他承受不住 还好 浮土灵应该是被五行族 两位无敌封尽封印了 倒是能抵御死气 不然的话 就浮土灵那实力 之前在古屋中待了好几天 可能都已挂了 415集 现在全城就那一座 不 加上这一座 有两座屋子还有活人了 至于古城居民 还有不少活着的 但是一个一个大门紧闭 没人出来 没人开门 反正屋外死气再强 也腐蚀不了他们 闭关了再说吧 出去小心被干掉 到了这个地步 他们也不用吃喝的 修炼到了腾空椅上 几个月不吃饭也饿不死 还是担心担心自己吧 有人冷冷说道 浮土灵都比我们安全 我们可没有强大的防御进过 再这么下去 这次门还不开 我们就完了 其实就算出了变故 还有一个办法 让黑魔强行开门 踏实城主 有这个权利 没人理会 黑魔会开门吗 你想太多了 他都差点死了 现在强行开门 破坏规则 遭受反噬 也许死得更快 黑暗魔龙 会自己找死 他现在都不出来了 大概是在压制死气吧 还找他 打理这些人才怪呢 三天快到了 大家注意点 多出去一些人寻查 不要给苏宇机会 不然我们再被困三天 恐怕就得和苏宇一样 转换成古城居民了 不然有人撑不了三天了 现在转换居民 还是可以的 苏宇不敢出来 不然他们都不敢转换 因为昨天有人死了 一位提前转换的家伙 突然被死去腐蚀死了 没能转换成功 摩多纳他们几个人 猜测了一阵 联想到了当初 玄凯族的强者的死 很快就有了答案 苏宇干的 那家伙绝对又冒充了死灵 夺走了对方的御服 导致转换失败 所以一位山海巅峰 死得非常凄凉 死的时候那个不甘心呢 就在他们商量的时候 数位日月后期强者 正在城内四处寻查 而苏宇呢 再次清醒 四十六柱了 很好 另外城门快开了 不能给这些家伙走掉 他给屋子门稍微开了个缝 古城令晃荡了一下 每一会儿 一同山海死灵走了过来 苏宇瞥了他一眼 感受了一下 快滚蛋吧 山海初起的 要你何用 杀了也引出个中起 还得杀好几次 容易被人关注到 他再次招了一下古城令 片刻之后 一头山海巅峰的死灵来了 他停在门口 头低一点 苏宇命令了一声 那死灵低下脑袋 苏宇四处张望了一下 门缝开得很小 感应欲感应了一下 千米之内没有日月 才能动手 让他们都不知道在哪杀的 很快感应遇上没动静了 苏宇毫不客气 一拳砸中死灵脑袋 他如今的实力有多强呢 这死灵毫无防备 被一拳砸爆了脑袋 一瞬间一头日月初起 死灵又出现了 苏宇迅速关门 片刻之后 怒吼撑传来了 该死 混蛋 苏宇 你好狠啊你 苏宇 你放我们出去 否则你父亲 你师长 全部要死 有人疯狂无比 苏宇这是要他们的命啊 多位日月后期巡查 居然还被苏宇 干掉了死灵 引出了日月再次封城 三天之后又三天 三天之后又三天咯 真的是有人撑不住了 绝望啊 这一刻 不断有人通过猎天阁 对外求救 救命啊 他们要死了 至于转换成居民 重伤的情况之下 被腐蚀成这个样子的情况下 哪怕你转换成功 也许很快都会被干掉 死了 还得化身死灵 这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绝望的吼声响彻了整个古城 而苏宇 一脸的淡定 你威胁去啊 都死完了 就没得威胁咯 而此时有人凄厉吼道 苏宇 不要再杀了 让我们出去 我族和人族不是敌人 你杀了我 我族无敌 一定会牵入人族的 苏宇 你非要给人族 招惹更多的敌人吗 脱不过我就来这套 我理会你个屁啊 你算老几啊 我还说 杀了我 人族几十位无敌 会报复你们呢 你们信吗 你们会为了 这个威胁挺手吗 搞笑一群白痴 人族要是真的被牵连了 连这些个把无敌 种族都没办法威慑了 灭了活该啊 是人是狗都能起到头上去 灭了不活该吗 还几十位无敌 连这些小族都敢威胁 在苏宇看来 个把无敌的种族 那就是小族 怕毛线啊 去个无敌 直接灭了戒都有希望 反正他不会理会的 而这一刻 外界怒骂声不断 苏宇哪怕成了活死人 依旧成为万界的核心 这家伙是非要十多位天才 二十多位日月和他陪葬啊 真的很 一位灵云 前后搞死了五十多位日月 苏宇就是死了也不亏 转换为古城居民 其实和死了差不多 又出不去 出去几天就麻烦 实力也没办法提升 这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看起来活着而已 只要这次的人出不来 在外界看来都是死 苏宇可真够狠的 城内 绝望的吼声不断传出 有人已经疯狂了 他们不想转换成居民 就算转换 以他们现在的情况 可能转换之后 也被死气攻心直接死了 到了日月这个阶段 多少了解一些 古城居民转换的过程和反应 此刻当苏宇再次斩杀一头死灵的时候 再次封城了之后 几位不强的日月 受伤的日月 此刻纷纷微不可查地传音起来 下一刻一位日月六重的强者 脸上泛起了死灰色 开口说道 诸位道秀 能否借用一些天元器 给我等去除一些死气 五等建月 天元圣地不大 出门在外 你并未携带太多天元器 五等愿用其他珍宝兑换 几位强者日月微微醋眉 其他珍宝 这个时候封城持续 其他珍宝有什么用啊 再强的珍宝能保命吗 就在几位日月想拒绝的时候 摩多娜突然说道 我换 几位前辈不要想拉着大家同归于尽 还没到那一步呢 此话一出 几位弱一些的种族日月脸色已变 摩多娜也不多说什么 看向战无双他们几个人平静说道 一人举出一点 兑换给几位前辈 本是一道人 何必此刻逼得几位前辈和我们不死不休呢 战无双冷漠地说道 你倒是会做好人呢 显然他不意外摩多娜的话 他知道这几位日月的心思 但是没在意 而几位之前传音的日月纷纷变色了 朝那些个大族日月看去 见他们一脸淡然 显然也不意外他们的决定 到了这个地步了 几位日月后期之下的强者都快撑不住了 都是老江湖 哪怕几位天才如此之年轻也见多时光 岂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心思 若是不给天元气 那就击杀几位天才啊 甚至抓捕几位天才 威胁那些个日月都是非常正常的事 再狠一点的 几杀日月死灵 学苏语那样 引出更强大的死灵 干掉这些人 生灵到了这个地步 自己死 也不想别人好过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心理 拉几个人来陪葬 苏语在 当然拉苏语 苏语不在 这些个大族强者和天才就成了目标 这次的灾难 也是这些大族引发的 之前他们几个人商量 原以为隐秘 没从想 这些人好像在等着他们呢 那个说话的日月脸色 变换了一阵低头说道 多谢 摩多纳摩军误会了 摩多纳平静说道 无妨 只是不想在这时候给自己添赌罢了 何况现在并非绝路 真想离开 还是有办法的 众人眼神已亮 1416集 摩多纳又摇头说道 很难啊 第一要走护城死河出去 存活率十之一二 第二再来无敌 和城中死灵君主达成一致 上次就是如此 但是日月全月 第三就是 想办法引诱黑暗魔龙出来 击杀他 夺取他的城主令 可以强行开起城门出去 第四 城中的黑魔只是傀儡成主 真正镇守者是后殿那些上古石雕 也许可以达成一些条件 第五 找到苏宇击杀苏宇 或者毒死他 三天之后就快出去了 第六 和苏宇达成一致 他虽然化身居民 但是还没死 这人活着就有希望 就是有需求 我相信苏宇 不会甘心化给活死人的 他还想逆转天命 再次回戒 不愿沉沦死灵解语 摩多娜说着 看向其他人 主要是那些个天才 他淡然说道 真不行 我们也换成居民 自然也可以长久地生存下去 苏宇敢 你我也不是不敢 所以这并非是绝路 战无双在旁边 淡淡说道 最好的办法 还是和黑魔达成一致 击杀黑魔 他是城主 大概率会引出无敌死灵 何况他多少也是日月九重 恐怕难杀 杀还是能杀的 此地十六位日月后期 六位日月初中期 杀个黑魔 他们还是可以做到的 何况黑魔也是身受重伤了 可是呢 杀了之后呢 出现了死灵君主怎么办 魔多纳点点头 不远处 玄无极 宁眉说道 之前那日月死灵出现的地方 大家看到了在哪个区域吗 也许可以堵住苏宇 魔多纳他们不抱太大希望的 果然 之前寻查的一位日月后期 强者探口气说道 唉 那日月死灵出现的突兀 我们去查的时候 恐怕已经移动了一些范围 但是能确定 就在内三环中 反正在内三环具体在哪儿不清楚 这个时候一间间的查 也许还是有希望能找到的 想到这儿 玄无极开口了 内三环的居民不算多 内三环 总共房屋大概也就三千左右 入住的最多三百 我们还是有希望 看守住这些房屋的 虽然有一点分散 但是这个地方 日月二十多位呢 他们这些天才也都不是善茬 他山海八重 能占日月 占无双也是一样 都能当日月来用 如此多的强者在这儿 还能守不住一个内三环吗 只要能守住 那问题就不大 一旁一直没怎么说话的明月 此刻低沉说道 难 我们分散开 就要小心被夙语暗息 还有 外面死期浓郁 还有大量死灵骚扰 包括一些日月死灵 坚持三天的话 在场的大概要死不少 左也是为难 右也是为难 可是大家都知道 到了这个时候 必须得自救了 否则的话 都得死这儿 摩多纳则是起身说道 还是去城门口附近吧 真不行让乌迪再来破门 我们瞬间杀出去 乌迪死灵出现需要时间 我们未必会死 众人默默地看着他 此刻还有乌迪愿意来冒险吗 一旦石雕和乌迪死灵出现 干掉了乌迪怎么办 为了一些天才和日月 死一尊乌迪来换吗 皇者差不多 有人低沉说着 魔神都有半皇 也许来个半皇就行 包括龙族也有龙皇 仙族有古仙皇 明族有明皇 这些个强者只要来一位 也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他们没有这么大的面子 摩多纳也没有 天榜第一经常有 半皇则是一族只有一位啊 而且都闭关多年不出 百年来也就当人静开启通道 半皇才出现过疑似 这种情况之下 谁指望半皇来救你啊 除非你是他儿子还差不多 众人都非常的郁闷和憋屈 甚至有一些绝望和疯狂 有些人眼睛都红了 再这么下去 他们想放开手杀戮了 一直被死灵纠缠 但是没办法击杀 因为你杀了 麻烦更大 这古城让他们都有心理阴影了 只能被打 不能反击啊 持续下去 谁也受不了 摩多纳没理他们 静字地走向了城门口 他要在那儿等着 在那儿 起码可以有机会瞬间离开 真要不行 那就钻入护城河中 不死 自然就出去喽 在内围是安全了一点 鼓舞强大 日月死灵无法破开 可是呢 在这儿 太靠近城主府 太靠近石雕和死灵君主 出现的地方 跑 还得跑一段时间 才能跑到城门口 如今极致 自然是越短暂的时间内 逃跑越好 苏宇 这家伙倒是够狠啊 也是 不狠如何立足呢 换成是我 我也一样 被人逼得不得不转换成火死人 当然是多杀一个算一个 摩多纳的心里默念 他起身走了 魔族两位日月瞬间跟上 很快 其他的几位天才 有人也跟着起身了 摩多纳是有大气运的 大家的心里都有数 越是天榜靠前 运气就越好 苏宇也是这样 若不是如此 他一个凌云 能在十多位无敌的围困之下 逼退那些无敌 若换了常人 早就被捏死了 他们也都有大气运 没那么容易死 哪怕钻入护城河 日月死了 他们都未必会死 而这个时候 列天阁那位重伤的日月六重 走出谷屋 高声喊道 苏宇 我知道你就在附近 我来自列天阁四榜不知天部 你就算杀了我们 对你也没任何好处 哪怕天地奖励都不会有 古城居民还是活人 杀人其实还是有奖励的 死灵才没有 但是苏宇不是直接杀他们 只是用计困杀他们 其实杀他们 没有任何的好处 白衣再次喊道 你有什么要求可以谈呢 你怕暴露行踪 你大概掌握了一些古城令 能操控一些死灵 让死灵来取分绑 我保证 列天阁绝不会定位你 这是列天阁传承 无数年的信誉 通过分绑 我们可以直接对话 苏宇 苏宇 你还活着 你没有死 活着那就还有希望 不是吗 活着就需要修炼 就需要资源 需要解脱的办法 而列天阁都可以为你提供 各宿都可以为你提供啊 他呼唤了一阵 片刻后 无数的死灵当中 突然有一头死灵 很快 几位日月后期迅速破空 沿着这死灵刚刚来的方向探查 片刻之后 几个人回来了 摇了摇头 没查到 那位山海死灵 木然丢下一块玉符 白衣拿到手中 查看了一下 这是一枚 隐婴符 下一刻 玉符中传来了 苏宇的声音 先交出你们所有的储戒 所有的宝物 我便相信你们的诚意 有人冷哼一声 谁信谁傻子 苏宇毫无诚意 根本就没想过要放他们离开 而白衣则是取出了一份分绑 丢给了那山海死灵 然而 这山海死灵一道死光爆发 直接击碎了这分绑 显然苏宇没说要带什么东西回去 实际上此刻的死灵 已经不在苏宇的操控之下了 这死灵只负责送东西 不负责带回什么 苏宇就这一句话 连带东西回去的心思都没有 大概他也料到 这些人根本不会给 苏宇 这一刻 摩多纳出生了 他朗声说道 你可以去做分绑 我们沟通一下如何 我保证 魔族不会去定位你的 战无双冷漠说道 神族也不会 仙族也不会 1417集 天才们代表各自的种族 表示不会定位苏宇 而苏宇呢 压根儿不会理会他们 我信我傻子 别谈什么信誉 信誉又不值钱 此刻利益为主 比起信誉 杀掉苏宇 什么保证都没人知道了 古屋当中苏宇轻轻地敲击着墙面 真能困杀所有人吗 换点好处行得通吗 摇摇头 我不需要好处 我的好东西还没消化完呢 我其实不在乎些资源 何况这些家伙身上携带的资源 大概不少 毕竟都是为了买古诗来的嘛 苏宇甜甜嘴唇 别的不说 他造假那些个东西就价值不菲 有钱是有钱 但是 不敢拿呀 苏宇笑了笑 除非有底气有把握 可惜没啥底气和把握 若是那位死灵君主再次出现 自己就跟着死灵君主一起去打劫 那该有多爽 苏宇的心中想着 也有些无奈 死灵君主应该是 咱护卫头子吧 可惜 不听话 他也不听我的命令啊 不然的话 带着死灵君主去杀人 那多爽 不要东西 你们死了都是我的嘛 我要杀人 弄死一个算一个 这也算是为人族出力吧 这么多的强者 这么多的天才 被我弄死 人族大概会很爽 会感谢我 为他们铲除了很多的敌人吧 就在这一刻 白衣的声音再次传来 突然喝道 苏宇 猎天阁已经和你人族强者联系上了 你人族强者牛百道 说想和你谈谈 愿意在外 为你接受一些好处 我知道你信不过我们 只要你三天后不再杀戮 让我们出去 外面会有人给足够的宝物 换取我们的性命 牛夫长 牛夫长来到猪天战场了 听这话的意思 可能正在往这边赶 要不然谈什么在外面 为我接受好处呢 牛夫长来了 他来 很危险的 现在各族都憋着口气呢 都会谦怒 干掉老牛吧 就在苏宇想这个的时候 外界 星辰海边缘 牛百道有些年没来过 猪天战场了 没来过星辰海了 身旁穿着黑衣的 叶红燕也跟在身边 冷着脸 看着这老东西冷冷说道 你磨蹭什么 还有 你替苏宇做决定 你问过他了吗 我没做决定 咨询一下苏宇的意思嘛 红燕 他被困在古城 杀戮再多 其实都无济于事 如今 能拿点好处 就拿点好处 还有 苏宇啊 杀不了所有人 你以为无敌真的怕了 只是之前被惊到了 但是古城 还是有古城的规则的 一旦这些无敌 换过劲来 很快 就会有更多的无敌 前去破城 但是不入城 就在城门口 等着接应 这个东西 连我都看出来了 那些个石雕 那些死灵君主 是无法出城的 你觉得他们看不出来 看出来了 只是之前损失过大 一时间 有一些无敌 还没缓过劲来呢 而且 也担心人族这边 有无敌捣乱 所以有一些投鼠忌器 否则的话 苏宇就算疯了城 也难以耐何那些人 等这些天才和强者 撑不住了 肯定会有无敌 再次来援 没人愿意放弃这么多的强者和天才 摩多纳 战无双 玄无极 这都什么人 这都代表着各族的脸面 他们都是年轻一代的顶级强者 以及星雨伏底 马上就要开启了 这个时候 各族不会让他们去死的 星雨伏底开启 这些人都能进到其中 星雨伏底有多少好处 人族其实就不太清楚了 因为往年人族进去的天才 进去的都不深 就说大夏府吧 之前准备是黄藤白风吴兰这些人进 都是陵云左右的实力 大明府就更坑了 弄一些陵云和腾空进去 如此一来 这些人根本就得不到太大的好处的 而万族这边 神魔往往都是顶级的天才进去 都能有巨大的收获 如此情况之下 在星雨伏底即将开启的时候 无敌一定会再来一次的 当然若是他们顺利离开了 那就不用来冒险了 叶红燕没吭声 老牛回头说道 行了 你坐送这儿吧 星辰海前面太危险 我坐我的与你何干 都几百岁的人了 还嘴硬干嘛 老夫老妻的 叶红燕脸色冷漠 他冷冷地盯着他 低沉说道 当年你救不了霸天 现在你也救不了苏语 牛百道 你永远都是这么废物 你这话说 这些家伙动不动就招惹无敌 你让我怎么办 我也很无奈 苏语还活着不是吗 既然他活着 那就有希望 活死人 也不是死人嘛 在古城也许对他更好 起码他在古城 他便有自暴的能力 放屁 他在古城活不了多少年 古城也从未有人突破过无敌 那么多古城城主 都是一月巅峰 连一个正道榜上的都没有 无寸进 迟早都要死 人不都要死的吗 真是 真的活着就好 大夏府出身的这些个家伙 作死能力是一个比一个的强 活着长的也就那样 活着短的死也正常 其实不亏 牛百道 叶红燕火了 牛百道笑笑再不说话了 他踏上了星辰海 很快进入到星辰海之中 而叶红燕呢 继续跟着他 他也不在意 四处张望了一下 笑着说道 这次居然没有遇到万族的女修者 叶红燕冷冷地看着他 牛百道赶紧解释 遇到了我都会打死 你别误会 这些年我对你那是忠贞不渝 谁来勾引我 我都是选择打死对方 牛百道笑呵呵的 也不再说什么 这一路飞行速度极快 叶红燕跟着他心中 有一些惊讶 哼 你速度快了很多 你到日月八重了 牛百道叹息一声 哎 自己的媳妇都不知道 自己什么实力啊 我人呢 女人都是靠不住的 太小巧老夫了 算了不解释 飞行着呢 过了一阵 前方一道霞光四射的岛屿道 天霞道 牛百道没进到 在附近等待了一会儿 片刻之后 秦昊 朱广深他们到了 之前这些人并未离开 大明王将他们留在天霞道 当然 大夏王顺便给了明光成一道 现在整个城池一分为二 看起来那是格外的壮观 城门口的那个悬赏令 更早就消失了 坐镇城内的明光鸟一族的日月景 现在正在被大夏王他们在东列谷烧烤呢 这也应了之前苏语来这儿时一位人族的话 被人族强者看到 少不得又来找茬 大夏王离开的时候看到了 顺手就给了一刀斩了只鸟 明光鸟一族连个屁都没敢放 你悬挂苏语的悬赏令 讨好神魔的吧 你得罪人族了 收拾不了神魔我还收拾不了你 遇到了杀性极重的大夏王 若不是有些顾忌 直接杀入明光鸟界都是正常的 明光鸟界没有无敌作阵 大夏王真的要是进去了 那就是灭界之灾啊 秦昊看到牛百道 他微微地躬身 开口说道 牛府长 牛百道辈分大 和他父亲是同辈 如今这个时间 活着的日月还是有一些的 但是要不就是垂死重伤 要不就是闭关修炼 真正在外边游走的还真不多 老牛算是个异类 他经常在外面走动 来拯救 两家妇女 一千四百一十八级 秦昊又看到了叶红艳 他也问候了一声 见过叶将军 他没有说牛夫人 说了叶红艳会不高兴 牛百道笑呵呵的 一旁 朱广深也是笑呵呵的 他急忙说道 牛老师 你也来了 牛百道是教过很多人的 大明王的后裔他几乎都教导过 喊声老师非常正常 嗯 我得看看苏宇那小子的情况 哎 这小子 说好了出来走一圈 现在可好 人走丢喽 哎 你们走的时候看到他了吗 没有 他应该还活着 但是肯定成居民了 可惜了 哎 没什么好可惜的 妖孽嘛 就得经历这样的种种磨难 如此一来 现在难呢 以后就顺利了 人的磨难 是有定数的 他今天受苦受多了 以后受苦就受得少 他苏宇现在经历种种磨难 若是逃过此劫 定会 以飞成天的 还是去看看吧 那小子困住了那么多强者和天才 那这么下去 我看无敌又得来咯 弄不死几个人 还没啥好处 这小子现在需要的不是杀更多的人 没什么用了 真的没办法击杀吗 没办法 起码没办法全都杀掉 能下得无敌一时 你下不了人家一世 很看呀 这些无敌就都会回来了 到时候反而更麻烦呢 无敌也不敢入城 嗯 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次肯定会更警惕 他们定不会入城的 秦浩点头 跟着一起朝九星岛飞 好吧 已经没有什么九星岛了 此刻只有星红古城了 这群人都是强者 速度也非常快 没过多久 海面之上 一座浮现的古城 映入到眼帘之内 古城城门门口附近 有些强者 此刻纷纷朝他们这边看过来 看到了牛百道 有人认出了他 冷冷说道 牛百道 你还活着呢 小幸 小幸啊 我认识你 当年我跟着一些无敌去过神剑 杀过你全家 你居然还活着还不容易啊 牛百道一脸的笑容 他说出的话 却让那日月有些癫狂了 老牛说的是实话 他当年是真的跟着一群开腐无敌 去过神界 去过魔界 杀过人家全家的 老牛记得 老牛的记忆力非常不错的 牛百道资格在人族中算是极老了 这也是他不来诸天战场的原因之一 到处都是仇人 麻烦 经常被人找茬 牛百道笑呵呵的 此刻他这边加上他六位日月后期 他不是太担心这些人会找茬 神魔这些个强者 被困了多少日月后期在城里 之前也死了几位 日月后期又不是到处都是 此刻外面来的神族日月后期就只有两位 不过呢 实力确实都不弱 一位是日月九重 一位是日月八重 说话的那位不是日月后期 老牛笑了一阵 又说 哎呀 我看呢 大家和气生财 啊 不要敌视我 我是来救人的 不是来杀人的 我呢 和俗语的关系很好 他呢 听我的话 能放人 你们呢 也别惹麻烦 啊 真的把那些个天才们都弄死在城里面了 你们回去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是不是 啊 这时候 一头巨龙怒道 你人族和神魔为敌 如今我金龙族大长老之孙被困在其中 你人族苏语 上次就困杀了我族龙斗 现在又要和我龙族为敌吗 牛百道心累啊 哎呀 小龙 你别吵我吼 啊 苏语不是人族 你当他一个人一族就行了 他真要是人族 你们围杀他 那就是和我人族为敌啊 龙族还没有这个资格和人族为敌 你们杀他 我们没管 他杀你们 你们找他去啊 我说他是不是 很有道理 嗯 别说什么为敌不为敌的话 说句难听点的 就你们联手 威胁不了人族 不然 你龙族无敌有三十位吗 杀到你老家去灭了你龙界 你有个屁方不 哼 笑着 牛百道的笑容始终是不消 别跟我说这些 哈哈 说也白说 好好谈事 别说那些个威胁谁的话 真要和人族为敌 你龙族无敌 死一半以上再说话 你傻叉眼的 天道啊 什么都还没开口呢 你龙族要当先锋是怎么的 我话又说回来啊 我府府主称其龙族 也是金龙一族 算起来 咱们算一家人 对不对 这话一出 那龙族更怒了 牛百道 你让朱天道 送回我族殿下 别啊 你金龙族族长后一多 起码三十头呢吧 我府府主地位崇高 抓一头而已 小龙现在活得可滋润了 让他回来 他都未必回来 是不是 牛百道笑呵呵的 是的 朱天道抓了龙族坐骑 是金龙族族长后裔 不是一代后裔 算是孙子辈的 实力其实也不弱 达到了日月境 按照朱天道的话说 他是府主 无敌敌子 得有牌面啊 不抓个无敌后裔 当个坐骑 他都没面子 而这龙族扯皮了一阵 牛百道笑了笑 再拖时间 里面死气泛滥 人都死光 那就不用谈了 你们看好了啊 是龙族故意要 坑杀你们几足天才 要不然的话 这个家伙不会和我 一直扯皮 那龙族无语了 瞬间就闭了嘴 因为他现在的确是 拖延到了 牛百道的时间呢 牛百道笑呵呵的 看向远处一位 无面强者 这是猎天阁的长老 他笑了笑 哎 你们猎天阁和苏语 联系上了吗 啊 没有 呵呵呵 正常啊 谁让你们猎天阁 臭名昭著 定位他 他相信你们才有鬼呢 呵呵 让城内猎天阁 成员和他说话 就说我来了 想和他谈谈 哎呀 算了吧 这样吧 你们丢份分绑到城中心 然后 你们的人全部撤到城门口 扶空 爆发危压 展露行踪 让人看到你们 这样他就放心了 免得你们算计他 一群人看着他 眼神冷漠 干嘛 他这么看着我 什么意思 谈不谈 不谈老娘走了 我知道你们还有办法 还等着吴迪来呢 是不是 我先说好啊 大下王大明王 可都还没走 就在附近 你们的吴迪一来 我族吴迪马上入城 杀他一片再跑 一群人脸都黑了 他们就怕这个 要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城内所有人都真的全都葬送了 人家吴迪不杀你们的人 就是个破城 就入城引吴迪死灵 哪怕在城门口都未必能跑得掉 最安全的自然是开启城门 按照规则自由离开 下一刻 一尊强者浮现 日月九重巅峰 正道榜上的人物 他来自魔族 他冷冷说道 听他的 让城内那些家伙 聚集到城门口 我倒想看看 苏语到底想如何 牛百道笑了 苏语能如何 都被逼成活死人了 那迟早是要死的 他看一 就要他个几千缕天地悬光 几万滴日月精血 几滴无敌精血 几百饼天兵 几十饼神兵 等么这个 四方安静地吓人 牛百道则是打着哈儿 我开玩笑呢 怎么可能 我这说着玩的 又不是苏语说的 别当真啊 他心中确实付费 不敲他一大笔 苏语会放人才怪呢 城内 白衣的声音再次响起 苏语 牛百道府长就在城外 他想和你谈谈 五等退到城门附近 展露维亚 为你留下一份猎天榜 你可以和牛府长直接交谈 苏语没回话 这些人也不在意 很快 一位位强者迅速地赶往城门附近 一路上 遭遇了一些死灵 都被他们拦下 而一份分绑 也被他们留在了衣环附近 等待着 苏语来识取 一千四百一十九集 古屋当中 苏语微微地皱了皱眉头 牛府长真来了 老牛想说啥呢 苏语猜了一下 大概可能是劝自己放人 他知道牛百道的心思 此刻的他杀了这些人 也是无济于事的 反而遭到更大的麻烦 可苏语不怕呀 当然杀光这些人难度很大 不排除无敌再次出现 可就算是杀不光 也得杀几个才能甘心呢 这个时候的苏语 筑体已到了四十七处 肉身爆发力量 接近十六万桥之力 强大的吓人啊 此刻的苏语 绝对超过了一般山海七重镜 当然 山海七重镜最低也有十万桥之力 不过 哪怕是强大点的山海七重 苏语觉得自己也能干掉 不包括那些个大族顶级天才啊 用天才衡量等级 意义不大 而苏语的意志力 也正式地达到了灵云七重 他没有再提升了 提升还得吸收无敌意志之文 他就剩下七本了 这东西还是省着点用吧 牛服装 嗯 苏语的心中盘算了一阵 要不要沟通一下呢 至于让他去取东西 算了吧 他才不会去呢 这些人是跑到城门口 并不代表城中没人 比如说 某位受伤的魔龙 这一次一直没出现 他就在城主府 距离苏语这边可不远 一旦被他盯上了 回头暗暗地卖给那些家伙 苏语就一文不值了 派一个日月七重堵他门口 苏语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开了 还有定位的问题 猎天阁的家伙苏语是信不过的 自从上次被他们定位了 苏语就不太信任他们了 不过苏语也不是没办法 他会分身术 当然只是简单的分身 他用过几次 大体上能控制一下 可以控制分身去交流 最好戴上一枚神纹 如此一来 距离不远 苏语倒是可以远程地操控 至于死灵嘛 那玩意儿没智慧 只会傻乎乎地爆发死气 没啥大用 外面也许现在都在盯着自己呢 苏语心中想着 没事不怕 怕什么呢 召唤一头死灵 就在门口呆着 很快苏语滴出了一滴鲜血 带着一些死气 苏语的心中轻叹一声 很快这死灵带着血液离开了 没多久城中心 一头死灵出现 那边城门口 有人眼神露出神光 有人取出了一些特殊的武器 映射出了那边的情况 不监察苏语 那绝对不可能的 若是能发现他的位置 鬼才和他弹劾呢 逮住他了 不但今天堵住他了 一辈子都堵住他了 让他永世不得出身 这些天才和强者 这次吃了个闷亏 哪会愿意就这么算了 有人画面中映射出那头死灵 有人眼中浮现出死灵的影子 有日月低沉说道 这是他自己变化的死灵吗 他能伪装死灵 也许一高人胆大 会冒充死灵 刚想着呢 下一刻死灵丢下一滴鲜血 呈现出了一个 有一些呆板的苏语 很快一枚神文呈现出来 这是神文分身 简单的化身 不是日月无敌的那种 之前几次来杀苏语他们那位日月 用的都是这手段 但是都被破了神文 此刻这枚神文进入分身当中 很快分身目中露出了一些微弱的智慧之光 这就是苏语的分身了 相当于他操控的傀儡 城门口有人低沉说道 他操控分身来的 分身有他的神文和血液 若是抓住分身 也能探查到苏语的 要不要去抓 那个分身笑着笑 好像知道有人在监察他 他开口说道 别轻举妄动啊 我本体可不在这儿 我的本体抓了几十头山海巅峰的死灵 躲在城中某处 想死我就成全你们 他声音不大 却是清楚地传到城门这边 因为有人在用东西窥探探 此话一出 几位蠢蠢欲动的日月暗骂一声 都没再开口了 城门口附近 离城中心还是很远的 哪怕日月赶过去 也需要点时间 苏语这时候 要真的击杀大量的山海巅峰死灵 他们麻烦得很 片刻之后 苏语的分身拿到分吧 想着想直接写道 想要我停下来 可以 所有日月全部自报 他刚写到这儿 下一刻一行字体出现 不可能的苏语 也不要吃心妄想 苏语 你现在还有生存下来的机会 甚至逆转的机会 你一意孤行的话 接下来 各族会派遣大量日月静 进入古城里 长期驻驻 迟早会堵住你 苏语有一些意外 这是 这是给我接到谁了 还是说猎天阁给我的回复呢 下一刻出现了一行白字 猎天阁为诸位提供一个 公共交流平台 各族可以进入一位 加入此交流平台的 皆可进入 需要支付我 一笔日月精绪 苏语呆至终 缺你大爷的 下一刻分榜上显示出了一个巨大的屏幕 但是没有出现人数 此刻猎天阁总部 猎天阁的长老们还算高兴 又转了 默默的潜水 种族很多的 一族只给加一位 在他们后台可以看到 眨眼间七十多个种族就加入进来 具体是谁 他们都懒得说什么 说好了各族只给加一位的 此刻又长老迅速说道 还有不少人想要加入 给加入吗 给 但是发话的话 得审核之后才给发话 不能随意给人发话 免得造成影响 片刻之后 他们的后台显示超过了三百位强者加入了 显然 大家对苏语和各族的交谈非常感兴趣 一位无面长老迅速说道 参与谈判的给标注一下 添加一下魔族神族后缀 至于不参与的都不要 让他们全部不许说话 是 几位长老欢喜又大赚一笔 这相当于直播苏语和各族洽谈 至于苏语他们是否乐意 这并不重要 而此刻 苏语脸色微变 大野的又是列天阁 又来好羊毛 还好我的 一族加一个 搞不好有几百个种族要加入 合着你们赚得比我还多 下一刻 苏语的分身瞬间消失 一道榜单丢在地上 上面露出一行字 列天阁先知父五百滴日月精血 再洽谈此事 然后人没了 分身消失了 至于那枚神文 此刻也消失了 诸天万界安静了 安静无比啊 人家不谈了 花了钱进来看直播 人家不播了 列天阁总部 还在欢喜的长老们脸色就是一变 我靠 忘了这场了 苏语这家伙又不是什么好人 说不谈就不谈 人居然跑了 这怎么办呢 钱都收了 这一刻 各地都有白面具在收钱 还有人不断地加入这聊天群呢 现在当事人跑了 下一刻群中有人愤怒了 猎天阁 你们找死吗 该死的 坏了我族天才和日月性命 猎天阁 我族定当十倍百倍奉还 我族死一位日月 我族必杀十尊猎天阁日月 一位强者愤怒无比 都是能发话的 而不能发话的 迅速和他们私聊 退钱啊 不给看直播不退钱 我找你麻烦啊 几位长老面面相去 这刚赚钱的喜悦 还没结束呢 就遇到了这麻烦 一位无面长老忍不住 暗骂一声 这苏语又不损失他什么 何必呢 你又没损失的 你和三个人 五个人谈是谈 和一千个人谈 不也是谈吗 这你就当他们不存在好了 实际 早知道不敢说 让别人加入的 对呀 谁多嘴说这话 就让人默默加入好了 一千四百二十集 长老们挺郁闷的 不知道刚刚谁说了那话 这下可好麻烦来了 那小子撂条子了 猎天阁是强大 是神秘 可是呢 真的把各族都给得罪死了 别忘了 他们还有不少分布 有不少住点在外边的 虽然没有多少核心层吧 可是真的被剿灭了 损失也挺惨 下一次真的遇到各族强者 纷纷要干掉你 那你就没法混了 哎呀 现在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呢 退钱是不可能的 让苏语继续谈 五百滴日月精血 哪有那么多呀 让白衣告诉苏语 给他十枚天元果 城中 白衣迅速高喊一声 无声没人回复 各族强者都很愤怒 猎天阁骗了他们 苏语根本不谈 而神魔强者 城外的那些个人 一个一个眼神阴郁 此刻不止他们在看 一些神魔顶级强者 其实也加入进来 甚至有无敌 暗中窥探聊天记录 没过多久 猎天阁这边 一位为负责接洽强者的 猎天阁面具人 纷纷喊道 张老 不好了 神族天号神王说 若是战无双死了 他一定会击杀 百位猎天阁日月 祭奠战无双 道王玄王也都发来信息 猎天阁若是处理不好此事 误了道成和玄武吉的性命 定然会报复我们 龙族三位龙王 也开始找查了呀 五星族五位老族 都发来了信息 一群长老 你看我 我看你 都有一些想吐血了 这还没开始谈判呢 他们为了赚一笔 结果钱倒是赚到了 没错 这下可好麻烦大了 我去 后悔呀 刚刚非要多嘴说一句 否则苏宇知道什么后台的事 他哪知道呢 这下完了 石霉天元果 苏宇显然看不上 古屋当中 苏宇冷横一声 猎天阁 这个组织坑了我多少东西 到他们会做生意啊 这个时候居然还收费 关键是 一收就是一滴日月精血 这也太赚钱了 赚别人的我懒得管 我巴不得各族吐血呢 可是 你赚了不分给我 那就是最大的问题了 老子才是这场谈判的核心 我想谈就谈 我不想谈就撂挑子 猎天阁就是一个负责传话的组织 你还嘚瑟上了 收钱居然都不给我分尘的 想什么呢 有钱大家一起赚啊 不分给我 我才懒得搭理你呢 很快 城门口再次响起了白衣的贺声 苏宇 之前都是误会 猎天阁因为负责传书各界各地的消息 消耗大量能量才不得不收取一些费用 并非针对谁啊 消耗能量这是必然的 这点苏宇相信 可是要说传话 消耗一滴日月精血 你扯淡啊 苏宇和猎天阁聊了很久 大概几百句 那岂不是要消耗几百滴日月精血 片刻之后白衣再次说道 日月精血 现在就算给你也无法拿进来 给牛府长的话你不接分榜 你也不知道 不如这样 我在原地留下五十缕天地悬光 苏宇依旧不吭声 不过过了片刻 也许是猎天阁压力太大了 不得不妥协 白衣再次说道 一百缕 真的到了极限了 没有多少人加入的 苏宇才不信呢 不过不得不说一百缕不少了 猎天阁果然真的是财大气粗啊 他继续等待 他继续等待 又等了一阵 白衣吼了一句 两百缕 真的不能再多了 苏宇 片刻之后 城中再次出现了一道苏宇的分身 回到了原地 捡起了分榜 输入了一行字 牛部长 在吗 哎 催浪脸上有几颗黑痣啊 整个大群里安静的吓人啊 这是在验证身份吗 关键是这算什么问题啊 此刻城门之外 牛百道也是愣了一下 半赏他有一些头疼 你问我这个 我哪儿记得啊 我好像没看到吧 那 学府里面有多少学生啊 这个 这个 太多了 算上往届没毕业的 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人 学府中大圆球生了几个崽子呀 三个 月薪岛上总共有几张床啊 一张 苏宇问的问题不断 一直问了几十个 这下子才算真的确定 这必是牛府长 他就差点问你今天 穿什么颜色的内裤了 万族强者也是无语 看了好一会儿 这些个无聊的问题了 牛府长 待会儿你每次出话之前 我都会问一个问题 免得被人中途掉包 列天阁有这个能力 另外 为了不让列天阁 故意曲解我的意思 或者是 更改你我的话语 我们用蜜语交谈 我送你的长生诀 你带着吧 带着的话 用这个当蜜语 好吗 列天阁若是篡改 我现在的这句话 改成别的功法 待会儿呢 牛头对不上马嘴 我就会中断谈话 列天阁的人都快疯了 大爷子 你考虑得称周全呢 我们都还没想要这么干呢 你这小子真是天生的坏配子 不过 不得不说 给我们提供了一下思路啊 当然 也让万族多了一份警惕 是的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通过列天榜来交谈 因为这些家伙可能会篡改他们的话语 导致双方聊的东西 根本和他们想说的截然不同 他们正想着呢 下一刻苏语突然暗骂 哎 魔族什么意思啊 十里天地悬光换取摩多纳的性命 摩多纳正不值钱吗 安静 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魔族负责接洽的强者此刻发话了 苏语 你什么意思 嗯 三十里 牛头不对马嘴巴 下一刻魔族强者愤怒说道 列天阁 你们什么意思 这一刻 列天阁的总部一位为长老那个茫然呢 他们迅速的喝道 什么情况 撤 一位位面具人开始查询了 下一刻有面具人低声说道 长老 没任何问题 这 苏语应该不会看错 都是直接连通的 很快 有长老头大道 他故意的 故意捣乱 故意让万族觉得 我们篡改了记录 就在此刻 苏语再次发话了 啊 试验聊天是否能通畅 那没事了 我都说到了 都看到了 没关系 列天阁长老崩溃了 下一刻直接发话 苏语 渠道来传音的 可是很少用并不代表不用 比如说现在 比如陷入一些绝地 比如在一些传音符无法传递的时候 列天榜大部分时间都是能做到贯通的 少部分的地方才做到联系不到被屏蔽 总之在诸天战场除了星雨府邸那些极少的区域 其他的地方都能接受到列天榜的讯息 收费可是很贵的哟 这次被苏语这么一弄 也许接下来这项业务将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吧 苏语笑了笑 也不在意 万古信誉吗 信誉值钱吗 先交两百旅天地玄光给牛府长 我收到东西再谈 这一刻牛百道也说话了 小子 给那么多东西给我 我怕我回不去啊 半道上被人截杀 要不我找个无敌先存着 但是找无敌 那就得收取一定的费用 是不是 苏语真是无语了 你可真行 还找无敌来保存 你找谁 找大明王 两百旅天地玄光 你就这样了 那待会儿还怎么谈啊 一千四百二十一集 苏语也懒得多说什么 不接这话茬了 他直接说道 客族这边 我也懒得多说了 不就是想让我不再杀戮死灵吗 让这城池开启吗 可以 日月九重 九百旅天地玄光 八重八百 以此类推 价格不贵哦 卖尸体和这价格差不多 天才的话 天榜排名算 排名第一的一千 第二九百 前十之后呢 按照一百来算吧 排名前十之后的不值钱 一百旅换一个吧 能答应呢 咱们就做 不答应 就算 另外 没有办法单做买买用 要做 只能各族都答应 都统一 我愿意放人 古城封闭 却是一体的 或者你们可以试一试 走户成河 走出去 算你们命大 你们害我不得不转换成活死人 实力不再有任何的提升 死气即将攻入我心脏 即将彻底化为死灵 想让我放过你们 就这要求 其他的 不用多谈了 反正我即将成为死灵 被死灵君主亲自转换成居民的 我活不了多久 此话一出 前面不说了 最后一句让人极为震撼 下一刻 列天阁的人直接迅速地发话 你被死灵君主转换的 对 星月君主亲自转换的 无声啊 这可外面牛百道 脸都变了 何止他 凡是看到这消息的人 脸色都极其复杂 很多人不懂 可一些日月顶级的强者 一些无敌 都是知道大体上一些情况的 居民转换 负责转换的死灵实力 一般都是和自身对等的 苏语一个灵云 却是被无敌转换的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着这个家伙 潜力惊人呢 代表着死灵君主看上他了 想快速地腐蚀他 让他转换成死灵 他死定了 难怪他彻底破罐子破摔呢 至于真假 大概率是真的 苏语知道的东西不多 他说被死灵君主转换 可能真的概率很大 因为说假话 他都未必知道怎么扯谎 这一刻 牛百道心情复杂到了极点 他马上写道 苏语 你是真的被死灵君主转换的 嗯 没心情用什么秘语 之前给猎天阁找点麻烦罢了 此刻 牛百道心情复杂 他以为苏语有希望逆转的 因为他很天才 哪怕他被日月死灵转换 他都觉得苏语还有希望 可是日月和无敌不一样啊 苏语居然被无敌盯上了 被无敌死灵转换了 如此一来 他死亡的时间不会太久 城门口一位位天才脸色复杂 一方面是震撼于苏语的天赋 被死灵界的君主看上了 这恐怕是第一个 要知道 连城主大概率都是日月巅峰的 死灵负责转换的 极少数是死灵君主亲自负责转换 而苏语 他可才凌云呢 城主都是日月九重 另外一方面 也说不出是惋惜呢 还是轻松呢 苏语死定了 是真的死定了 他被无敌盯上了 活不久了 至于苏语先前的报价 此刻倒是没几个去想这些 这一次 他们从苏语这儿 知道了一个绝密的消息 这个消息对万族而言都是好事 对人族 对牛百道 却是重重一击啊 苏语 那是真的再也回不来了 这一刻城外 秦昊朱广深扭百道这群人纷纷沉默 被无敌死灵亲自转换 哪怕无敌 大概率也没办法拯救苏语了 哀叹 惋惜 无奈悲伤愤怒 种种情绪激荡在身上 却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下一刻牛百道叹息一声 不用换了 苏语 我换了 能杀几个杀几个 他们到这个地步了 再多的资源有什么用啊 我支持你 你想办法拖着这帮家伙给你陪葬 至于其他各族无敌前来 我族也有无敌 哪怕你死了 也会有人给你陪葬 老牛心里想换什么换不换了 原本还想着苏语只是被转换 还是有机会的 可现在 没了 人都没了 给资源给谁用啊 托人陪葬去吧 此话一出 城中那些个天才 强者们纷纷变了颜色 而苏语也是无语 干嘛呀这是 老牛这个语气一付 我换了资源也没啥用 还是放弃吧 弄死一个算一个的态度 这我觉得我还能抢救一下 我没觉得我会死 真的 不想换 我就不来了 又弄死不了太多 真的能换取一大笔资源 看着也好啊 何况 无敌死灵转换 转换速度也没我逆转的速度 快好吗 而这个时候 各族强者那心性极其复杂 对啊 苏语都要死了 他亲人朋友不多 换取那么多资源干嘛 很快 有强族强者发话了 牛百道 你休要故意说此话 苏语 你未必会死 我作有记载 成为居民 也是有办法摆脱死气腐蚀的 只要进入星雨府邸 一直不出来 切断死气来源 就有很大的机会 摆脱死气腐蚀 牛百道的话语带着愤怒 别听他扯淡 星雨府邸开启 一个月后必须出来 不出来 就永远葬生在星雨府邸当中 没有人 一个月后不出来的 还能再次出现在 出天万界 一个月的时间 你可能都彻底死了 原本牛百道是来和谈的 但是这会儿 他一个劲地让苏语别谈了 杀人了事 万族的强者都有一些抓狂了 靠 你是来谈和的 你自己说的 你说你要规劝苏语的 现在苏语有心要谈 你却是一个劲的阻拦 万族强者都是郁闷无比 此刻他们还得安慰苏语 你还是有希望的 别绝望 不然人绝望了 还在乎资源吗 苏语 考虑一下你父亲 你真要死了 你父亲怎么办 为你父亲留下一大笔资源 让你父亲强大 也是一种寄托 苏语 我知道你很尽恩情 你的老师 你的师祖 他们都在等你回归啊 苏语 兑换大量的天元气 一直泡在天元气中 是可以延缓死气腐蚀的 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也是你人族的古话 真要是继续封城 那城中那些人 你也杀不了几位 是这无敌来了 你人族无敌可能会捣乱 然后呢 你人族无敌能来几位啊 你自己知道 就算死了一些 大部分人都会活着出来 你什么都得不到 苏语 好好考虑一下 神族 魔族 仙族 龙族 这些个强族 都在规劝 安慰苏语 不会死得那么快的 还有希望的 他们觉得 得给苏语一些希望 牛百道这老混蛋 居然觉得苏语 没希望了 他们觉得苏语 还是可以拯救一下自己的 当一个人 没了任何希望 那不跟疯了 有什么区别 这一次 连猎天阁这边 都有人说话了 我查询了一下上古资料 的确有希望摆脱的 那位行悦君主 只要死了 你就可以摆脱了 一般人转换 死灵死了 还有下一个死灵阶上 君主转换 已经到了最高级 杀了君主 你就可以解脱了 看看 我们大家都在给你想办法 你还是别想着放弃了 苏语 此刻都有一些呆滞了 窝了个去 不知道的还以为 你们和我是一伙的呢 牛百道才是坏人 苏语无语 沉默了一阵 好不想死 开条件 你们怎么说 二十二级 安静 这个时候 他们才算了一下账 比如魔族 两位日月后期 一个摩多纳 日月后期那两位 一个八重 一个七重 那就是一千五百缕 摩多纳价值一千缕 苏语没了 摩多纳又是第一了 那这么说 单魔族就得两千五百缕天地悬光啊 开什么玩笑 这个价格高到吓人了 其他族可能少一点 但是日月后期的那么多 十六位加上那些个天才算下来 总共得给苏语提供上万缕天地悬光了 疯了差不多 苏语 天地悬光 对你帮助没那么大 不如换成天元器 我们可以为你提供一些天元器 缓解死气侵袭 不需要 我只要天地悬光 或者其他宝物 拿到手 自然可以找猎天格换取天元器 猎天格难道不换吗 猎天格的尽管没说话 但是意思也很明确 肯定坏呢 苏语 他们就算自己离开 也能活下大半 真正有危险的没几位 何况 你持续杀戮死灵 迟早会被发现的 苏语 总共给你三百缕天地悬光 你不再杀戮就可以 三百缕足够一位修者奋斗一生了 我们谈的可是天地悬光 不是元器业 苏语能不能别这么疯狂 太高了 这个价格各族拿出来都心疼啊 相当于神族被骗一次 好吧 这有一些伤口撒盐了 神族到现在还在滴血呢 牛百道说 苏语 不要换 继续杀戮子灵 你反正快死了 哪怕被发现了 要多杀掉一些死灵困住他们 这一刻 老牛再次发话 苏语无语了 这老牛什么意思啊 巴不得我死啊 我就那么一说 你这是对我绝望了呀 万族都希望我别死 唯独牛百道 你真不是个人 苏语沉思的一阵 这样吧 城内的家伙 之前都带了大量的资源过来 凑集五千旅的天地悬光和宝物 我就不再杀戮 也不需要牛府长接收资源了 也为了牛府长的安全 做个保障 最后的要求 否则 这些人死在城里 也许什么都带不出去 人还死了 好吧 答应还是不答应 自己看着办 我只说到这儿 两天半后 派人将东西送到 一百八十号谷屋门口 我会去取 你们可以试试 能不能击杀我 东西拿到了 我会放弃杀戮 否则 你们继续熬着 这话说完 苏语的分身 丢下了分榜 迅速消失了 神闻一闪而逝 有日月眼神捕捉 结果那枚神闻 瞬间隐身逃顿 那是阴子神闻 最合适干这事了 眨眼之间神闻消失 很快几位日月冲来 苏语已不见了 神闻也找不到了 几个日月心中 暗骂一声啊 这家伙跑得倒快 还是只能确定 大体的方位 就在三环内 可他们 没那么多时间 去找人了 五千旅 城内的人 能拿得出来吗 能 此刻这些个天才 和日月 倒是有心要换 可是资源不是他们的 是族中给的 当然 真的到了 必死无疑的时候 族中的资源 也能放弃 没什么比活着更好 丢了资源 他们回到族中 会受到责罚 但是好歹他能活着 此刻求生欲都起来了 这些个日月和天才们 迅速地汇聚在一起 尽管彼此没有说话 但是都起了这个心思 两天半以后 他们愿意交出资源 换取一条生路 至于外界强者 答不答应 关我屁事啊 有些人巴不得他们死 哪怕神魔 也有一些隔阂的 摩多纳这些人 岂是不遭别人妒忌的 想他们死的本族 不是没有 那些个日月后期 在神魔界狱 也是一方霸主啊 他们死了 自然有人乐得 接收他们的一切 换 尽管他们没有说话 可是彼此都露出了 这样的神情 绝对要换 五千旅 是个天文数字 可是各家凑一凑 也没什么 城外 牛百道 跺着脚发怒 哎呀 你个傻小子 你都活不长了 还换取这些个资源干嘛 都不知道便宜了谁 哎呀 这傻小子 就该拖着他们 一起去死啊 秦浩他们看着他 有些无语 苏语好歹 还有点求生欲望 您老还真不客气啊 巴不得他和那些家伙 拼死算了 牛百道一脸的无奈 他传音说道 看什么看 不表示得强硬一点 万座那边 哪那么容易妥协啊 这小子 既然想求存 那也许还有希望 老夫现在表现一下 怎么了 就他那态度强硬的 要求苏语 拖着那些人去死 苏语算是彻底废了 这些人哪能甘心 本族强者和天才啊 为了一个废掉的苏语陪葬 如此一来 对方才能答应好不好 五千旅天地悬光 牛百道都眩晕了 可是真敢含价啊 别看他张口几十万 那都是扯淡 真的要那么多的话 人家无敌还不如亲自来试试看呢 人族无敌 人族无敌未必会来啊 现在边境还紧张着呢 条件谈完了 接下来就是等 也是在消磨那些个日月和天才的耐心了 让他们受伤 让他们焦急 让他们看到希望 舍不得去送死 否则的话 这些人自己拿不出那么多东西 外面的人舍不得花钱来援救 那就什么都没了 苏语说得好听 等人死了 可以弄到所有东西 哼 想太多了 除非被秒杀 否则真的要死 谁会把自己的好东西留给别人 真正的强者死了 你也别想在他身上捞到一毛钱 尸骨炸了都不给你 五千吕天地悬光 是苏语自己衡量的一个标准 各家凑一凑是能拿出来的 这一次 几大家族起码带了两千吕价值左右的宝物 但是神族大概没了 魔族龙族可能还有 至于其他几家 看上次拍卖就知道 到了一千都没人出价了 所以苏语给了一个五千的标准 几家能拿出来 但是拿出来了大概也都空了 差不多是薅光了他们的 至于猎天阁的白衣 带没带那么多宝物就难说了 因为猎天阁神秘 可能随时会有人送东西来 苏语要做的就是薅光他们的羊毛 至于杀人 嗯 杀人不是目的 这些人是强 但是没成无敌 说实话 不成无敌杀了都没意义 而且苏语笃信自己 能比他们更早成就无敌 虽然他现在是个活死人 那有什么 他还没完全发力呢 圆翘逆转 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行啊 现在苏语一天撑死了逆转 各把小时 减缓一下死气的弥漫速度罢了 之所以不快点逆转 废话 干嘛要快点 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名字 从猎天榜上消失了 那他要是再逆转回来 再次出现 大家都觉得自己不会死了 那还有希望啊 那不是麻烦大了 我偏步 我就是要搞到死气萦绕 感觉我快挂了 一个快挂的人 你来杀我呀 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你干嘛 你等我个三五个月后 自己死了 不用付出任何东西不好吗 杀我也许几个日月都不够赔的 这叫策略 真的一天二十四小时逆转 苏语觉得最多三天 他就能逆转回来 但是那个时候 他也许会再次出现在榜单上 而且 苏语现在判断 死气到底覆盖多少 猎天榜会除名 之前他逆转成死灵 为何没有出名呢 现在成了居民了被除名了 那自己全部逆转回来 是不是也不会出现在榜单之上 这一切 都需要苏语自己去实验 但是他现在不想这么做 一旦真的冒出名字了 那怎么办 那吴迪还不得再次杀过来 这都不死啊 都再次在榜单上出现了 那这个苏语的威胁 比之前大了呀 1423集 从此以后 我就是半个死流 嗯 很好 对一个绝望的人 绝路上的人 谁愿意一直逼迫下去呢 我出现的时候死气环绕 眼看着没几天活头了 你愿意和我拼到底 厮杀到底吗 那多不值啊 果然呢 混万界还是需要脑子的 搁在陈浩那小子身上 那家伙大概早都已经迫不及待地证明 我还活着 我还有救 马上就可以逆转了 哼 放我 我才不会呢 五千旅 不知道能不能拿到手呢 若是拿到手了 不知道多少天地悬光 多少其他宝物呢 上次是两千三百旅 大部分都是其他宝物 真正的天地悬光也就五百旅 这一次 不知道有多少的天地悬光呢 苏宇倒是不太在意 用宝物来顶替 毕竟天地悬光也就是在住身的时候效果还不错 灵云九遍山海河峭 日月壮大 其实效果就一般了 她在心中盘算着 又想着如何顺利拿走东西 很快苏宇有了决定 将小毛球弄出来 毛球打了个哈仙 有一些不乐意地说道 你想想的 你都臭了 你一只海洗洗啊 好臭 一只海当中 也有一些死气弥漫 当然了 覆盖的不多 毛球现在就躲在 没被覆盖的地方 她觉得很臭 很郁闷 很委屈 她睡觉的地方变臭了 现在她只是趴在神闻上 闻闻神闻的味道 才能睡觉 你光知道睡觉 就知道吃 我养你干嘛 厅长 两天以后你出去 去给我取一个储物戒指 盘点一下里面的东西 看看有没有陷阱 然后自己找个古物躲起来 啊 毛球的眼中露出了害怕 我一个球去吗 她怕怕的 毕竟一球前往 她有一些孤单呢 废话 就你 我得躲起来 震慑他们呀 我要是出去了 这些家伙 你觉得他们会愿意 被我剥削 我不出去 他们才不会动手 哪怕看到你 他们也不会动手 何况看到了 要是真的动手了 打死你了 你家大的来了 也许还不错哟 小毛球好像知道她的心思 打了个滚没说话 抱着一枚神文回去睡觉了 想想的天天就想打死我 大家又不一定会来 肯定是睡着了 睡糊涂了 小毛球回去睡觉了 苏语盘算了一下 心中寻思着要不要撕票呢 想了想 算了吧 真撕了票 那接下来那些个大族 必然没完没了地找他麻烦 这并不符合他低调的想法 接下来呢 他要低调一段时间 为了主身准备 放他们走 然后他们出去 自己继续杀死灵 继续封城 让自己成为这城内唯一的活人 啊不 还有个活球 啊不 好像还有一堆活土 对 困死浮土灵吧 这个家伙还没出来 按照浮土灵说的话 他能保持一个月 一个月后封印散去 对 这个家伙现在还被封印之中 他走不了的 苏语暗暗地想着 五行族这一次也带不走他 城中倒是有两位五行族强者 可是他们开不了门 那可就不能怪我了 那接下来就这么办咯 三天杀一次 三天杀一次 整个古城成为我一个人的地盘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啊对了 还有个黑魔呢 对了 这个家伙在 我很难控制整个古城啊 他不在的话 我可以一直封城啊 苏语皱眉呀 黑魔很强的 哪怕他好像是受了伤了 可是这个家伙强大的可怕 他是日月九重啊 又有城主令加持 好像还有别的手段 苏语根本对付不了他 他一旦伤势好了 会来找我麻烦的吧 至于城中的其他居民 苏语倒是不太在意 山海都少 日月几乎没有 就算有 撑死也是初期 他不怕日月初期的 如今苏语的实力 再住身一段时间 吞噬精血 他都可以有希望 打日月初期了 按照之前秦放说的话 日月初期弱小的 也就三五十万桥之力 苏语现在住身一次 提升的可是极强啊 打日月初期 再住身一些次数 应该是够了的 盘算好了这一切 苏语继续住身 同时也在等待时间 等待那些家伙有个结论 给自己好处 可惜啊 猎天阁的分榜带监控的 否则自己倒是 可以一直持有 那个东西还是不错的哟 而这一刻外界 各族在商讨 到底给还是不给 五千旅啊 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但是分摊下来 又不算特别多 大家还是拿得起的 而且他们不给 城内的这些家伙 会不给吗 要不让吴迪王者再来试试 废话 你去喊啊 吴迪宁愿付出一点代价 也不愿意再次过来 除非苏语真的油烟不尽 他既然答应了弹劾 跟一家付出一些 十家平摊 五百旅天地悬光 你让吴迪去冒生命危险 想什么呢 真以为吴迪是你孙子 想让人家来就来 到了绝路 吴迪不忍心放弃 那来了还有希望 可不到绝路 付出的代价虽然大 但是严格说起来 还是值得的 吴迪必然不会再来的 古城现在算是禁忌了 除非做好了 全族出战的准备 击杀三十六尊石雕 还有不知道多少尊 死灵君主 那起码得出双倍的无敌 二打一 这样损失才是最小的 不然的话 哪怕六十对五十万族 这边不死一半都难拿下来 谁愿意付出 这么大的代价呢 古城可是比仁族难打多了 有这实力 你直接打仁族去得了 何必打万事不管的古城呢 而且古城的石雕 实力都非常强悍 现在都不动弹 一旦石雕不再是石雕 也许就倒了大霉了 众人很快有了决定 联系一下吴迪 吴迪也默认了 换 让城内的家伙自己决定吧 至于付出多少东西 出来了 现在没钱付的 出来再付 比如神族 人家没钱了 得借 不借的话 他们又付不起 说起这事 城外 这些个神族强者 又和城内沟通了一下 城内 还是没有得出什么结论 倒是列天阁这边 给了他们一个 不一定准确的答案 这上古尸体大概率现在是尸体 之前想着死气腐蚀难以伪装 现在想想其实有答案了 而现在的尸体日月八重 其实神族也想到了 最近死去的日月八重天异神族就死在了人静 下龙五杀的 那这么说 这个尸体十有八九就是假的了 就是死去的几位天异神族强者其中一位 一具现代的日月八重尸体 还没了精血 加上还是自己的族人 几乎就是安葬的命了 神族也不可能此刻再把尸体如何了 否则的话 天异神族得造反啊 那这么说 两千三百旅天地玄光就买了一枚日月神文啊 外加一柄上古天兵 好吧 消息又很快传出了 上古天兵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城内 战无双收到了来自城外的消息 很快取出了一柄上古长弓 一百多道名文 战无双眼神变换不定 他其实更想相信这兵器是真的上古天兵 还是天兵中等 这样一来的话损失也会小一些 可是此刻外面传来消息让他绝望 白衣这个时候也在和猎天阁沟通 很快他说道 战无双 你可以试试用元气强行震荡名文看看 战无双宁眉冷冷说道 这要是真的上古天兵 现在脆弱 断了名文怎么办 一旁玄无极嘲讽着说道 还抱有希望呢 苏语会给你真的上古天兵 你做梦呢 一千四百二十四级 战无双还不死心 觉得这是真的 这大概也是他最后的挣扎了 战无双无言以对 不错是真的话 苏语会给他吗 可是他真的太崩溃了 下一刻他咬着牙元气爆发 咔嚓一声 一道道名文断裂 那是苏语制造的假名文 真的是上古鱼叉 只有九十七道名文 此刻其他的名文全部断裂 消散 露出了真正的那九十七道名文 还算不错 上古地兵 上古地兵 一柄残破的上古地兵 加上一具没用的尸体 外加一枚神文 骗了他两千三百缕天地悬光 而这次出去 按照人头算 日月二十二位天才十六位 总共三十八位军摊这五千缕天地悬光啊 神族有三个人 需要付出四百缕天地悬光 算下来 这次一共用了两千七百缕天地悬光 就换来这么些东西啊 而且所有人此刻都被死气腐蚀的厉害 元气骄傲严重 出去之后还得疗伤许久 又得耗费不少宝物 这前前后后 神族损失得最为惨重 战无双心态都崩了 第一次办这么大的事 结果办了个一塌糊涂 而且还连累了神族无敌受伤 神族那位白毛神王受伤可不轻啊 现在又得劳烦神族来弹劾来救援 这一次 这些个天才栽的都厉害 他战无双栽的最狠 握着那柄上古地兵 他想捏爆这玩意儿 他整个人都抑郁了 在战无双他们一次一次地挣扎 一次一次地崩溃中 两天半过去了 而此刻的苏语已完成了四十八柱 消耗更大了 而且时间也更长了 从三十柱开始到现在完成了十八柱 消耗了天地悬光三百四十吕 最后的四十八柱也消耗了悬光三十二吕 消耗越来越大了 此刻苏语还剩下了一百六十吕 按照这个消耗 大概只能完成四柱 五柱大概都不够 全部消耗完 苏语能进五十二柱 而剩下的二十柱 按照这个消耗水平 到五十二柱起码四十吕 越往上越多 到七十二柱 不消耗给一千吕肯定不够 算下来完成助身需要一千五百柱天地悬光 都不算前面的 苏语之前骗的倒是够用 只是很多资源不是悬光 接下来给自己五千柱的话 那最少也有一千柱是天地悬光吧 苏语判断了一下这应该是有的 所以完成助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主要还有九变的需要顶级的一变宝物 奠定基础 他还需要有一百四十四个翘穴 被夏龙五的刀器电击了 进入一变的状态 还没彻底完成呢 可是剩下的翘穴呢 五行灵果应该可以 也是宝物 不知道能不能把剩下的翘穴填充满呢 彻底完成一次元气一变 苏语心里盘算着 多给点元气一变的宝物啊 如此一来自己就能完成元气一变了 至于进不进山海 这个嘛再说了 真的到了陵云九重 苏语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强了 这一次总的来说是赚大了的 赚的很多很多 一次性赚够了他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消耗 否则的话 他这种顶级天才需要消耗的东西 没有无敌之耻 肯定养活不了的 摩多纳那些天才背后谁没有无敌之耻啊 天才也得靠资源堆啊 要不然的话光靠你自己吸收啊 倒是可以 但是时间呢 消耗个百年千年万年 那个时候 黄花菜都凉了 天才就得拿钱砸 砸到砸不动的时候 在某个境界 比如日约九重卡住了 给你更多的时间去积累 去突破无敌 资源消耗多少 那都是为了让他们节省时间的 而苏语彻底贯彻了这一点 靠着无数的资源硬生生地往上砸了 省去了无数的时间 他一年的时间啊 从开源砸到了肉身能打爆山海七重的地步 人家修炼到山海七重要耗费百年 他苏语只用了一年啊 什么是差距 这就是差距 还算可以 苏语松了口气 助身完成就行了 其他的再看吧 完成助身 他实力会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无敌不讲究俏学之力 但是无敌之下还是讲的 日月啊 还只是准无敌才涉及到一些时光啊 三世身啊 这些个理念 在这之前 都是为了强大自己 哪怕自己不能战无敌 也要在肉身阶段 迅速达到能一拳打死日月九重的地步 如此一来才算是真正的站稳了脚跟 若是能成为城主 在城内可以匹敌无敌 那就足够了 起码是一个极强战力啊 也能称霸一方 和这黑魔一样 在古城里面嚣张一下 哪怕无敌来了 也可以不给面子 当然 黑魔胆子小 还是给了面子的 到时间了 苏宇梅出去 再次喊出不情不愿的毛球 行就 别装死 去 一百八招古物钱取东西 然后核对数量 价值 如果是没问题 我让一坨死灵跟着你 没问题 你就不用动 有问题 你就打死死灵 再次封城 有问题 我打死死灵 他们就会打死我的 都有问题了 显然是不想交易了 不打死球才怪了 树柜险中球 不冒险怎么能行 我一直在冒险 而你一直在睡觉 你说 公不公平 你也没少吃我东西 让你办点事 怎么那么拖拖拉拉的 你可以让神文 变成傀儡 去哪呀 毛球也不傻 苏宇可以用神文分身 苏宇没好气的 你傻不傻 神文被人捕捉到了 就能追踪到我 而你被抓到了 他们又抓不到我 你一出去 我就换地方 你被抓了 也出卖不了我 好有道理 无法反驳 那真要我去哪吗 你去不去 你不去 你就自己走人 我不收留你了 你光知道吃 啥也没有用 我养你干嘛 养你是干活的 不是光吃饭的 我叫走球 不叫走人 碰的一拳 苏宇砸飞了他 这小家伙学会顶嘴了 杠精一个 走你妹的球啊 不干活一概不要 养小毛球养妖兽 那都是为了干活的 这些家伙 这次没起到啥作用 谁也打不过 谁也杀不了 现在跑腿都还一堆废话 小毛球从墙上滑落下来 也不是太在意 他心中暗暗发狠 你逼本乔去的 我去了 拿到了东西 先吃个饱再说 然后就说 人家就给了那么多 我太操命了 按照人族的话说 这叫 见过拔马 小毛球 也不再讨价还价了 自己打开了屋门 哗啦一下地消失在空中 瞬间消失 这个家伙和神文一样 神文怎么飞怎么隐藏 他就怎么飞怎么隐藏的 苏语一度觉得 这个家伙其实就是一枚神文 一枚吞噬神文 而此刻 一百八十号古屋前 摩多娜将东西放下 退走了一段距离喝道 苏语 东西我们放下了 很快城门即将开启 希望你不要言而无信 否则 真到了那时候 唯有鱼死网破 你们走远点 一声稚嫩的声音传了过来 这一刻四周围 一接潜伏的强者心里一惊啊 什么情况 谁来了 不是苏语吗 这城内还有活人啊 不对 还有一个浮土林 这个没办法 五行族这边都没办法 只能等之后来解救了 按照他们的想法 这次城门开启 就不会被封闭 这些时日 再来人接引吧 百二十五集 小毛球很快又喊道 那个白面具坏人 快点走 不然我就不去拿东西 所以就不给你们走了 到了时间 他就要杀死灵了 远处白衣 眼神闪烁 这是什么 他的眼中神光爆发 朝一个方向看去 一个若隐若现的玩意儿出现了 一个球 这是什么 球 这是神灵 白衣想着 这个不太熟悉啊 他迅速地在书册上勾勒着 让我走 是不想被自己捕捉气息 输入猎天榜中 这难道也是天才 这是什么神灵啊 我居然没见过 与此同时 猎天阁中 一群长老都没离开过 当白衣的信息传递过来 当他们看清楚那东西 看到那个球 光当一下 几位长老手中的茶杯 全都掉下来 这 一位无面长老震撼说道 这 这是跟着苏语的生灵 这 这你们熟悉吗 熟 熟悉 有长老颤抖着 当然熟悉了 我去 苏语身上还带着这个 不对啊 他什么时候 和这一族搅和上了 是神 是那位的后裔 哪位啊 有的长老不熟悉情况 下一刻 有人颤抖说道 还能哪位 还记得三百多年前 大明王和神族 落日神王交手 落日神王 忽然暴毙之势吗 此话一出 瞬间引起了大家的回忆 一个一个都面露骇然之色 世神古族 神秘无比的世神古族 最喜欢吃神文的古族 三百多年前 大明王和神族 一位神王交战 那位也是无敌境的文明师 是真的无敌境的文明师 人族没有 并不代表万族没有 那位是彻头彻尾的文明师啊 强大无比 和大明王交手 不落下风的 然后 没有然后了 一个球一闪而逝 而后霞光映射数千里 那位就没了 一只海之间没了 被那位一闪而逝的球给吞了 这大概是几百年来 死得最憋屈 死得最凄惨 死得最莫名其妙的一位无敌了 你确定是那位的后裔 确定 一模一样 世神古族 上古有记载吗 有 三百多年前 罗日神王死了 我们就查过资料 根据资料 找到了一些上古时代 短暂的记载 这世神古族 在上古时代就存在 而且那时候数量就很少 实力 确实可怕 对我名师爷脉极其克制 当然 这一族 有记载 很短小 和上古多神文一脉 关系好像有些复杂 多神文一系 对 古旗记载的 这一族 和多神文有点关系 上古那位 世神古皇 和一位多神文系 强者关系肥浅 那位多神文强者 曾以自身神文 喂养过对方 当然了 这只是一些短小的记载 没有细说 现在 这一族居然 又和多神文系的苏语 纠缠到一起了 他们怎么纠缠到一起的 是苏语自己养的 收服的 还是和多神文系有关呢 这一族 数量稀少 现在有多少都难说呀 怎么会和苏语在一起呢 这些个长老非常意外 当然 也有一些小小的畏惧 这一族 那位无敌太强了 太可怕了 他直接把神王给吞了 事后 神族都没去找茬 不知道是没找到呢 还是其他的原因 反正没听说 神族和世神古族有交战 世神古族居然也出来了 真是麻烦 让白衣距离他远点 暂时不要捕捉他的气息 来日方长 我一直跟着苏语 可能之前都在跟着梅现身 难怪一直没人发现呢 很快 猎天阁有了回复 让白衣不用现在去捕捉他的气息 别惊到了对方 容易引出一些麻烦 而古城当中 各方强者也是意外无比 一个新的生灵 或者说是新的种族 当然 神族几位强者 除了战无双 其他两位日月 都有一些虎仪 有一些不确定 也都有一些惊悚的 看向毛球 好像有些眼熟 或者说是有些印象 毛毛的 长得和球一样 速度极快 可以隐身 若隐若现 气息微弱 几乎察觉不到 很快两位日月对视一眼 忍不住就是一阵的恐惧啊 而战无双则是好奇地 看着小毛球 那是什么 苏语居然还养了个宠物 下一刻 身边的日月 直接拉住他传音说道 走 门一开 马上离开 还有 回去通知神剑 不要再派人来此地 为何 苏语还在城内 他骗了我们这么多东西 无双 回去之后 哪怕告诉神王 神王也不会再允许你过来 听懂了吗 和这小毛球有关吗 他再没说什么 也许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东西 而此刻 有一些日月高虫 也隐约记起点的什么 心中骇然的 世神古族 对 世神 是吞噬了一位神王的世神古族啊 不是没人杀过无敌 多了 大夏王 大秦王都杀过无敌 人族还死了不少无敌呢 自然也是被人杀的 可是没有哪位无敌死的和那次一样凄惨 一样无奈 就那么一闪而逝 就 就没了 尸体还在 但一直还空了 而尸体 自然是被某位在场 吓得颤抖的家伙给捡走了 当时远处看到的 也有一些人 消息传了出来 至于某位捡走尸体的家伙 那是一言不发的 生怕别人知道他捡走了尸体 当然事后对方不承认 但是那位落日神王的尸体 绝对被大明王捡走了 这大概是 到现在为止 保存的最完整的一具尸体 至于为什么没有吞噬大明王 可能对方吃饱了吧 也可能是大明王长得太丑了 这个就不好说了 所以大明王第一眼看到那毛球的时候 有点眼熟啊 他就想起了当年的事 提醒了朱天道几句 让苏宇不要带着这玩意儿来朱天战场 就是怕引出那个家伙呀 一些日月高虫 迅速地朝城门口飞去 带着那些 有一些不解的天才 那些年轻人懂什么 三百多年前 这事传遍了朱天 谁不惊恐 现在 大家是遗忘了而已 如今世神古族再次出现 哪怕看起来不是那头 哪怕看起来很弱 大家也不愿意轻易地 去招惹他 真的把那头吞噬 落日神王的家伙给引出来 那可怎么办 而小毛球很顺利地拿到了储物界 检查了一下 数了数 有一些不实数 他耐生耐气的 列天格道 一千两百条玄光 再加上八百滴玄黄叶 再加上好多果子 是多少钱 白衣迅速说道 天地玄光和日月玄黄叶 加在一起价值三千六百缕天地玄光 另外 一棵龙穴果树 抵价三百滴日月玄黄叶 就是九百缕天地玄光 总共四千五百缕 还有五颗魔神果 抵价三百缕天地玄光 剩下的二百缕 用日月精血抵价 价格是足够的 小毛球点了点球身 好吧 赞你们试一下 居然没找茶 我走了 本球也怕 他迅速地带走了储物界 很快消失在原地 没一会儿 一间谷物被他打开 他躲到了屋子里 众人探查了一下 猜到了 苏语大概不在哪儿 不知道在哪儿躲着呢 好阴险的家伙呀 没过多久 古城城门开始震荡 死气开始消散 城中日月死灵 还是迟迟找不到凶手 很快退去 而城门 瞬间开启了 一千四百二十六集 这一刻 这一刻 古城都是我说了 城主府的后殿 兴月再次浮现 他看向苏语淡淡地说道 这家伙 一个劲儿的杀戮死灵可不行 以后都是同僚 再杀下去 就要触怒我麾下的死灵将军了 石雕没有理会 兴月 他心里头 却表示满意 嗯 杀得不错 挺好的 正常情况之下 古城的居民杀戮死灵也不行的 兴月非要亲自转换苏语 这下可好 带着兴月的死气气息 死灵根本就奈何不了苏语 如此一来 这样的居民 才符合石雕的标准 活着就是镇守者 这才是真正的居民的作用 古城呢 就是镇守死灵的 死了 再成为死灵 再被居民镇守 再次封城了 苏语这一次走出了古屋 尽管城中已经没有什么活人了 但是 他还是逆转成了死灵 伪装 没有别的 城中还有个黑魔呢嘛 那家伙大概 也是恨不得要弄死自己呢 小心无大错嘛 伪装了再说呗 此刻的苏语 游荡在空空荡荡的街道上 这才有那么一点 天高任鸟飞的爽快之感 这偌大的古城 若不是有黑魔那家伙存在 这古城就是自己的了 可惜也可惜 弄到现在不得不伪装一下 以防被黑魔发现 干掉自己 那可就亏大了 嗯 舒服 死气 一散的街道之上 对他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苏语的心情非常好 一路走着 时不时地摸一摸 那些弱小的死灵 一副将军 慰问麾下将士的感觉 可惜死灵没有衣服 要不然的话苏语还给他们整一整衣领呢 显示一下自己是多么的和蔼可亲 星红古城 非常好的古城 这地方真好 苏语不是第一次感慨了 他觉得自己可能还得感慨很多次吧 他没有着急去找毛球 他去了城主府 此刻城主府依旧封闭 黑魔没有出来 城主府中那些个守卫 也一个都没有出来 不知道是死光了还是怎么样 大概率死了不少人呢 之前有准无敌死灵闯入 准备击杀黑魔 大战了一场 黑魔自己都重伤了 何况那些个守卫呢 苏语看了一阵 城主府当中极极的静 都在疗伤呢 他判断了一下 黑魔绝对被死器腐蚀了不少 搞不好可能都转换成死灵了 对方现在不开门 他也没办法进入城主府 算了 苏语也没有再管他 很快他又朝着城主府外 巡查而去 一环又一环 他不辞辛苦地一间一间的屋子 查看着 看着古城现在有多少居民 大概都是什么实力 内三环有多少 外环有多少 他得掌控古城的一切 要不然的话外人潜入进来 他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呢 就像黑魔 这一次若是他做了人口普查 那就很容易找到苏语 看看 这就是不做人口普查的弊端了 得登记造册 上个户口才行啊 哪怕是居民 也最好给他们发一个身份证 死亡了也得消户啊 果然腰就是腰 一点脑子都没有 苏语发现这些古城城主 很不负责任 连城内多少常住人口 他们都不知道 真是乱来 这样的情况之下 外人来隐藏 当然非常简单 一旦登记记录 包括住的就不许换屋子 如此一来的话 才能杜绝像自己这样的人 随意地躲避进一些屋子当中 导致敌人根本找不着他们 要论起管理水平 人族这边还是非常有一手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作量 一个人很难监管啊 此刻的苏语 那是真的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城的城主了 看着这偌大的城市 他有一些无奈 这古城真的非常大 越往外围地方越大 内三环大概有三千栋屋子 十八环到四环超过了三万间屋子 而外围十八环超过了十万间屋子 这整个古城最少也有十五万以上的房屋 按照一家三口来算的话 这座古城在上古时代 恐怕常住人口得超过五十万以上 说大不算大 说小 但是也绝对不会小 不要和现在的人静城市对比 现在那些个有高楼 而这个古城除了城主府和一些少数屋子是两层的 其他都是独栋啊 哪怕外围的这些个小屋也都是独栋 若是盖他个六层 那常住人口就能突破三百万了 再盖高点 住他个千万人都行 还是可以的 苏宇点评了一下 挺大的一座城市 还不错 但是管理真的不行 他也不太会管理 可是起码他觉得 应该自己比黑魔强吧 真是的 作为城主 怎么能让自己的古城如此之乱呢 你看看 列天阁 朱天万宝楼这些个势力 在这都开设了分布 给钱了吗 就让他们来 得交税 他们在这贩卖消息 经过你的同意了吗 一些神魔强族住地 跟你申请过了吗 乱糟糟 对 列天阁在古城有分布啊 苏宇想到这儿心中危震 四处寻找了一下 很快在二十二环 找到了列天阁的分布 地方可真不小啊 是一栋独栋的小楼 有二层高 占地还挺广 此刻显示屋中有人 是居民 不知道是被居民霸占呢 还是列天阁中有成员 转换成了居民 苏宇倾向于后者 因为作为一个常驻古城的势力 要说没有人转换成居民 那是不可能的 列天阁 这个势力可不是啥好东西 之前苏宇要对方五百地日月精血 最后对方只愿意给两百旅天地悬光 苏宇让牛百道接收之余 有没有拿到 他就不太清楚了 因为他后来没有看列天榜 拿到拿不到 他也不是太在意了 其实还是担心牛百道拿到了 会不会出现危险 两百旅不少了 小心被人盯上 站在列天阁分布的门前 苏宇寻思着 要不进去弄他张分榜看看 然后再和列天阁打打交道 现在被定位也没什么了 当然还是有黑魔的威胁的 苏宇发现黑魔都快成了自己的心病了 若是没有黑魔的话 他压根就不怕列天阁定位 有本事就来 古城你们进来就是了 城内列天阁成员化成居民 难道还有强悍无比的 苏宇才不信呢 真以为日月大白菜呢 列天阁死了 两位日月都快心疼死了 列天阁分布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呢 大概率可能没有 毕竟白衣就在这城内 那家伙也不傻 走的时候 不可能不带走列天阁分布的好东西 苏宇在门口看了一阵 里面肯定是有分榜的 一定可以和外界联系 城中不知道其他居民有没有分榜 这个不好说 古城居民有分榜的概率不大 列天阁一般也只给天才和强者 古城居民既不是天才也不是强者 除了黑魔 嗯 得断了你们的耳目啊 苏宇取出了自己的三环令 直接强行开启了门户 大门动开 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客厅 此刻里面就有一个人 此人戴着白色的面具 看到了苏宇 那面具人叹息一声 开口说道 见过苏大人 我叫玄九 四部之玄部成员之一 星红古城铸成分部部长 直到大人会来 我怠慢了 苏宇看着他 有一些意外 怎么 你知道我会来 我知道 整个古城 有两处可以和外界沟通 一 列天阁分部 一 城主府 城主黑魔大人 也有一份列天分榜 大人再次封城 显然是不想暴露自己的一切 那 拔除掉列天阁分部 那就是必然的了 四百二十七集 苏宇观察了一下 对方实力 说强不强 说弱 也绝对不弱 这是一位山海七重 这样的实力 其实不参合在种族大战 平日里 那都是霸主 苏宇可没当回事 那是因为他接触的层面实在太高 万族无敌他都接触到了 诸天战场的主流 其实还是腾空和凌云呢 山海都并不多 一个山海七重坐镇 算是实力强大了 还在古城之内 一般日月也不会对他动手 这个玄九 见到苏宇看着自己 他再次开口说道 整个分部就我一个 其他的不是死的 就是雇佣来的一些个居民 并不是列天阁成员 正式的成员 只有我一个 他取出了一份分榜 然后很快又取出了一本图册 开口说道 这是列天阁沟通的分榜 以及一些白衣大人留下的库存 都是一些便宜的东西 大人未必看得上 呃 大人可以杀了我 阁中的意思是 希望大人能再次和列天阁建立联系 列天阁以传承为保 未来 绝不会泄露大人行踪 苏宇非常意外 他很快笑了 传承保证 我一个将死之人 用得着你们如此这样吗 还是说 准备等我死了 收了我的遗产 毕竟看起来 我的遗产还是有些的嘛 呃 大人误会了 阁中对大人没有任何恶意 只是大人被死灵君主逆转 阁中希望大人能为列天阁提供一些关于死灵君主 呃 还有关于死灵界死灵族的信息 如今 唯有大人和死灵界接触最深 不是吧 你们那么大的势力没接触过死灵啊 呃 接触过 但是 规则所限 无法了解更多 玄九解释道 这死灵界的通道 也很难开启 都是有上古石雕镇压 他说的上古石雕 苏语倒是来了兴趣 这石雕到底是什么 活的还是死的 还是说 他们只是傀儡 呃 这个 不清楚 但是石雕 确实很强 而且他们是有智慧的 苏语摸着下巴 嗯 有智慧 自己是不是作死过一次啊 在天灭古城 自己可是锤过那石雕的 那石雕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呢 这一次 无敌大战的时候 其实苏语都有一些惊悚了 他没看到什么 也没看到石雕出手 但是他听到了声音 好像是城中的石雕发了话 这才叫惊悚 若真是如此 天灭古城的石雕 也许是活的 且很强 能打无敌的强 而苏语呢 把那石雕给揍了一顿 还拿到了许多的好处 那如此说来 上次给自己穿梭服的 可能不是什么上古机制 而是那石雕咯 那个长着尾巴的石雕 好惊悚啊 我那样打他 他居然还给我好处 这石雕什么情况啊 那要换成是我被人打了 我还给好处 除非对方是我儿子 或是孙子 要不然我干死你 玄九也不知道更多 苏语看了他一眼 玄九再次说道 另外 阁中长老邀请大人成为列天阁成员 代替我成为新红古城 新筑城部长 有的 比如我吧 我每年可以从列天阁 拿到人足价值三万功勋左右的物资 什么都可以的 而另外 列天阁看业绩的 如果分布的业绩要是好了的话 可以拿到总业绩的千分之一作为提成 那一年下来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分布业绩都在千万功勋以上 那是最少的 所以一年下来 我都拿到了接近五万功勋的物资 这是资源上的待遇 另外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强大的功法 获得一些权限 得到一些绝密的消息 以及获得列天阁的一些保护等等 保护 你们有什么保护 你们的人被杀了 我也没见列天阁保护你们 大人误会了 其实列天阁是会为我们提供保护的 只是要和价值对等 如大人这样的天才 要内列天阁会为大人提供绝大的保护 比如上一次玉海平原 就有一位成员获得无敌的保护 亲自出手接引他离开的 苏宇倒是想起了这一场 好像是 微微地挑了挑眉 列天阁具体的部门 职位 等级 怎么划分呢 呃 大人的和列天阁基础不多 否则早就应该知道的 列天阁 有列天四部 东西两阁南北二楼 列天四部呢 是负责收集情报对外交易四部一体的 但是 分天 地 悬 黄 代表不同的实力和不同的地位 等级和列天榜 差不多 还有东西两阁负责探索上股秘密潜入各界 也伪装身份 那么还有南北两楼负责刺杀营救保护等等 分工还算是非常明确 南北两楼的刺杀部门当然也是营救保护部门 算是强大的安保部门了 东西两阁负责大探绝密消息 四部主要是诸天战场活动 哈哈 苏语这下终于大体上懂了列天阁的分布 还有另外在阁主楼主四部部长之下 还有长老日月后期才是长老 哈哈哈哈 另外长老之下还有几等 一等白面 二等黑面 三等彩面 四等半面 你等等 除了白面具还有其他的面具人 苏语心里一想我他妈就见过白面具 还有什么吧 呃大人不一样 大人一来就迅速杀入天榜 所以和大人接触的都是一等白面 包括我也是 在下毕竟是此处分布部长 所以我也是白面 换句话说 一开始苏语接触的 其实就是最上层了 是列天阁的上层 白面 长老 他都没有见过其他面具啊 因为其他面具都非常低等 负负责和苏语交接的都是强者 都是地位较高的白面具 苏语点点头 这下子算是差不多弄懂了对方的机制了 你怎么不跑 你跑了在古城当中取下面具 我也不知道你是列天阁的 你是居民 我更不会失心风杀掉全部居民的 那边玄九低下了头 我 呃 我是 我是列天阁的诚意 而且 近期封城也导致我死气转换过快 我快撑不住了 逃也是死 不逃也是死 不如让我为大人引荐 邀请您 加入列天阁 我也是强死之人 你后请我有什么用 哎 这样 不如你我搏杀一场 咱们试试看 能不能干掉我 干掉我 也许列天阁可能会救你呢 呃 哈哈哈哈 大人您说笑了 哈哈 我没说笑 我不喜欢敌人在我面前装怂 送死 这没意思 列天阁出卖过我 所以我对列天阁是不信任的 也不想和你们打什么交道 不如这样 你让我看看列天阁强者是什么实力 若是你这山海青虫很强 赢了我 我考虑加入 怎么样 他真的想试试自己的战力 此刻苏宇将列天阁大门紧闭 倒也不担心这家伙卖了自己 将自己的位置暴露出来 没什么 大不了我就站在谷屋中闭关好了 现在出卖自己 能来杀自己的也就黑魔了 黑魔在外面守好了呗 玄九却是没有动手 玄九再次说道 我杀不了大人 当然应该是很强的 说是这么说 他的心却觉得真的动手 你未必能杀我 我山海七虫啊 苏宇杀过日月的 但是列天阁知道 他杀日月那是报了夜霸天的神闻 可不是苏宇自己的真本事 苏宇能杀山海二三虫就不错了 撑死了能和山海终其过过手 一千四百二十八级 苏宇笑了 不是是吗 杀了我 我手头上可有价值六七千缕 天地悬光的宝物 无敌斗东心啊 现在门关着呢 就你我两个人在屋里面 杀了我 神不知鬼不觉 城池被封锁 你就说没看到我 那不就完了 玄九那边微微一震 我又不在榜上 生死也没人知晓 不是吗 我要是真的死了 就说我死气 心事而死 谁知道你干的 苏宇继续笑着 就那么看着玄九 玄九是一副任命的态度 要给他杀 苏宇觉得非常无趣 击杀猎天阁的人 很多人都在做 猎天阁不是什么好人 南北二楼是接刺杀任务的 还出卖过苏宇的情报 这些都是大过错 可是来了一个家伙 一副任命的态度 让他杀了算了 这就不是苏宇希望看到的了 因为没有太大的意义 此刻当他说出那些话的时候 玄九抬头鱼 岂有一些急促 他人 我要刻意说辞 我 我怕我忍不住 这样的诱惑好像有点太大了 几千缕天地悬光的宝物啊 真的是太具备诱惑力了 杀了苏宇 也许可以活命 也可以延长死气蔓延的时间 可以让自己强行地进击 可以让自己活下去 这一个个念头 在玄九的脑袋里面闪过了 苏宇看着他 其实非常意外 一个将死之人 还在效忠列天阁 列天阁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 让人来此赴死 这样只谈利益的组织 值得人去赴死效命吗 列天阁让你被我杀掉 是给了你什么好处 再多的好处死了也没用吧 难道是你家人被人控制了 没有 玄九没有家人 这一切都是玄九自愿的 自愿 没错大人 这一切都是玄九自愿的 因为列天阁就是我们的家 你以为我们这些成员是如何发展的 是诸天 万界 天才 教子 不是 我们都是一群被 被遗弃的生灵 我们都来自各个小界 或者是背负着血海深仇 或者是在路边乞讨 差点被冻死 饿死 或者在诸天战场求存 结果差点死去的生灵 大人我们没有靠身 没有背景 有时候吃口饭都难 是列天阁给了我们机会 给了我们生命 让我们可以复仇 可以见识到更加精彩的世界 更宏伟壮阔的诸天万界 可以和天之骄子相提并论 可以见识无敌之风采 这一切 都是列天阁赋予我们的 苏语知道了 原来是这样 列天阁的成员 从源头就是如此来的 下一刻 玄酒低沉说道 苏大人 加入列天阁 你不会后悔的 列天阁 也许可以救你 就在此时 玄酒取下了自己的白面具 露出了面具之后 那张苍白的脸 它不是人族 也不是苏语认识的种族 脸上没有任何的种族特征 没有那双眼睛 有一句特殊带着一些火光 苏大人 选酒来自 火童一族 大人戴上这面具 从此以后便是 列天阁的选酒了 这面具 无敌之下无法探查样貌 可脸习 可与列天阁沟通 配合大人本身的 脸习变化之术 准无敌 看不透您的 若是 有朝一日 大人能成为长老 戴上 长老的面具 那无敌无法探查大人的身份了 这个可以随便抢吗 大人不可以 人在 面具在 人亡 面具碎 当然 我可以主动赠送给大人 列天阁那边 也有备案 列天阁会知道大人的身份 但其他人 不知道 列天阁好东西还真多呀 苏语的心中想着 这白面具 他的确看不透 之前遇到面具人 他现在遇到的 其实也不一样 都一样 除非他们自爆姓名 这还只是白面具呢 若是长老面具呢 难怪列天阁神秘无比呀 也许这些家伙 在现实中都有别的身份 但戴上了面具 谁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那些个长老 连无敌都看不透 他们的样貌和身份 这就非常可怕了 说不定其中 还有一些人族强者 今日倒是让苏语 对列天阁这个组织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神秘 强大 关键还有列天榜呢 这个东西才可怕 玄九看向了苏语 眼中露出了一抹挣扎之色 其实他动心了 他想杀了苏语 想为自己争取一线的生计 可是想到了列天阁 最终他叹息一声 开口说道 玄九知道 大人 是个好人 嗯 苏语愣了一下 苏语真的愣住了 自己居然被发了张好人卡 这他们什么鬼啊 我杀了很多人的 多少强者因我而死 现在自己也算是魔头了吧 居然有人说 自己是好人 还是列天阁的人说的 玄九笑了笑 他的身上 瓷气开始一散 他叹口气 他人见我束手就擒 不愿烧 也许这是 天才的骄傲 也许这是大人本性还善良 我还是希望大人能接下这面具 接下玄九之名号 列天阁也许能给大人带来一线生机 去除死气 话落 玄九死气腐蚀全身 他不再压制 不再控制 任由死气吞噬自己 他又叹了口气 苏大人 这 就是被死气腐蚀的下场了 全部转换的下场 列天阁 很有诚意的 诚心邀请大人加入 成为我列天阁中一员 大人 你不也被人族咽气吗 既如此 为何不加入列天阁 抱歉 大哥不说二哥 列天阁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说这些没有用 也是 玄九彻底被死气吞噬 苏宇宇站在旁边 没有插手 他 还是希望大人能持有分吧 这也是我最后的任务 我的命 列丁阁救回来的 最后 也死在了执行任务当中 选九不后悔 选九只渴望 大人能帮我一次 完成选九 最后的任务 我能为大人做的 便是为大人掩饰一次死气 彻底腐蚀自己之后的牙肠 一声轰鸣响起 下一刻苏宇听到了 一只海崩溃的声音 选九死了 苏宇其实不太懂他的坚持 当然选九本来就快死了 这是他看得出来的 只是他不懂 为什么非要自己持有分吧 有什么用 而此刻 古屋出现了一些变化 选九整个人被死气吞噬 就在这一刻 古屋当中死气溢散 强大的死气 不断地朝选九的体内涌入 选九的肉身 渐渐地变成了黑色 衣服腐蚀彻底消失 眨眼之间 选九便成了一具死气浓郁无比的尸体 又过了片刻 选九的面貌被腐蚀得也看不清楚了 再过一阵 只见选九突然站了起来 这一刻 他已变成了死灵 苏宇意外无比 陡然选九走出大门 推门出去了 门外一尊山海巅峰死灵 木然地看着选九 下一刻 他带领选九 消失在街道上 那个山海巅峰死灵 是接引他的 苏宇心中微动 直接 大门敞开 也不管那白面具和分榜 迅速地追踪出去 死灵出现的蹊跷 消失的也非常蹊跷 经常地出现 又突然地消失 当然苏宇知道 日月境以上 都是从城主府出来的 死灵好像分上古死灵 和现在死灵 有两种不同的体系 苏宇迅速地追踪了一阵 眼神微动 玄九和那山海死灵 彻底消失了 根本没朝别的地方走 而就是在这儿 原地消失了 429集 苏宇心中微动 地下 古城不能遁地 也没法遁地 难道说这些死灵 其实都在地下 所以他们可以随时出现 玄九进入了地下 没有入城主府 这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玄九没有进死灵界 只是在古城当中 现在死的居民 都只能在古城地下活动了 一个一个疑惑在脑海中 泛现出来 而此刻忽然有一道光影闪烁 下一刻 苏宇的翼着海中 多了个小毛球 苏宇无语 你怎么找到我的 臭臭的 海带点香 那就是你了 这是小毛球的话 苏宇虽然此刻伪装成死灵 但却没有瞒住这小家伙 因为这小家伙 并不是根据样貌和气息 来判断苏宇的 而是感觉 有一种香香的感觉 哪怕现在苏宇很臭 还是臭中带香的 苏宇无语啊 这狗鼻子都没你鼻子灵 东西呢 苏宇刚刚说完 毛球吐出了一个储物戒指 给他 很快他解释道 他们可靠你 没给你那么多宝物 我很生气 但是打不过他们 他们就跑了 你觉得我信 他打开储物戒指 看了看 一千两百旅 天地悬光美少 八百地日月悬黄夜 也没少 白衣喊话的时候 他可是听着呢 龙血古树也在 两百地日月精血也在 唯独白衣说的 魔神果只有四颗 总共是五颗 而且价值不便宜 很贵的 这五颗果子 底价三百旅 天地悬光啊 六十一枚 换句话来说 杀六个日月初期 提取精血 换这么一枚果子 哪怕苏宇 不知道有什么用 但也知道这是质报 现在少了一枚 少了那颗果子呢 我不许数 可能是被骗了 小毛球懊恼 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他们欺负我不会数数 你不会数数 骗鬼呢 你数神文的时候 数得可好了 我二十五枚神文 被他数了无数次 你当我不知道呢 苏宇 懒得再说什么 算 吃就吃了吧 如此一来 苏宇现在手头上的资源 那是多得吓人 三千八百旅 天地悬光 一千一百滴 日月悬黄叶 五十枚五行灵果 四枚魔神果 一枚龙邪果树 外加四百七十滴 日月精血 以及天血果若干 另外还有八滴 日月八重的精血 就这身家 大部分的无敌 不不不 人族的无敌 几乎拿不出来了 累积太短的 四百七十滴 日月一重精血 其中两百七十滴 是之前的拍卖金 其中人族这边 朱家和秦家都支付了 苏宇给了他们人质 可没有还给他们精血呀 不算不知道 一统计 苏宇发现自己还真有钱 而且还有七本无敌意志之文呢 以及不少的山海精血 是准备用来提取天元气的 嗯 去猎天阁看看 他迅速回归 回到之前的猎天阁 此刻只留下了三样东西 一本分榜 一本记录东西的图册 还有一个白色面具 玄九已死 瞬间被古城改造成了死灵 被其他的死灵接引走了 这是苏宇第一次看到人 被转换成死灵 他的心中多了不少的心思和想法 拿起那白面具 苏宇陷入到沉思当中 许久之后 苏宇将那面具 套在了脸上 也许 我可以用得上 就是无端端多出一个想法 这面具干不干净啊 玄九有没有天天往这面具里吐口水啥的 我要不要拿下来消个毒什么的 别人用过的面具 人还刚死自己给戴上了 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一个个乱七八糟的念头在心中生起来 戴上玄九的面具 苏宇想了很多 片刻之后体验到了一些不同 他戴着那面具 看向外面的一头死灵 上写 死灵 腾空 苏宇微微一睁啊 眼前浮现出了一行字 他愣了一下 哎呦 这个面具还带有判断实力的功能 这算什么 感应欲的一种运用方式吗 不过 没有感应欲的范围大 看谁才能看出这东西来 苏宇迅速地取下面具 心中也有一些异样 这算是特殊武器吗 他也是地兵师啊 苏宇仔细地体验了一下 感受了一下 心中再次惊骇 这是地兵吧 这也太财大气粗了 白面具的地兵 他迅速把毛球弄出来 再看毛球这一次有些不同了 上写 未知种族 未知实力 小毛球都是未知的 未知种族 这是选九面具上没有记录呢 还是连猎天阁都不知道这么一族 不会吧 可能是选九这面具的等级不够 信息不够多 小毛球这一组应该是有人知道的吧 他在看小毛球 小毛球也奇怪地看着他 干嘛 戴个白面具 就觉得自己可以藏住了 不可能 臭成啥味 我都能闻到香 这些个猎天阁的成员 不都有个册子写写画画的吗 苏宇心中想着 不是分榜 而是一本书册 他没看到 不知道有没有 还是被毁了 这会儿只有分榜 那册子 大概功能和分榜差不多 可能是一个对内 一个对外 苏宇很快拿起了分榜 刚想着呢 白面具出现了一道白光 射在了分榜之上 片刻之后 这榜单居然出现了变化 画成了苏宇先前见到的那本册子 苏宇愣了一下 这也行 而此刻手中的分榜发生了变化 迅速地在分页 页面之上出现了两个字 玄九 同一时间 列天阁总部大殿 此刻 无面长老少了许多 只剩下了几位 其中一位无面长老微微一振 取出手中一份图册 迅速地看了些东西 上写 玄九陨落 片刻之后 玄九的名字再次亮起 第1982任玄九 真实姓名 苏宇 人族凌云镜出身 大下府 这位长老面色变了变 玄九死了 这倒不是奇怪的事 玄九本来也活不久 他意外的是 苏宇居然接下了玄九的面具 他以为苏宇不会接呢 与此同时 苏宇也是心中疑惑 再次取下面具仔细地观察了一阵 下一刻 又戴上 很快意志力微微颤动 输入了一个意念 上写 你在哪儿 猎天阁大殿 那位长老有一些异样 这么快 就发现一些面具特征了 果然 天才就是天才啊 这东西 可是没有说明书的 意外得到的情况下 全看个人摸索 当然 所谓的意外 也是猎天阁 故意给出去的 否则的话 都可能自毁 我在猎天阁 这位长老迅速地回复了一句 很快 想了想再次回复 放心 此面具只有各部门知数长老 才能查看位置 宣布前十号 归属于我来掌管 除了我 没有任何人可以查看你的位置 包括你的猎天图册 和面具绑定 也没任何人可以查看你的位置 苏宇呆滞了一下 他就是感觉有一些不对劲 才尝试一下的 他好歹也是地兵师 多少可以感受一二 没想到居然真的有人回复 猎天阁的长老 玄部的直属长老 玄部长老 你叫什么 知道我是谁吗 那玄部长老考虑再三 还是回复道 人族苏宇 靠 真坑 果然猎天阁就是个大坑 好吧 猜到了 对方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你可以查看我的位置 可以 如今你戴上这面具 便是选酒 当然你可以遗弃 遗弃的时候 销毁面具即可 既加入猎天阁 那便是本阁中人 猎天阁不会在对外 出售你的未知信息 其他照常 不会影响你丝毫 1430集 苏宇迅速地回复 为什么非要拉我进猎天阁 不是非要你进入 而是很多天才 其实都有猎天阁身份 当然你不知道他们是谁 就连我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 选自十号以内十人的身份 拉拢天才加入 是我们猎天阁一直在做的 你怎么称呼 猎天阁各部长老 都有固定称呼 你可以称我为 玄甲长老 之后便是玄乙玄柄 天干地支 匪人族独有 各族通用 十天干十二地支 每部最多22位长老 实际上没满过 苏宇懂了 一部22位 四部那就是88位 再加上南北两楼 东西两阁 那要是满园的话 那才可怕呢 要知道 长老都是日月静侯妻啊 人族有多少日月侯妻 这个苏宇不清楚 不过大明府这边 目前他知道的 有猪天道 牛百道 暗影 以及天道君将主 铁骑位将主 如果再算上夜红燕的话 那就六位 至于大夏府 苏宇只知道 夏龙武夏侯爷 胡总管可能是 赵将军好像不是 这个不好说 另外就是震魔军的将主 这个好像也不是日月后期 还是不确定 另外就是学府中的二代坐骑了 能明确是日月后期的 好像就这四位 至于万天圣 鬼知道是不是 当然 大夏府的日月后期 可能不止这几位 龙武卫还有暗卫 苏宇见过几位都很强 可能还有日月后期境 就算和大明府相当吧 大夏府和大明府算强大的了吧 各大府都算上五六位 人静大概就两百位左右 日月后期吧 可能更多一点 比如开府时的那些个强者 不过大部分现在都快死了 有些闭关多年早已陨落 猎天阁回家长老 数量也许破百呀 这得有多可怕 一族和一方势力还是不同的呀 人族是超级大族 人才无数 优中选优啊 而这猎天阁 听选九那意思 只是在各界 找一些苦大仇深的家伙加入 严格意义上来说 废柴很多的 天才应该很少 这也能出现这么多日月后期 没有天赋 再多的资源 你也堆不出个强者来 比如苏语他爹 天赋不行啊 你再怎么堆 你能堆出个山海就不错了 还是弱小的山海 能堆出日月吗 一个念头闪过 苏语迅速说道 玄甲长老是玄部最强的长老吗 不一定 你是玄九 你就一定要比玄八玄七弱 不能单看名号 有些名号都是继承来的 并非第一人 若是其他长老 从无数年前活到现在 当年也许是按照实力排序的 可是现在 确实未必 苏语懂了 那现在我戴着面具 不算加入了一天阁了 对 哪怕你取一下面具也是一样 除非你破碎了面具 之后 猎天阁会重新打造玄九面具 等待下一位玄九出现 那玄部一共有多少人 不知道 苏语觉得他在骗自己 胡说八道呢 玄甲再次说道 我只负责你们十位 也只知道你们十位的身份 至于其他人 不归我同数 我的确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 不过每部人数不算太多 一等白面数量应该不多 二等黑面也是 三等彩面和四等半面 数量大概多一些 说吧 他又很快回复了苏语 你成了玄九 那你现在就可以掌握十位黑面的位置和身份 可以通过你手中的猎天图测查看 苏语没有着急这个 而是很快说道 那个白衣是什么身份 他怎么不是按照天地玄黄来排的呢 白衣四部是分开的 在四部长老之上 还有四位部长 四位部长直属管辖一些人 天部部长直属麾下 便是白字号 地部直属便是黑字号 悬部直属是彩字号 悬部直属是半字号 苏语插话了 这个比写字更简单 这个不是靠写字的 而是靠意志力表达的 输入面具交流起来更方便 所以也能在别人没说完的时候插上一句话 他现在算是懂了 天地玄黄开头的都归长老管 白衣这种直接归属于部长长管 那黄部应该是半字号咯 悬甲很是无语 很快他说道 不是 是灰字号 四等半面 其实是灰面具 只是面具只遮盖面部一半 那四部有什么区别呢 悬部不如天部 若是按等级来算的话 按照实力 那悬九也是山海七重啊 不至于就混到悬部吧 也不是 四部有一些实力差距 但是实力差距不算太大 天部的确要稍微强大一些 但是主要差距在于职能不同 悬甲倒是解释了许多 苏宇若是一般的山海 他不会搭理 可是苏宇不是 他是苏宇呀 所以这位悬部第一长老 还是和苏宇沟通了起来 四部对外统称是猎天四榜部 天部负责收集器械和一些天才情报 需要更强的实力游走在诸天战场 地部负责运输物质 比如你之前和我们交易都是地部的人运输 悬部主要负责驻扎某地 比如之前的玄九负责坐镇星红古城 也很危险 黄部负责坐镇猎天总部 负责沟通交流 安全性高一些 实力也当然弱一些 这一次苏宇是真的懂了 猎天阁内部分工真的非常明确 苏宇第一次遇到猎天阁的人 是他们在收集气息 苏宇的气息就是那个时候 被他们收集采集走的 那是天部的人 第二次他购买东西 在天灭古城当中 有人敲门送了进来 那是地部的人 而坐镇分布的是玄部的人 和他交流的是黄部的人 另外南北二楼的保安 兼职杀手 东西两阁的侦察员 不在诸天战场侦察 而是潜入各个小界大界侦察 这一下子他都懂了 玄甲又说 当然 若是人手紧张 也可以做一些其他工作 比如你 作战兴红古城 若是古城被封 需要运输物资 或者有人雇佣你 保护击杀对手 你就得兼职做一些工作 苏宇明白了 比如选酒 平日李氏掌柜 关键时刻也能客串送快递的 再客串一下打手 那我加入列天阁有什么好处吗 第一 位置不会被人购买 第二 内部能购买一些外界买不到的东西 长老是半价 白面六折 黑面七折 彩面八折 半面九折 苏宇心中微动 六折 我却便宜啊 这倒是可以有 第三 贡献足够大 可以由列天阁为你提供庇护 关键时刻 无敌都会为你出手 第四 每年会有部分收入 你做了多少业务 提成千分之一 若是大宗买卖 一次交易上千天地悬光 那就好几缕天地悬光的奖励 嗯 太少了真坑 千分之一的提成啊 你麾下的黑面 做出的业绩 也有你的千分之一提成 而黑面掌管彩面 他们的业绩也不少 苏宇点头 嗯 这个还行 倒是好像 我只掌握十位黑面 那黑面掌握彩面 彩面的资料 我可以看到吗 不可以 按照列天阁的规则和规矩 每个人 只有他的知数上级 才能知道他的身份 否则 一旦列天阁出现乱子 很容易导致列天阁 连根拔起 规则森严 第1431集 苏宇点头 这个规矩其实挺好的 代表他的身份 现在只有一人知道 就是这位 悬甲长老 那吴迪呢 吴迪也不能全部都知道吧 对 吴迪也不可以 哪怕部长 也只能掌握本部长老信息 部长 未必就没有立场 比如你 若是我宣布部长 是神魔种族吴迪 那你就很危险 所以列天阁 是不会让掌权者 知道所有信息的 以免被翼王打尽 苏宇再次点头 这个确实不错 但是也会造成一个麻烦 一旦直属的长老死了 那怎么办 他正想着呢 悬甲又说道 不用担心我死了 你就和列天阁失去联系 我死了 哪怕面具破碎了 列天榜会自动生成 一份新的悬甲面具 接任者接任 会自动掌控你们的一切 再度建立联系 当然 若是迟迟无人接任 那便是你们的机会了 机会 对 一般情况下 长老死了 只能日月后期接任 但是迟迟没有日月后期接任 那就会从长老直属的诗人中 挑选一人 继承长老之位 哪怕对方没有日月七重十里 也可以继承 啊 原来如此 那成为长老 又有什么好处和途径呢 好处 你成了自然知道 途径 第一 你累积贡献足够 这是基础 第二 实力足够 第三 获得知数上级推荐 来总部参加考核 成功了 就可晋级长老 那我现在无法去总部 悬甲心中复飞 你当然没法来 你来了一听 就知道你不怀好意 不错 除了皇部负责情报沟通的 其他各部 只有长老才可以抵达总部 那总部里面有无敌吗 悬甲真是无语了 你想干什么呀 有 好 算了吧 有无敌我就不去了 请我去我都不去 去了太过危险 和他沟通的悬甲 有一些心累 又很快说道 另外 你成了悬酒 那就需要承担起 悬酒的责任 否则你的面具 在你三次 没有完成考核的情况下 会自动破碎 还有这种说法 如何考核呢 还有多久考核一次呢 三年考核一次 毕竟都是强者 闭关三年也正常 但是接连九年 都没有完成考核的话 这就不应该了 嗯 还算是人性化 那考核什么 宣布主要就是业绩 你开分布 那就需要出售保物 出售情报 达到一定的考核标准 即可完成 多少功勋点 诸天战场 不按功勋点来算 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但是猎天阁有 猎天阁 以一滴山海一重的精血价值 为一个猎天点 最弱的那种 算下来 大概能对比你人族的 一千点贡献点 苏宇点头他觉得差不多了 最弱的山海一重精血 在人族 大概也就是这个价钱 大规模的购买 可能还会便宜一些 而白面 三年考核的业绩 是一千点 猎天点 苏宇再次算了一下 就是一百万点功勋点 其实不算多 最弱的日月一重精血 大概值一万功勋点 也就是十点猎天点 换句话来说 三年完成一百滴 日月精血的交易就行 一年也就三十多滴左右 好吧 换算一下 还是不少的 悬甲又说道 若是你一次性完成 一万点猎天点的交易 未来三十年都不会再考核你 这个是可以累积的 也是为了给一些人 闭关的时间 以免出现闭关错过的机会 还行 挺好的 这样的话 一次性做大买卖 未来都不用担心考核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 自己为何要考虑这些东西呢 我又没想加入猎天格 苏宇心中暗骂一声 猎天格就是个坑 大坑 坑了我那么多东西 还卖我情报 那我成了玄九 我可以击杀猎天格的人吗 你真干脆啊 玄甲也是无语 他迅速说道 双方都佩戴面具 那是不可以的 若是一方没有佩戴面具 或者都没佩戴 那随你们 若是都佩戴了 我们互相厮杀 猎天格会制裁吗 会 你若是佩戴了面具 对方也佩戴了 你既杀了对方 我和对方的知数上级 都会感应到 我会知道你杀了谁 对方也会知道 谁杀了他的下属 到时候 你会面临一些制裁 什么制裁 南北二楼 会派人去杀你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我杀了南北二楼的人之后呢 会有更强大的人去杀你 又被我杀了呢 嘿 你是港精 你为何一个劲的 就想着杀杀杀呀 去你大呀 玄甲的心中都想吐血了 很快他说道 你若是能把南北二楼的楼主给杀了 猎天格就不会报复你了 随便你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还是实力说话 苏宇点点头 这一下子 他都懂了 自己把你们都干掉 你们自然不会来追杀我 换句话说 在这之前 我杀猎天格的人 最好别戴面具 行 收到了 玄甲已经为苏宇提供了 很好的方法和手段 以及如何避免被猎天格追杀的手段 这些自己都知道了 看样子这位长老不是好人呢 居然怂恿自己脱了面具杀猎天格的人 玄甲也就是不知道他的心思 要不然的话真得吐了血了 他什么时候怂恿过苏宇杀猎天格的人了 苏宇想到了什么 他又说道 玄甲长老 你是哪一族的呢 无可奉告 你是不是神魔 不是 玄甲知道他的心思迅速地说道 玄九是受到了我的指派 才会去接触你 我并非神魔 若是 也没有必要让玄九去和你接触 因为神魔要杀你 单纯的指望定位一次是没用的 你也可以随时破碎面具 那可难说 苏宇不多说什么 一次定位就够了 准备充分的话一次就干死你 难道还等第二次啊 对猎天格他始终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那猎天格的宗旨是什么 难道就是为了赚钱 哦 猎天格的目标是激发天才的潜力 让天才更天才 让强者更强大 促进万界繁荣 明白 就是添乱呗 让天才们互相残杀 让强者彼此厮杀 杀一个天才强大另一个天才 当一个优秀的战争贩子 玄甲无言以对 他觉得苏宇说得好有道理啊 苏宇果然崇慧 他瞬间领悟了猎天格的真谛 玄甲觉得自己没啥可指点的了 你看你不是学会了吗 而苏宇呢 这是他自己亲身体会到的 看看就知道 之前天灭古城就是这样 这些家伙从中起到的作用 包括出卖自己的行踪 出卖道成他们的资料 都是为了让天才们彼此间了解彼此 厮杀的更加惨烈 从中不断地获取各种各样的消息 拿各种各样的宝物 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 不战争不厮杀 猎天格怎么赚钱啊 这一次也是这样 因为苏宇对方获得了贩卖情报的绝佳机会 获得了大量的好处 想到这儿 苏宇迅速说道 这次猎天格通过我 串了许多吧 那算我的业绩吧 我的分成呢 悬甲都无语了 很快他回复道 你之前并非猎天格之人 另外 这一次的业绩有人领了 算是白衣的业绩 因为他一直在城内传递消息 传递情报 提成都是他的 白衣 苏宇记住了 他觉得白衣欠自己不少钱 因为这些个提成都是他的 千分之一是不是太少了呢 提成太少 苏宇其实有一些缺乏动力呢 百三十二级 另不少 另外一些独门情报 你可以另外提出交易 比如这一次 若是古城内的消息只有你一人知道 传递给猎天格 那你就可以和猎天格谈价 而白衣这一次 并非他一人知晓 苏宇懂了 这消息知道的人多 摩多纳他们都有分报 所以白衣是没有资格谈价的 宣家长老 你是真的不会出卖我吗 不会 另外 我定位你 你其实是有一些感应的 这也是白面的待遇 我定位你 你的面具会发光 除非真的有事找你 或者你失踪了 这才是定位本格中人的目的 而不是为了坑杀本格中人 真的 真的 那长老定位一下我试试 定位一次需要消耗不少能量 可以用各种宝物消耗 或者元气液 精血 天地悬光 天元气 长老定位试试看 我靠 我都说了 要消耗能量的呀 悬甲都无语了 此刻在大殿中的他 瞥了一眼其他长老 见无人关注 偷偷地输入了一些能量进入图册 很快光芒微微闪烁了一下 定位到了 他的眼前浮现了一行字 很快和苏语交流起来 你在星红古城 列天阁分部之内 定位这么蠢啊 苏语此刻面具微微地发光 有一些意外 迅速出了门 眨眼之间便跑没影了 长老 再定位一次试试 苏语 悬甲都有一些郁闷了 我念你天赋惊人 才会和你解释这么多 否则 正常情况下 我完全可以不理会你 你不要得村进尺啊 我都快死了 哪来的天赋啊 苏语很快说了一句 好吧 不定位就算了 但是 好在定位我 我会感受到 当然 不排除这位长老忽悠自己 故意弄个假消息骗 这白光 也是他操作的 你资源多 没那么快死 真死了 也许我们还能帮你收尸 这也是好事 我死了就变成死灵了 你们来收尸 骗鬼呢 悬甲再次无言以对 这个是真的没办法反驳了 算了 和苏语沟通 真是累啊 这家伙 对我并没有什么敬畏之心呢 正常事 任谁被一些无敌为杀都没死 对日月自然会少了一分敬畏之心 何况 这家伙本来就胆大包天呢 没那么大胆子 感受下如此之大的骗局 悬甲切断了联系 苏语无语了 居然不理我了 我对猎天阁真的还有很多好奇呢 比如猎天榜的事 我就没问清楚 这位长老是不是没有太大耐心了 我才问了那么几句就不回我了 不过话说回来 他现在知道猎天图测和面具的作用了 面具是联系直属上级和下级的 而猎天图测是联系坐镇总部的黄部情报员的 要破碎这面具吗 苏语取下这面具 其实他还是有一些舍不得 这玩意感觉挺好用 随时可以和猎天阁沟通 买东西还打折 打六折呢 另外本身也有联系之作用 还是一柄地兵 有那么一丢丢的舍不得舍弃他 还有自己麾下那十位黑面都是啥人呢 苏语迅速地取出了图测 查询了一下 第一页就有 玄九黑灵衣 这称号也真是没谁了 一看就知道 这是归属于玄九统侠的黑面 黑面中玄九麾下一号 苏语非常的无奈 他再看看资料 上面的资料写的挺简单的 第2685任玄九黑灵衣 真实姓名 洛尔多巴哲 地火魔族 灵云静 地火魔族 魔族的 仇人啊 我麾下居然还有魔族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苏语在想 这黑面掌握的彩面代号是什么 难道是 玄九黑灵衣彩灵衣 按照编号来的吗 然后彩面掌握的半面 或者是灰面呢 那叫什么 玄九黑灵衣 彩灵衣 灰灵衣 我来个去 我都算不下去了 苏语想了很多 总觉得这样一来 黑面和彩面他们出去 都不会报名字 因为没法报太长了 不过如此一来 倒是清晰了上下级之分 一看就知道对方是谁的人 你上司是谁 嗯 也许 自己还得加个 玄甲白玄九才行啊 证明我是玄甲长老 麾下的人 苏语天马行空地想着 对整个列天阁的体系 他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主要对他们的财富 有非常大的兴趣 因为他们太有钱了 要杀又杀 成了长老可以进入总部 但是总部有无敌 也许他迟早会去一趟 不知道宝物是不是都在总部 或者说分部也有一些 只是星红古城的都被带走了 拿到了玄九的面具 算是意外收获 苏语很快将这事压下去了 暂时不去考虑他 至于定位 这个再看看情况 就怕对方可以无声定位自己 不然的话这身份其实还真的挺不错的 苏语正想着呢 图册震动了一下 他迅速拿起列天图册 上面出现了一行字 宣九 还在星红古城内吗 这是来自黄布的询问 苏语迅速地回答在 星红古城城主黑魔 发布了一条球员信息 希望列天阁为他提供大量天元器 分阁中是否还有天元器库存 若是有 迅速送至城主府 苏语刚想说没有了 他一争 送到哪儿 送到城主府吗 我去 这是说 我能进城主府 黑魔实力很强 我担心他会袭杀我 苏语回复了一句 列天阁黄布那边很快给了回复 不会 他受伤很重 你是列天阁此刻 唯一在城内的成员 通过你 他还能获得一些救助 杀了你 他只有等死 苏语眼神闪烁 是这样吗 列天阁的身份 好像一下子就好用起来了呢 我正发愁 这黑魔啥时候出关呀 啥时候跟我抢夺古城控制权啊 这一下可好了 我可以去探探虚实 就是 有些危险 他需要多少 一百分天元性 那边很快给了回复 再次说道 分阁内还要存储吗 没有了 但是我私人储存了一些 那就按照规矩 这一次交易 黑魔付出的东西都是你的 你将其中一程上交 作为手续费 明白 原来还能这么干 列天阁作为平台抽取一程的手续费也是正常的 毕竟他们需要联系客户 需要给苏语派单 需要跨越无限鸿沟 争取那一程不算多 毕竟列天阁卖东西价格都很贵的 黑魔付出的代价肯定不小 苏语笑了笑 哼哼 黑魔 我来了 这个家伙受伤不轻啊 不然的话不会此刻开城门 给列天阁人进去 就算是越强者越警惕 受伤的情况下也绝对不会让外人靠近 现在显然是没了办法 很好很好很好 我就是选酒 之前还在犹豫的苏语这一刻打定了主意 我就是选酒了 不错 列天阁这么快就给自己派发了任务 苏语觉得这身份还是可以用一下的 以百分天元器 天元器自己也没多少了 还得准备一下才行 很快 苏语在列天图册上写道 让黑魔捎等 我需要避开日月死灵的纠缠 城中还有日月死灵呢 好 选酒 尽快送吧 另外 尽快将分布库存资源单上报 我们还要和百姨进行核对 好 苏语大体上了解了列天阁的运行模式 看那样子 这些个库存还得上报上去才行啊 想到这里 苏语再次通过面具联系了玄甲 长老 库存没了 被人抢了 那我需要负责任吗 1433集 玄甲正在和别的长老聊天呢 他有些无语 很快他说道 当然需要负责 若是库存丢了 有证据证明是谁做的 你需要承担百分之十的责任 没证据的话 你需要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 全部赔偿 那咱们的库存都被苏语抢了呀 我有证据 录像都有 那我这边没库存了 赔偿个百分之十是吧 玄甲呆滞了一下 苏语抢了 TMD 你不是苏语吗 哦 明白了 这小子要坚守自盗啊 这明白的是要自己抢自己呀 苏语抢劫了玄九 和玄九有啥关系 是这意思吧 你 现在 库存没多少了 苏语瞬间瞄懂 明白了 库存多了可以抢一次 库存少了抢一次不划算 毕竟次数多了大家会怀疑 还有可能暴露身份 但是一次就算是意外 毕竟大家也知道 苏语就在城内 明白了 哎呀 这个玄甲好人呐 这玄甲长老真的是好人呐 他又教会了我一招 从这儿看来的话 玄甲长老为人很不错呀 知道为下属考虑 嗯 这个上司还是可以的 玄甲也没继续说这个 他很快说道 玄九 我警告你 玄部有直属部长的机构 你知道的 彩字号就是直属于部长的机构 也负有监察的责任 宣布麾下 有可能会被彩字号监察 不要给我乱来啊 字部部长都有直属机构 彩字部便是宣布的 苏语了然了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嘛 列天阁这边自由度太大 权限好像也挺大 原来 还有人会管的呀 没再理会玄甲长老了 苏语迅速地进入了列天阁分部 拿起了玄九之前 交给自己的那份屠户 查看了一下库存 库存确实不多 一些精血 元气液倒是有不少 天元国也有一些 数量很少 另外就是一些兵器 悬兵不少 帝兵居然都有一兵 说是库存少 可也只是相对而言 严格来说还是很多的 至于仓库 就在列天阁分部当中 每个分部都有日月设置的一个禁制 专门当仓库来用 那儿由分部部长掌控 也就是苏语了 苏语没再多看 迅速地开始转换功法 提取天元气 自己这一身死气 提取天元气可以吧 话说回来 不会把天元气 掺杂上死气吧 很快 他提取了一下试试 还行 功法顺利地运转 还是可以提取的 也没被死气缠绕 因为死气碰到天元气 便消融了 这让苏语 想用死气 毒死黑魔的想法消散了 差点忘了这个诈 这两者是互相敌对的 黑魔需要天元气 代表死气快压制不住了 否则他一个日月九重 没必要来求援猎天阁 看来上次受伤真的不轻啊 苏语的心中闪烁了一个个念头 如今黑魔是他在城里最大的敌人 也不算是丝绸吧 权力之争罢了 苏语想要掌控古城 可是每次都担心被黑魔发现 弄死自己 黑魔一旦出关 发现古城被关闭 被苏语掌控 为了夺权 大概也会毫不留情地干掉苏语 毕竟古城是他的依仗啊 这就是根本性的冲突了 至于之前的一些冲突 还是可以缓和的 毕竟没有涉及到根本 现在苏语和黑魔的冲突 却是不可缓和的 除非苏语或者黑魔 谁主动放弃了星红古城 这怎么可能吗 苏语现在根本不可能出去 出去搞不好外边有几十个日月 等着自己呢 那怎么干掉他呢 苏语一边提取着天元气 一边思考着 天元气在消耗着 因为苏语体内有死气 发生冲突 倒是消耗了不少 苏语也无所谓 他体内的死气倒是少了一些 这些不重要 天元气给黑魔 这个家伙可能是抵消不少死气 别投机不成反蛇把米啊 反而帮他恢复了伤势怎么办 若是真的让他恢复了 那就变成大傻叉了 可是人家日约九重啊 判断一下天元气的真假 还是没问题的 在天元气上造假难度太大 黑魔兑换了肯定会仔细检查 谁也没把猎天格的信誉当回事 这个组织有人的时候讲信誉 没人的时候黑吃黑那不是第一次了 上次就准备吃俗语来着 当然大家没证据罢了 不过大家都知道这事 反正猎天格不可全信就对了 造假天元气看来不行了 杀自己肯定是干不掉的 一个日月九重就算哪怕重伤 哪怕自己爆发出日月一重的实力 仍然不是人家对手 何况对方肯定也会防着玄九 麻烦啊 一个重伤的家伙杀都没法杀怎么办呢 指望死灵呢 死灵不杀居民 除非居民杀了死灵差不多 居民不杀戮死灵 死灵是不会找居民麻烦的 除非黑魔杀了大量死灵 引出了日月死灵 那苏语倒是有希望借助日月死灵干掉他 可是黑魔也不杀 他杀死灵干嘛 他现在死气缠身 巴不得离死灵远点 一个一个念头生起 一个一个计划浮现 很快都又被苏语打消 对付日月九重 这些个计划都太过简单冒险 麻烦啊 可惜 没有夜霸天的神闻 要不然爆他一个 临时爆发一下强大实力 还是有希望干掉重伤黑魔的 算了 先去探查一下看看情况吧 花了大概三个小时 苏语提取了足够多的天元气 他自身体内的死气 也顺带着被抵消了一成左右 但是很快又继续蔓延 苏语倒是不太在意 你蔓延就是了 蔓延的速度永远没有我实力增长的速度快 苏语都懒得逆转 此时成竹府 苏语再次来了 此刻他戴上了白面具 穿上了白袍 面具一戴 辫字神闻开启 阴字神闻开启 镜字神闻开启 加上玄规一族的脸稀术 以及刚勾勒的忍字神闻 苏语不动的时候 仿佛不存在一样 他如今实力更强大了 神闻也更强大了 意志力 元气都更强大了 再加上这一面特殊的面具 苏语不动的时候 不出手的话 准无敌 大概也看不出来什么异常 只会觉得 猎天阁的人 果然是神秘莫测呀 苏语瞬间出现在了城主府门口 他声音变幻了一下 和之前玄九类似 声音传出 城主大人 李廷格来访 片刻之后 一股强悍的意志力探查而来 一扫而过 查看了一下苏语 没说什么城门 缓缓地开启了 进来 苏语飘了进去 因为他发现 猎天阁的人 喜欢这么走路 跟幽灵似的 飘着就来了 他呢 也就这么飘着进去了 整个城主府 非常的似迹 当时有不少守卫都进来了 结果现在一个都没看到 黑魔经营多年的古城 麾下守卫应该不少 现在恐怕都死光了 苏语并不在意 道路两侧居然还有一些古城令的存在 恐怕是死去的首位留下的 一条玉道直通城主府大殿 苏语飘上去 神秘莫测 此刻城主府大殿当中 黑魔化身为人 坐在了大殿宝座之上 脸色微微有一些发黑 那是死气缠绕导致的 不复当日苏语见到的霸道 苏语就这么飘了进来 见过城主大人 黑魔没理他 看了他一眼微微凝眉 你是 一直盘踞城中的那位分部部长 是 选酒对吧 是 黑魔微微点头 他和猎天阁不熟 或者说不想去守 眼不见心微净呗 这些家伙一天到晚地探听各种情报 他是能不接触就不接触 被卖了还得给他们数钱呢 这次也是没办法才会求援对方的 一千四百三十四级 天元气带来了 没带来 大人用来交换的东西呢 另外 天元气现在不在我身上 我怕大人强行抢夺 哼 一声冷哼 震馋人心 黑魔眼神冷立 看向苏语 选酒 你猎天阁的猎天之人 何是如此胆小了 哼哼 大人见笑了 黑魔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别说 他刚刚其实有一些异动 要杀了对方 什么都不用付出 直接抢夺 不过现在倒是不好下手了 沉默了一会儿 黑魔取出了一本黑色书籍 这是我答应和你们交易的黑魔宝典 算是一门天阶功法 魔族和龙族都可以使用 但是 这功法远比一百分天元气珍贵 所以 按照约定 你们接下来 城门开启之后 还要为我提供三百分天元气 苏宇也不废话 迅速地取出了猎天图册咨询了一下 很快他得到了答案 是这样的没错 后续天元气猎天阁等城门开启 会派人为黑魔提供 当然这本宝典有苏宇的四分之一 这个家伙这么穷啊 苏宇心中赋肥 如今他实力强大 倒是不怕被日月捕捉念头 很快他开口说道 大人说得不错 不过 空法内有物品 我们需要先验查无误才行 黑魔也不废话 将东西丢了过来 他默然道 不要耍滑招 在城内 我几乎可以进入任何谷 你要是敢骗我 我会杀了你 不敢不敢 苏宇接过功法 迅速地查看 这的确是一门强悍的功法 可苏宇兴趣不大 天阶功法嘛 我多的是 这门功法还有限制 只能让魔族和龙族来修炼 魔族和龙族俏学是不同的 不过 黑魔是杂交品种 这门功法 倒是有一些出其不易的意思 综合了魔族和龙族的一些俏学特征 两族倒是都可以修炼 但是 效果未必有黑魔修炼那么好 黑魔宝典 没什么太过于特殊的能力 苏宇的兴趣的确不大 看了一阵 以他的经验来看的话 大概率是真的 这破玩意儿他都懒得多看一眼 主要是马上勾勒出神文来 虽然功法不咋地 好歹也是一位日月九重写的意志之文呢 虽然用的是龙族语 勾勒出来的神文也会被击碎 但是苏宇也不想当着黑魔干这事 这玩意儿击碎了 修炼意志力倒还是不错的 苏宇心中这么想着 收下了黑魔宝典 很快他说道 大人要的天元器在一处古屋中藏着 我呢 原本以为大人还有守卫可以与我一起去取 没想到大人这边 没有守卫了呀 黑魔也是憋闷 说起来他就来气 猎天阁的这个家伙还在伤口上撒盐呢 这些年收服的属下全都完蛋了 黑魔冷冷说道 你去取来 大人 这个要不这样 您城主府的大门开启 我去取 待会儿会用储物戒装着给您丢过来 你猎天阁什么时候如此胆小了 大人 近日城内不太太平 也是被苏宇折腾的 苏宇 黑魔冷哼一声也是 现在谁不怕惹出麻烦 小命都差点丢了 也罢 你去取来 装入储物戒丢进来即可 多谢大人体谅 苏宇道谢迅速离开 黑魔默默地看着他离去 倒也不是太担心 猎天阁 好歹那么大组织呢 敢私吞他的东西 他还活着呢 而出了城主府的苏宇 大体上判断了一下 黑魔的确是死气环绕了 再来几头日月死灵 这位大概可能会倒霉啊 如何引出日月死灵来干掉他呢 天元气 储物戒 炸掉如何呢 可是炸掉的话也干不掉他呀 苏宇头疼啊 日月九重难缠的厉害 受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 再怎么重伤 打他还是可以的 唯有诱发他体内的死气才行啊 那就只能装死气进去 引爆储物戒 这样的话 倒是能诱发一下他体内的死气 最好还能让他弄死几头日月死灵 诱惑更强大的日月死灵 干掉他 话说回来 储物戒可以装死灵不 诶 若是可以的话 要不就装他几百头进去 黑魔砰底下就给弄死了 有人试过吗 死灵都死了 不算生命吧 装入其中有问题吗 诶 这个倒是可以试试看啊 苏宇迅速地出了承主府 左转右转避开了黑魔的探查 很快他随意地抓了一头死灵 塞到储物戒里 事实证明他想多了 装不进去 死灵其实是能提取精血的 上次苏宇就卖过 要不自己多弄点死灵精血 这一下子炸开 也不知道用死灵精血 能不能引来死灵呢 苏宇都想尝试一下了 死灵精血它倒是有一些 活人的精血可以引来死灵 死灵自己的呢 还有死灵进不去承主府 除非顶级的那一种 如何把黑魔弄出承主府呢 一个一个的念头再次冒出来 很快苏宇击杀了一头死灵 死灵死了 尸体很快就消失了 苏宇之前也没心思提取精血 这一组的精血比较坑 当炸弹用型提取天元气别想 当然 猎天阁卖的可不便宜 保存和收集还是有难度的 苏宇很快提取了一滴死灵精血 往刚出现的死灵身边一扔 那死灵感受到死灵精血 微微有一些狂躁 却是没对苏宇下手 大概率还是因为 苏宇身上的死气等级高的原因 有点反应 城内没活人了 不然用活人的精血引诱死灵 那更好 现在只能将就这点了 死灵多的是 多弄点死灵精血 效果应该不错 苏宇迅速地击杀了一群弱小的死灵 引出了更多的山海死灵 他也不能再杀山海死灵了 以免引出日月死灵 被黑魔察觉掉有问题 一阵杀戮 提取了上千滴死灵精血 苏宇迅速将精血收到储物戒指当中 很快又开始收集城内死气了 城中 啥都缺 就不缺死气 他也不指望炸死日月九重 那是做梦 他唯一的想法就是 引发体内的死气冲突 让这家伙直接死亡 或者是重伤垂死 在这之前 苏宇先给自己试了一下 自己也是居民啊 若是对自己都没有反应 那就白瞎了 引爆了一滴精血 外加一些死气 这股外来的死气迅速包围了他 很快引发了体内死气的动荡 但非常微弱 不是太明显 苏宇就是一皱眉啊 那这么看来的话 一千滴不够啊 算了 再多准备点吧 死灵多 杀就是了 苏宇迅速地再次击杀死灵 收集死气 速度极快 这些个死灵在他面前几乎没啥反抗能力 杀戮了一阵 苏宇感觉到城内死灵多了不少 他起码杀了五百以上 提取了精血数千滴 而就在这个时候 城主府后殿 石雕下方的通道三尊强悍的日月死灵浮现 眼中都有一些智慧的光芒 带着些愤怒 就是他 君主大人亲自转换的那家伙 真想杀了他 几尊死灵交流着 带着愤怒和厌恶 一次次地杀戮死灵 导致死灵更多 那些个死灵有一些发现不了敌人 有些发现了 但是没办法报复 因为死期等级压制 如此情况之下 也让几位死灵将军感受到了 带着愤怒 几头死灵出现在了通道附近 如今城内杀戮死灵 不被报复的唯有苏语了 而此人呢 是君主亲自转换的 一千四百三十五集 三头日月死灵 实力都极其强大 否则的话 也没有任何智慧 此刻 几头死灵还能交流 那显然智慧不低 他再乱杀戮 我们就出手 哪怕不杀了他 也要诱发他体内死气爆发 这也是他自己找死 没错 这也是规则 其他死灵不敢出手 无等出手 诱发他体内死气 几尊死灵交流着 不时看一眼上方 那镇压通道的石雕 其实是在试探石雕的意思 结果石雕没说话 显然 这符合规则 几头死灵怂了口气 这就好 苏语再大肆杀戮 我们一定会出手 诱发他死气爆发 弄死他 而此刻的苏语呢 还不知道这些 准备好了一切 心思一动 将大量的死气和死灵精血 收入到储物戒指当中 下一刻迅速朝着城竹府 那头日月死灵冲过去 下一刻他和那头日月死灵纠缠了起来 苏语的速度极快 但是却被日月死灵缠住 其实这头日月死灵不太想理他 主要是这个家伙太烦人 不断地缠着他挡 日月死灵是有稍微的智慧的 他感受到了君主的气息 不想理这个人 然而是对方一次又一次地纠缠他 日月死灵也有一些烦躁 而此刻苏语陡然吼道 城主大人 我被死灵纠缠住了 很劳烦大人亲自来取那储物戒指吧 他的声音很大 而黑魔下一刻走出了大殿 扶空来到了城主府围墙的顶部 看向远处 空中玄九正在和那日月死灵不断地纠缠 这猎天阁的家伙实力倒是不弱 黑魔皱眉 日月死灵在那边 该死的城市不足 败是犹豫 你自己送来 黑魔冷漠无比 此刻的他死气爆发的速度太快 他不想和日月死灵接近 容易诱发他体内死气攻心 他是花钱了的 买了上门服务的 可不是让自己去取货的 况且还是有危险的情况之下 苏语暗骂一生 这家伙胆子真小 之前很狂的嘛 现在怎么那么小胆子 这么说死气爆发很严重 不敢靠近日月死灵 没办法 他只好不断地骚扰那日月死灵 把对方往城主府这边带 这一刻后殿石雕陡然睁开了眼睛 三头顶级死灵 也是纷纷朝着那边看去 几头死灵 尽管看不到什么相貌 但是此刻仿佛都带着些古怪之色 这是苏语啊 他们都知道的 当然不是看出来的 而是通过死灵的反应感受出来的 这就是苏语 他现在带着死灵往城主府跑 是什么意思 而黑魔好像并未认出对方是苏语 好像在和对方进行什么交易 一下子三头死灵想到了什么 而石雕其实早就想到了 石雕睁眼默默地看着远方的苏语 他看出来了 这小子是想坑杀黑魔 胆不是一般的大呀 是超级大 人家可是日月九重啊 无敌的后背意 现在还是在城内 哪怕这些个准无敌 那些合了一世身的强者 也不敢在城内想着要击杀黑魔呀 而苏语 他敢 他胆子已经大破天了 真是好大的胆子 黑魔 石雕看向了黑魔 黑魔体内死去冲击 一旦遭受外力牵引 真的有可能被弄死 他再次看向苏语 石雕的眼神有些异样 左眼是黑魔 右眼是苏语 黑魔真的被他弄死了 是好事吗 这黑魔死了 那就多出一位日月九成的死灵了 但是黑魔就算现在不死 也未必能成多久 而此刻 下方三位死灵迅速地沟通着 他是不是想杀了我族 那死灵统领 引出更强大 诱发黑魔体内死气 他敢 他杀得了吗 给他杀 他杀了 我们就有理由出手了 这次一箭双雕 诱发他和黑魔体内死气 一举全部弄死 三头准无敌死灵 迅速有了决定 一起弄死 苏语敢杀那日月死灵 他们就出手 对付苏语 诱发他体内死气 顺带着把黑魔也干掉 挺好 君主大概都会高兴 这一下子又多了一位死灵将军了 而且又多了一位 君主看重的 预备死灵将军 很好的 他们迅速看向石雕 其中一头死灵有一些忌惮 镇守大人 一切按照规则办事 苏语一旦击杀那日月统领 我们就会出手 按理说杀一个日月初期 他们没法出手 可是苏语不是弄死很多死灵吗 累积下来他们出手也是情有可原 石雕俯视他们 看出他们的小九九了 像一剑双雕都给弄死呀 黑魔没犯错 不出城主府 不得袭击他 石雕声音冰寒 几头死灵迅速点头 这个倒是没问题 不出城主府 随便吧 大不了我们多一三点死气 反正黑魔也活不成了 而同一时间 苏语也带着日月死灵 迅速地朝城主府飞 大人 帮我击飞的瞬间 我会额外地给大人一些天元气 苏语凄厉地喊着 黑魔不为所动的淡漠说道 过来 将储物界丢进来 至于你死不死 跟我有何关系 我只是买东西的 不负责救人 大人 我死气蔓延得厉害 大人 再这么下去的话 我 我要动用这天元气了 你敢 黑魔愤怒了 我买的东西 你敢私吞 他再次看了一眼苏语的确 死气易散地厉害 有一些皱眉 到了这关头 这家伙不会真要动用天元气吧 那是我买的天元气 可是人家都快死了 难道不会动用 黑魔有一些烦躁 他觉得诸事不顺呢 该死的家伙 苏语讨厌 这聂天阁也讨厌 明明可以直接带来 非要藏在谋地 然后再去取 然后又倒霉地遇到了日月死灵 黑魔心中暗骂一声 迅速地判断了一下局势 很快他又微微感应了一下危机 还好 不杀这日月死灵危机大概不大 日月九重 对危机感应那还是很强的 眼看着苏语真的 取出了一缕天元气吸收了 黑魔陡然大怒 住手 该死 你力天阁敢不守信用 私吞交易对象的货物 大人 我事后会将黑魔宝典退还给你 按照列天阁的规则 无法完成任务的情况下 我有权取消交易的 大人 我根本没有希望抵达城主府了 我大概还没过去 死气就已经彻底爆发了 你 黑魔恼怒无比 他再次看向苏语 死气浓郁无比 这事真撑不住了 倒霉 没办法了 只能我自己出去去了 若不是黑魔现在不宜招惹死灵 他真的想出去取东西来着 顺手拍死这个玄酒 现在就算了吧 给他一条生路 还指望着他想办法和列天阁沟通呢 想办法运输一些天元气过来呢 下一刻黑魔飞出了城主府 而这一刻 后殿石雕就闭上了眼睛了 心中微微的叹息一声啊 黑魔完了 他不出城主府 哪怕苏语还有些手段 也难以弄死他 可他出去了 石雕下方的三头死灵将军 就等着这个机会呢 现在黑魔骑士还有一丢丢的生机 那就是苏语不杀这日月死灵 或者是杀不了这日月死灵 那么那三头死灵将军也出不去了 他不会给他们出去 可是呢 苏语若是能杀 杀了这日月死灵 石雕就没有拦截的理由了 不但黑魔要死 苏语自己撑得住吗 石雕觉得苏语比黑魔更危险 1436集 这家伙真不怕把自己搞死啊 还是觉得他杀戮再多 都没有死灵会出现 心里想的倒是没 随你吧 把自己折腾死了也好 这才几天 圣城都快成死城了 三头死灵激动无比 等待着时机 至于苏语杀不了日月统领 大概有机会的 三头死灵觉得 毕竟这日月死灵才是初期 而且智慧不高 又被君主气息有一些压制 苏语若是能爆发一下的话 大概率是能杀掉的吧 几位死灵将军也是期待着等待着 苏语不杀的话 那就不好办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苏语眼神微微一亮 出来了 出了城主府这是好事啊 之前苏语想过 他若是不出来的话 那就只能爆掉储物界 不杀这死灵 没啥意义 可是一旦黑魔出来了 当然要杀 能杀吗 当然能 苏语如今的实力 肉身完成四十八柱 肉身之力超过十七万窍血 杨窍再加上神文辅助 单纯自己爆发就接近二十万窍之力 他刚刚还找了个地方 吞了一滴日月精血 开启了日月一宠的吐测 再吞一滴精血上来 打了一击 打死这傻乎乎的死灵 问题不大 相当于彼此同间 苏语还是个活人 手段又多 杀个日月初期的死灵 没那么大麻烦 话说回来 随意吞噬一滴日月精血 都是破山牛一族的 苏语也不得不感慨 破山牛一族 真是遭人稀罕 无论是大家给他的拍卖保证金 还是后来给他的两百滴日月精血 可是有不少都是破山牛的精血 这一族到底怎么活到现在 还没有灭绝的呢 带着这种想法 苏语没管那么多 当黑魔飞出城主府 渐渐靠近 眼看着黑魔要停下来 苏语喊了一声 大人 隔空一斤击飞他 我就将东西丢过去 大人 不需要你过来冒险 黑魔淡淡地看着他 我也没准备冒险 还用你说的 他打出了一拳 隔空一拳 红龙一声 日月死灵翻滚一圈 苏语迅速脱离 手中一枚橱戒飞向黑魔 镜子神闻 发挥到了极致 否则的话 此刻黑魔 有可能会感觉到危机 苏语的心中祈祷 老乌龟大洲王的神闻 你给点力啊 一定要隐瞒这瞬间 一定要瞒住啊 黑魔此刻 微微地皱着眉头 他有微弱的一些感应 但是旁边就是日月死灵 虽然有一些感应 但是很微弱 思考的瞬间 倒是没有太在意 而在这一刻 储物戒指一开 轰隆一声 炸开了 无数死灵精血 炸飞 伴随着无数死气 瞬间包裹了黑魔 黑魔眼神微变 速度极快 瞬间倒退 身体却是微微一个裂剑 体内死气突然爆发 不断地翻滚 你找死 一个猎天阁山海 居然敢算计我 找死 他刚想动手击杀苏语 一抹刀光映射天地 一股日月气息声腾起来 强大无比 嗡的一声 刀光落下 刚刚被击飞的日月死灵 瞬间被杀 这一刻黑魔脸色大变 靠 这家伙会开天刀 不 这不是选究 这 这是苏语 不可能 苏语没这么强 这是日月镜 不对 黑魔只觉得一瞬间 无数的念头涌向了心中 他知道被人算计了 二话不说 抱吼一声 强撑着被死气腐蚀的痛苦 朝城主府飞去 不杀这家伙了 没意义 这家伙要是日月 杀了他 再引来日月死灵 我麻烦很大 也许真会死啊 然后 黑魔绝望了 而苏语一开始还笑得开心 我成功了 黑魔就算不死 麻烦也大 这一次 大概没希望恢复 等死吧 可是下一刻 他的脸色也变了 什么鬼 说好的不针对我的 就在这一刻 三股强悍无比的气息 升腾起来 死气弥漫了整个古城 浓郁的吓人 让古城瞬间天都黑了 苏语感觉到了一股强悍的死气 朝着自己席卷而来 这体内死气迅速翻滚 汹涌澎湃 这是 这是被钉上了 说好的君主死气压制一切呢 骗子 二话不说 苏语迅速地朝着下方古屋逃跑 完了 得快点消磨死气 要不然的话真的攻了心了 而此刻黑魔也是绝望怒吼 你这蠢货 你要和我一起死吗 他也快疯了 这蠢货是苏语吗 到现在他都不确定 若是的话 这蠢货真是蠢到家了 此刻他感受到了 对方情况不比自己好到哪去 自己被死气腐蚀的死亡 对方大概也要死 哪来的蠢货 居然要和我同归于尽 黑魔陷入了无限的绝望和无奈 扭头看了一眼苏语逃跑的方向 一尊准无敌死灵 已经追过去了 那死气弥漫的 难以置信的强大 你死定了 而我也死定了 这疯子到底是谁 不是苏语吧 苏语非要和我同归于尽干嘛 就因为我说了要三成东西 说了护城河可能是出路 带着不甘 带着绝望 也带着一些释然 这一切当他成为城主的那一刻 他就明白了迟早的事 只是早了一些时日罢了 叹息一声黑魔笑了 不再挣扎 转头看向那边的俗语 他笑了笑 我死啊 你给我陪葬 也不错 而就在这一刻 一团多得吓人的天元气 突然瞬间包裹着苏语 黑魔瞪大了眼睛 露出了怒容 下一刻 他又释然了 还好 天元气虽多 可那准无敌死灵还在 再多也没用 而就在此刻 苏语身上陡然冒出了一股光芒 覆盖全身死气 瞬间消融了一些 苏语怒吼一声 你 就靠死气能弄死我吗 你们想多了 我不怕这个 我怕准无敌死灵 直接杀我而已 黑魔再次瞪大了眼睛 这是什么 不过还好 准无敌死灵在追杀他 什么古物都没用 对方能破开 他看着苏语冲进了一件古物 露出了一抹嘲讽之色 没用的 对方可以破物直接杀你的 蠢货 下一刻 他惊呆了 在他死气蔓延全身的时候 那死灵突然在门前停了下来 追杀苏语的准无敌死灵 微微地中霉 扭头看向正在给黑魔 一散死气的同伙 他传音说道 破物杀他 是不是不合适啊 对 以后都是同僚 君主看重 而且 未必符合规则 要不还是算了 那算了吧 追杀到门口的死灵 没有选择破物 而是在门外 不断地一散死气 传音说道 也许 可以用死气弄死他 这样就行了 直接击杀不合适 对 三头死灵就这么交流着 而黑魔瞪大了眼睛 带着绝望和不安 你冲进去啊 你为什么不进去啊 你进去杀他呀 为什么呀 虽然他觉得苏语躲进了屋子 也是必死无疑 可他想在自己死之前 看到几位死灵将他直接四分五裂 为什么不冲进去啊 为什么 带着绝望和不甘 大量的死气一散出来 冲击天地 轰隆一声 一直还崩溃 黑魔绝望吼道 告诉我 你是不是苏语 到现在他都还没有确定 没有人回话 下一刻一轮巨大无比的日月坠毁 这刻古城外 哪怕隔着几百里 都有人看到 他们蒙了 这是日月九重死了 谁啊 不 不用问了 古城城主黑魔 他 死了 这刻整个古城外围 所有看到的圣灵 都惊呆了 最近到底怎么了 日月九重都死了 这就差 没死无敌了 四百三十七级 黑魔死了 而此刻的苏语 没管太多 带着京剧 躲入了谷屋 迅速开始逆转死气 死气太过强悍 而且此刻死气 不断地朝着屋内渗透 苏语能感觉得到 强悍的死灵就在外边 还在爆发死气 他的面色发黑 浑身都在发黑 死气迅速地开始清晰心脏 而苏语呢 不惜代价 天元气大量消耗 不断地消耗死气 不断地强化自己 顺带着连天地悬光 都被他大量取出 一边逆转元气 一边消耗天地悬光 强大自己 死气跟不要前一样的 不断地涌进来 而苏语呢 也是挣扎着 不给死气吞噬自己 换成正常居民 甚至是黑魔 这个时候都死定了 而苏语没有 他招惹日月死灵 就不怕被死气腐蚀 只是他没有想到 这一次招来的死灵 有一些过于强大了 面具此刻传来了震动 玄九到底发生了什么 黑魔怎么会死 死的是黑魔吗 玄甲长老不断地询问 猎天阁总部 戴着无面面具的玄甲 此刻那心里震荡不已 迅速和其他长老说道 玄九在城内 我正在问询情况 但是玄九还没有给我回复 还活着 没死 可能受到了影响 城外传来的消息 疑似有强大的死灵出现 黑魔和死灵大战 牵引了死气死亡 很快又长老迅速说道 玄甲 让玄九探查清楚情况 迅速上报 好 大殿当中安静了 一位位长老陷入到沉思当中 黑魔死了 那就代表着 星红古城没有了城主 而星红古城是一座 很重要的古城 而且就在星红府邸的附近 那此刻 城主之位 他们没敢想太多 此刻也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因为现在星红古城危险的吓人 活人死完了 不 现在整个古城也许就一个 真正的活土了 一个月的时间还没到 浮土灵现在还被禁锢当中 到现在 猎天榜也没有给他除名 显然这个家伙还活着 当然 他活着 真要是出来了 也不知道会不会以为自己穿越了时空呢 因为他被封禁之前 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 而封禁的时间只有一个月 一个月在诸天战场之上 一切都没有发生才是正常的情况 苏宇一边逆转着死器 一边查看着消息 不止悬甲发问 还有猎天阁黄部那边也在发问 苏宇也干脆迅速地通过面具 回复 张老 图家消息 卖情报 算谁的呢 你自己选择 有规则的 要不分成 看总部卖出去多少 你独家情报 分成百分之十 要不直接卖给总部 一次性买断 给你一百猎天点 一百猎天点 那就是十万功勋呢 苏语无语 一百猎天点 十万功勋 很多了 但是猎天阁很黑 之前和自己交易都说是五万功勋 换一滴日月一重的精血 这也就是说 哪怕打了六折 十万也就三滴多 买断的话 以自己白面的身份 相当于赚了三滴日月精血 其实挺牛的 但是分成会不会更高点呢 以猎天阁的手段 卖给个几百家种族 一家收他一滴 几百滴分成百分之十 那自己也赚大了 想到这儿 苏语直接说道 分成 买断就算了 不差这点小钱 玄甲也不废话 迅速说道 那你说说 现在什么情况了 刚刚发生了什么 具体情况如何 长老 我直接跟你说就行 不需要汇报黄布 都可以 这家伙现在跟我聊得痛快 是不是黑魔的死 和他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他正想着呢 苏语开口了 那分成的话 我能分到百分之十 另外总部赚了 是不是还要给我千分之一的提成呢 对 苏语明白了 还行 提成还会有另算 虽然很少 但苍蝇蚊子都是肉啊 现在的他 该逆转逆转 该助体助体 交流倒是不耽误 他倒想看看到底是死气厉害 还是自己厉害 死气和元气 现在就在心脏附近熬战着 就看谁能把谁彻底耗死了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 我正要去给黑魔送天元器 一直隐藏的苏语突然杀了出来 也不对 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苏语调整了一下说法 玄甲无语了 你他们在制造假消息吗 好吧 苏语和玄九就是同一人呢 玄九 你想好了再说 城内还有居民的 也许他们也听到了一些动静 甚至是看到了 卖假消息 你要明白 猎天歌的情报是最准的 这也是我们的底气所在 一旦是假消息 你要说出来 否则被查清楚了 你会很麻烦的 好吧 苏语从头到尾想了想 很快将故事说了一遍 大体上没变 包括玄九自己被死灵缠住 黑魔来援救 然后苏语突然杀出来 弄了一个东西给黑魔炸开了 引爆了黑魔体内的死器 而苏语呢 趁此机会自爆一枚神文 一刀斩了一头日月死灵 引出了三头 可能是日月后期的死灵 甚至比日月后期更强大 日月巅峰的存在 苏语被一头死灵追杀 黑魔被两头死灵腐蚀 黑魔陨落 苏语呢 生死不知 嗯 完美 几乎没改变什么 就是在最后关头 多冒出了一个苏语 至于他自己呢 也受到了一些牵连 好在他不是什么主要人物 很快躲入了谷屋 现在还在瑟瑟发抖 苏语生死不知 无力啊 玄甲听了这个版本 他考虑了一下 倒是问题不大 多出个苏语 大概就是玄九自己干的好事 大体上是可以说得通的 但是玄甲还是迅速地说道 黑魔没道理去救你 救一个猎天阁的人 他不是救我 是因为我手中的天元器 他为了来拿天元器的 那苏语自爆了夜霸天神文 他还有夜霸天神文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苏语给出了不知道的答案 玄甲再次无言 他也在思考 大概率是神文导致的 否则的话苏语才凌云啊 你说要他能杀日月 玄甲也不信呢 哪怕这日月死灵只是初期的 哪怕这死灵智慧也不高 但是日月死灵啊 还是极其强悍的 玄甲再次捋了一下经过 大体上不存在什么问题了 他很快说道 那苏语到底死没死 情况如何了 死没死的 你不知道吗 苏语吐槽着 不知道 他逃了 但是我看他死气一散 可能快死了吧 玄甲不再追问了 那你现在情况如何了 有没有把握 去夺取城主令 嗯 苏语很意外 玄甲迅速说道 如今黑魔死了 星红古城无主 你玄九若是成为了古城之主 我猎天阁也会鼎力支持 你的地位会大大提升 也许会很快成为长老 可我这实力哪怕成了城主 大概也会有人打我主意吧 当然 打你主意是肯定的 因为任何一位古城之主都是霸主级人物 而且古城之主说是傀儡 然而在古城内权柄巨大 所以肯定有人会对付你的 1438级 当然 还有个办法 你不出城主府最好 还要提醒你一下啊 你成为古城之主 需要炼化城主令 城主令没那么容易炼化 若是那么容易的话 也不会都是日月九重 才会成为城主了 小心炼化过程中 被人给击杀了 没人进得来 别大意啊 你忘了城内还有居民呢 也许还有日月 现在黑魔死了 东京巨大 你以为他们没想法 你不会真觉得他们一直不出来 就是死人了吧 好有道理 苏语差点真的忘了这些人了 是的 这些人也是居民 当然想成为城主 现在也就有几头强悍的子灵在外面 否则的话很快 大概就有人来抢夺城主令了 苏语想了想 那成为城主之后 列天阁会给一些支持吗 当然 前提是你是玄九 而不是苏语 苏语迟疑了一下 他摇摇头 也许以苏语的身份成为城主更好一些 大家都知道 自己在城内呢 自己又没有那么容易死 玄九 这不齐尔的玄部成员 他成为城主太过突兀了 城主注定会被四方关注 一旦玄九成为了城主 很快 他这个身份可能就废了 没用了 这一点 苏语是确定的 算了 玄九的身份还是保留吧 明白了 多谢长老提醒 苏语觉得这位悬甲长老还真不错 提醒自己了不少东西 包括本城的居民 其中也可能会存在一些强者 苏语哪怕封了城 对他们影响也不大 之前是不是出来找死 现在黑魔死了 那些人必然会出来争夺 另外就是黑魔死 和苏语关系不算太大 虽然被他算计死的 但是黑魔本来就要死 此刻天地奖励降临 居然只给了一缕天地宣光 靠 这可是日月九成啊 你就给这一点 显然就觉得苏语 在这其中起到了很小的作用 补刀都没做到 唉 早知道我刚给他一刀好了 骂得亏大了 苏语暗骂一声 至于黑魔死后 苏语没兴趣去收拾 收不了了 他的尸体很快转换成死灵 元气都不会溢散 这一点他看过之前那玄九死亡的场面 现在又是有几头准无敌的死灵在外边 苏语对黑魔的尸体不抱任何希望 元气不溢散 因为他没有元气 都是死气 大概是为了转换之后 实力足够 所以才不溢散的 就在苏语抵御死气的同时 黑魔的尸体 所在的地方 一道黑披风死灵出现 星月来了 这位死灵君主 此刻好像是很满意 看向黑魔的尸体 微微地点点头 不错 死得比预期还要早点 如此一来也是好事 婚下又能播一元大将了 巨大无比的黑龙尸体 横跟在街道上 此刻已经被死气覆盖 但是还没有彻底转换成死灵 星月看了一眼 他单手抓出 巨大无比的尸体 瞬间缩小 被他抓在手中 仿佛一条小虫一般 在星月的帐中盘旋着 走 带回死灵界 星月开口 看了一眼 还堵在苏语门口的那位死灵 他淡淡说道 走吧 君主 君主 不如持续下去 将他彻底转换 他还没到必死的时候 星月可以感受得到 里面那家伙还在逆转死气呢 速度还不慢 而且最近实力提升很快 星月心中想着 也许 他活着的时候 提升得更快 死了 苏语实力弱 保存记忆的概率不大 那就很难提升了 在他活着的时候 若是能提升到日月 其实也不错 真死了 没了记忆 没了各种手段 各种功法 只能按照本能来修灵 那成为日月 也许要耗费百年千年了 哪怕这苏语 天资惊人 那准无敌死灵 有一些不甘 但是也没再说什么了 星月的身边另外两头死灵 倒是有人开口 君主 他一直杀戮死灵 杀的只是一些弱小死灵 无妨 杀日月 这一次你们出现了 下次他就不敢了 星月淡淡地说了一句 弱小的死灵死多少都不心疼 日月竟算是强大了吧 苏语这次击杀 导致三头准无敌死灵出现 下次大概就不敢这么干了 此刻地下一枚储物戒 和一枚特殊的令牌 映入到几头死灵的眼中 君主 储物戒要不破碎了 不给那小子 城主利 您觉得谁继承城主之位 对我们最有利 不一定要给苏语留着 他成了城主真的是好事吗 这难说呀 星月看了一眼 没说话 看他们自己 说完 星月抓着黑魔的尸体 瞬间消失在原地了 三位准无敌死灵 对视一眼 也很快消失 知道自家君主 并不想现在弄死苏语 或者说君主被限制了 如此来说 倒是不能弄死这凡人的家伙 君主大概率是想让他死之前提升实力强大自己 这样的话 死了的苏语天生就会强很多 几头死灵无奈 也不好违背君主之令 迅速消失在原地 而古屋当中 苏语感受到的死气波动 他松了口气 臭了吗 他也不敢大意 不管了先修炼 先弱化一些死气 起码消弥三成之上 保持七成的死气 三成元气 这样的话 就没之前那么凶险了 瞬间被弄得死气快攻心了 而死气和天元气不断地冲撞 不断地消泥 这让苏语肉身进步很快 轰隆一声 这一次 短时间内完成了一次出身 苏语完成了死时久住 肉身更强大了 元气也更强大了 一眨眼 死灵避退一些 也很快死气跟着强大起来 此刻刚回到通道中的 星月扭头看了一眼 看不到面孔的眼眸当中 露出了一抹一样的色彩 他到底完成了多少注 哪怕星月其实也不知道 苏语到底完成了多少次出身 星月只是知道 他实力现在越来越强 强大到了自己 需要付出更多的死气才能压制他 这就是开周天翘之后 再用石铁七十二柱注身的强者 上古时代有多少这样的强者 大概也很少吧 想不起啊 上古时代也许天才很多 功法很强 资源也多 可是养得起这样的天才吗 从开窍开始 一路到柱身 元气久变 有几家势力 温养得起这样的吞金兽的 星月在看 石铁也在睁眼看 黑魔死了 石铁还是有一些微微的复杂的 城主啊 很多时候其实是石铁自己选的 黑魔也算是 如今比喻期中的提前死了很多时间 否则的话 黑魔还能活不少年呢 石铁闭着眼睛不再去想 有些事啊 他很无奈 其实他可以传音一句 让黑魔不要出去 但是他没有 他选择了袖手旁观 他选择了维持规则 每座石铁都有不同的性格 他比天灭更威严 更冷漠一些 刚才要是换成天灭 也许就出声提醒了 同一时间 外界也是闹了个天翻地覆 很快来自猎天阁的消息传了出去 黑魔的确死了 古城再次出现了三头准无敌死灵 导致黑魔死气攻心 彻底陨落 而这一切和苏语有关 苏语自爆一枚夜霸天神文 击杀了一头日月死灵 引出了强悍无比的死灵 这是导致黑魔陨落的诱因 至于猎天阁选酒 稍微地提及了那么一句 并未多说 四百三十九集 苏语这个名字 再次响彻了铸天 一位日月九重因他而死 此刻距离摩多纳他们离开都不到三天 有些人还没有出星辰海 就收到了这样一个消息 一时间不少天才都复杂无比 这是个能搞事的家伙 很能搞事啊 可是呢 如今猎天阁的消息是 苏语也被死气覆盖 死气一散地厉害 不知道能活多久 猎天没了苏语也许会少很多快乐 很多的天才其实都没和苏语有过交手的经历 这样的天才死了 若是寂寂无声地死在古城当中 也许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遗憾 而苏语呢 注定也会在万族史上留下那么一笔 灵云境的人族 在两座死城当中坑杀多位日月 包括一位日月九重 以及导致无数无敌陨落了三十身 这样的灵云也就只有他一个了 这一刻 万族的情绪是复杂的 当然复杂归复杂 黑魔死了 这座古城城主的位置 也许可以想想办法 苏语若是死了 三天后这座古城就会开启 若是到那个时候 也许就可以夺古城城主之位 再怎么傀儡在这城中 那也是有能战无敌的存在啊 若是原本已经是古城居民 那当然是成为城主更好 各族并非没有成为居民的 列天阁都有 其他各族也自然有 只是大部分的实力都不强 而此刻 也是有一群闲散的日月 包括一些仇人众多的日月 迅速地朝古城赶过来 他们都有一些想要夺取城主之位 哪怕转换成居民 有些人已经没有出路 成为城主倒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至于死了转换成居民 死了谁还在乎这个 东部战区 东列谷附近 几位无敌王者凑在一起 大夏王冷淡说道 黑魔死了 好事 这家伙若不是躲在城中 我早就一刀劈了他 苏语这小家伙 倒是够胆大的 居然真的坑杀了他 苏语天赋太强 胆大心器 现在虽然转换成了古城居民 我还是希望 人族能想办法 解救他摆脱这身份 有无敌低沉说道 如何摆脱 大夏王 几乎没人能脱离 几乎没人 不代表没有过 若是能送他进入星宇府邸 赠送几千枚天元果 帮他消耗抵消死气 等他出来之后 三五位永恒 帮他切断死气通道 或者干脆攻破古城 打住死灵界 斩杀了那控制他的星月君主 他自然会没事了 无声 攻入古城斩杀星月 这是大夏王给出的办法 是的 杀了星月 苏宇大概率是有机会 摆脱这个身份的 可是 不开玩笑吗 有人冷冷说道 大夏王杀入古城 击杀星月 你是认真的 那你准备用几位永恒的命 来换苏宇 之前十二位无敌 在那边杀了而归 还有无敌三世隐落 结果连根毛都没伤到对方 你是真的 那得出动多少无敌 为了解救苏宇 难不成出动五十位无敌去帮他 开什么玩笑 人静不要了 东部战区不要了 大夏王沉默 此时反驳他的人未必是他的敌人 是他的对头 大家考虑的还是很多的 击杀星月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别说是苏宇陷到其中 就是一位无敌陷到其中 都未必值得人足这么做 因为真的攻占了古城 也许得死很多无敌 又有人说道 何况现在苏宇也许已经死了 没看那天阁说苏宇被死气环绕吗 大夏王淡淡说道 你死了他都未必会死 他这种人难死 你当年也是这么说叶霸天的 结果呢 有人愤怒了 结果叶霸天死了 这才有了苏宇的劫难 夏无神 苏宇有今日之难 不是五等造成的 是叶霸天 是你大夏佛 你明白吗 不要想着推卸责任 不要想着此事是我们导致的 而今 苏宇的一系列举动 其实和叶霸天没什么差别 从此以后 多神文一系更是众矢之地 叶霸天也好 苏宇也好 都把多神文一系推到一个巅峰 成为了万族必杀的目标 大夏王沉默 此话说错 也不算全错 多神文一系 有这样的磨难 八成归功于叶霸天呢 于是大夏王还是冷冷地说道 我承认大夏佛有责任 叶霸天有责任 可是 难道在诸天战场也要憋着忍着 有实力不能发挥 有天赋不能展露吗 那一辈子也成不了强者 众人无声 一方面和人族处境有关 一方面和人族实力不够强悍 无法镇压诸天 否则的话那就没这么多事了 一直没有开口的大秦王 此刻威严说道 好了 都闭嘴 苏语的事后续再想办法 此刻不谈苏语 行洪古城那边 靠近星宇府邸 一位新的城主 位置还是很关键的 人族这边能否想想办法 赛人进入 争夺城主一位 有无敌笑眯眯的道 有啊 我推荐牛百道 让他去 他不就在附近吗 年纪也不小了 他在日月七重多年 让他去试试 转换成居民也不亏 他也是最合适的人选 其他人要不受伤 要不就是生命无多 大概转换完了 也就成死灵了 牛百道看起来还算健康 话都说到这儿 人群当中大明王淡淡说道 还记得牛百道当年给你一巴掌那事呢 这都多少年了 四百多年了 那时候啊 你还没成永恒呢 牛百道打你一巴掌 你急这么多年 你也真够好意思的 你 大明王 这话可就有些伤感情了 我和牛百道早就化解恩怨了 要不然他能活到现在 我认真的 人静这边就他最合适 他身体健康实力不算太强 但是也不算太弱 年纪也大了 潜力也有限 你说整个人静的日月 有比他更合适的吗 大明王想了想 没有 牛百道的确最合适 关键是这家伙不是日月七重 真的要是日月七重 其实还真的挺合适的 其他人想想 好像也挺合适 要不让牛百道去试试看 就是 那家伙玩也玩了 乐也乐了 吃也吃了 喝也喝了 睡也睡了 有谁比他更自在的 该享受的都享受了 让他去试试 临死的时候 混个成主当的 也算一方霸主了 体验一下无敌的滋味 他日子过得 可比我们滋润多了 就是 我们还得负责镇守边境 那家伙倒好 在人静养乌龟呢 一群无敌都笑着 说着盘算着 别说 牛百道 还真的挺合适 至于苏语 他们没去想 没去指望 苏语的实力太低 成为成主 用处也不大 只能一直躲在成主府 永远不开门 那这样的成主 有和没有有什么区别呢 大明王也是无语 老牛这是被盯上了 还别说 我还真没法反驳 老牛是真的合适 人又老了 享受的也享受完了 实力还算可以 还就在附近 这不找他找谁啊 他正想着如何反驳呢 突然他在心中微动 朝远处看了一眼 不只是他 一味味无敌 都很快朝那边看去 说老牛 老牛这就回来了 以前四百四十集 远处虚空一道人影浮现 他迅速地朝这边赶过来 也看到了虚空中一尊尊 强悍无比的身影 哈哈哈哈 见过诸位无敌王者 大秦王看向他淡淡说道 回来了 两百里天地玄光带回来了 带回来了 这苏语说送我了 就这样 无声 苏语说过这话吗 好吧 东西在他手上 无敌也没说什么 牛百道并不在意这些 很快他说道 我在回来的路上 听说苏语又弄死了黑魔 真够给力的 还有 另外 黑魔死了 城主没了 人族这次大概也有兴趣 想弄个城主 占据一些优势吧 呃 我是不是 最合适的 啊 实力不行 人也老了 天天吃喝玩乐 又和大元王有仇 当年 打了他一巴掌 牛百道 一尊尊强悍的身影中 一尊无敌开口了 你非要找点麻烦 哎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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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元王尖量 只是 一往昔 争容岁月 想到如今 诸位已是无敌 而我 还是如此之落魄 不由此处的 我想到一些 往年的争容啊 哎呀 老牛叹息一声 又笑了 嘿嘿嘿 不过 那就算了吧 嘿嘿 我推荐 大周府的 周破天过去 那他年纪也不小了 虽然是府主 可好像一直 没合三十身啊 年纪那么大了 却当个城主吧 嘿嘿嘿 话落 牛百道笑呵呵的 无尽虚空当中 突然走出了 又一个牛百道 瞬间和他融合在一起 这一刻 牛百道的气息 强悍得惊人 一尊尊无敌 看着他 有人眼神惊异 有人沉默不语 有人好像早已料到 都没说话 牛百道笑呵呵的 嘿嘿嘿 诸位 我呢 是慢了一步 但是 怎么还在追赶呢 我 年轻力壮 就算了 我当不了这城主 大秦王看了他一眼 没说什么 想了想说 未来神 不 过去神 那若是未来神 我现在就要 暴打大元王一顿了 他又不敢杀我 可惜 是过去神 实力 总服有限 三世神当中 现在神 是现在的实力 过去神 有的强 有的弱 但是一般都不会超过 现在神 唯有 未来神 可能很强 也可能很弱 可能是你捕捉的 未来虚弱的时候 可能是未来苍老的时候 一切都有可能 但是若是能捕捉到未来最强悍的那一刻 甚至是无敌的那一刻 那可能会突然爆发出堪比无敌的战力 这就是准无敌 这就是准无敌 很特殊的一种状态 有的准无敌强悍得吓人 有的也就比寻常日月九重烧强大一点点 大秦王点了点头 过去神其实很好 先容过去神 才是正道的正统 容未来神 虽然可能会更强大 也可能会很虚弱 而且也容易被人断了过去神 说吧他再次看向他说道 一直隐藏 今日怎么不隐藏了 牛百道笑了 大元王要让我去当那古城死灵 我当然不干了 有实力不展露 非要藏着掩着 不是个东西 此话差异啊 还没到决战之时 我暴露实力也没用啊 毕竟连无敌都不是呢 对不对 大元王懒得理他了 大秦王沉思一会儿开口说道 此事在意吧 星红古城还被封锁中 也许还没等我们插手 城内居民就已经夺取了城主令 成为城主了 众多无敌不再多说什么了 大夏王说得不错 他们简陋的希望不大 星红古城 苏宇走出了谷屋 当死气消散许多的时候 他就知道 这些个死灵大概走了 而苏宇自己此刻也消除了大概三成的死气 看起来状态还行 取下了面具 现在不需要面具了 他现在就是苏宇 朝之前的黑魔陨落的地方走去 他稍嫌谨慎 却是没有那么害怕 如今 古城中有不少居民 这一次 大概有居民会动心 但是日月境有几位呢 苏宇自己 现在肉身四十九柱 肉身爆发力超过十九万窍之力 肉身防御力更强 因为三十六柱的时候 他体外出现了一层防御罩 天然形成的 这便代表着他的肉身防御力超过了二十万窍之力 弱者根本破不了他的肉身 再加上还能开阳窍 还能吞噬日月精血 还能用神文加成 苏宇这会儿的综合实力比外人想象的要强大太多了 而且他一百四十四圆窍和开天刀有关的 好像即将完成第一变了 元气一变 若是完成这一百四十四窍穴会更加强大 强大许多 一变之下 能增幅多少 现在苏宇还不清楚 但是 绝对会强大许多的 如今黑魔死了 苏宇没有那么多的忌惮 城中日月精的居民不说几位 就算是有 那么多天下来 这些家伙估计早躲进了谷屋当中 大概也被死期侵蚀得差不多了 能发挥多少战力都难说啊 走在街道上 苏宇四处地查看了一下 死灵还是有一些的 除了准无敌三位死灵走了 其他的死灵都在 而且还有一尊日月死灵也在 这也是城门继续封闭的关键 苏宇距离黑魔陨落的地方并不远 很快他到了 而前面也有人到了 这一刻胆子大的可不止苏宇一个人 那一位化生人形的强者 日月气息弥漫 看到苏宇眼神微变沉声说道 你是苏宇 是 苏宇看到地上有两样东西 一枚储物界 一枚黑幽幽的令牌 那日月看苏宇眼神警惕 苏宇 你实力稍弱 拿到了城主令 大概也无法练花 恐怕会被城主令诱发死气 城主令归我 储物界归你 如何呀 他一个日月 确实要和苏宇商量着办 因为他忌惮 他真的忌惮 苏宇只是一个陵云的实力 可是你把他当陵云 你就是真傻子 苏宇看着他 半上才说 都是我的 黑魔是我坑杀的 你要来拆桃子 那日月强者低沉说道 苏宇 你是天辰 但是现在你也是居民 城池被封锁 你不会真觉得 日月竟可以随意击杀吧 这和你要夺我的东西有关吗 城主令不是你的 这尊日月强者身上有死气弥漫 他低沉说道 这是古城的 苏宇 你想清楚了 就算你拿到了城主令 你能挡住接下来的攻坚吗 你能 你日月一重还是二重 你能挡得住 那日月死死地盯着他 我是千玉联盟中的一员 拿到了这家伙 四周有九届借主在 各大大族都会给些面子 你不行 你一旦成为城主 各大强族都会来找你麻烦 苏宇 你要是真和我抢夺 只是让你更快的死亡罢了 有道理啊 可是黑魔是我坑傻的 这尊日月强者 看他一眼深深说道 所以 储物借给你 我不会拿 换成小族凌云山海 他早就一巴掌拍死了 但这是苏宇呀 所以他和苏宇商量协商 退让了一些 储物戒指可以给苏宇 黑魔的储物戒指中 未必有什么好东西 因为黑魔得修炼 也得打磨死器 关键还是那城主令啊 此刻 四周隐约间 也有人到了 第1441级 一些居民都想捡个便宜 哪怕知道非常危险 哪怕明白成为城主之后 也许会遇到一些麻烦 但是 城主 总是比普通居民要强一些吧 而看到街道上的两个人 有人瞬间就退避了 一位日月 一位是苏宇 惹得古城大乱的苏宇 而黑魔 也是被苏宇坑杀的 苏宇非常好奇 这位前辈 能问一下 你是哪个种族的吗 日月很强吗 你能爆发多少巧学之力 若是太强 我这个人非常识趣的 我可以退让 可是 如果你要是不强 日月我可是杀过的 而且杀过不止一尊 前辈觉得呢 那日月强者脸色就是一变 叶霸天的声吻吗 他还有 叶霸天哪来的那么多声吻呢 都被爆了多少了 他其实是有一些忌惮这个的 不然的话他不会和苏宇 好好的商量 我来自红蛙一族 苏宇有一些耳熟 想起来了 他推导合窍法的时候 曾经参考过红蛙一族的合窍法 这一族的合窍法还不错 开窍22个 这一族的天赋计也是比较强大的 虽然这一族不强 但是天赋计比较隐蔽 很特殊的天赋计叫做破虚空 苏宇曾经尝试过一次 比较隐蔽和猥琐 舌头探入虚空 然后突然杀出 一击毙命 想到这儿 苏宇的眼神微动 这个家伙 不会已经给我来了这么一套了吧 这个家伙 现在舌头是不是已经 隐藏在了我的四周围了呢 苏宇其实也会一直攻防 但是好像特别恶心 是要自己的舌头吐出去 然后他也吐舌头 舌头万一碰到了舌头 那这算什么 好恶心啊 苏宇没兴趣用这个 不过了解了一些 这一族的种族天赋计 攻防以及其他的东西 他倒是有一点谱了 感应欲不断地探查 杰字神文也在探查 顺便再让小毛球感应一下 这个家伙 若是真的敢吐舌头过来 我瞬间就斩断他的舌头 他心里想着 又说道 前辈 红蛙一族可不强啊 哪怕前辈成了日月 没有天大的机缘 也只是普通的日月境 那我看前辈大概率是日月一重吧 还被死期压制了 也许连寻常日月都不如 前辈 粉咬和我抢夺机缘吗 我不想杀戮 前辈也不值得 我去破碎一枚神文来击杀 前辈若是愿意的话 我成了城主 可以让前辈成为 护卫军的将军 红蛙一族的日月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低沉说道 苏语 你真的还有夜霸天神文 你不信 红蛙没说什么 他不太相信 但是也不敢不信 他现在在犹豫 也为难 到手的机缘 他是不想放弃的 成为一方霸主的机会 苏语确实有一些不耐烦 他暗骂一声 上黑魔的时候 不见你们出来 现在好 都干完了 你们跑出来摘桃子 暗中此刻 应该还有一些强者在潜伏 苏语感应狱当中有显示 他没有看到日月 但是确实有几位山海在潜伏 山海也敢来抢夺 当然 强族的山海也不弱 但是 哪怕神魔强族的山海 除非是顶级天才 要不然的话 也做不到逆法日月 苏语一百四十四俏学当中 刀器渐渐凝聚 阳翘 缓缓开启 口中含着一滴破山牛的精血 粒子神文开始加持自身 神文战绩开始变成一柄长刀 阵子神文开始准备 神窍也全部开启了 此刻的苏语身上传来了微弱的危机感 他再次看向了红蛙一族的日月 前辈 退去吧 你是古城居民 算起来你应该和我是一伙的 城中的日月居民大概不多 我可是给你准备了护卫军将军的位置 前辈梦要自己找死 红蛙一族的日月脸色变了 他有一些迟疑 苏语 你没能力守住古城的 除非你一辈子躲在城珠府里 那样一来 你迟早还是要死 苏语 你若是成全我 我就 嗡地一下 下一刻一抹惊天刀光升起 成全你祖宗 成全你去死吧 好说歹说没用是吧 黑魔我都弄死了 还差你 你一个日月一重 就觉得自己能上天了 这一刀斩出 刀器冲天 与此同时 虚空当中苏语身后 一条舌头陡然间朝着他的后脑勺卷过来 日月可不是初出茅庐了 这都是老油条 红蛙早就做好了撕破莲的准备 然而这一刀 却是有真正的日月之力的 爆发之下 甚至比日月一重还要强大许多 因为苏语吞噬了精血 能爆发日月一重之力 何况他还开启了阳俏 开启了自身的实力 这一刀下去 红蛙的脸都变了 他迅速倒退破空后转 而舌头呢 依旧悄无声息地朝着苏语的后脑勺杀管 他是要洞穿苏语的脑袋 没了脑袋你还能活下去 而此时苏语右手持刀 左手手中陡然出现了一柄大锤子 轰隆一声 左手朝后一轮 锤子上夹杂着雷霆火光血气 一锤子下去震荡四方 锤子那可比刀线落下 轰隆一声 传来吭枪之声 虚空中探出的舌头 砰的一下 被苏语震得个鲜血淋漓 红蛙惨叫一声 一股火焰沿着虚空中的舌头 瞬间炒到他的嘴中烧去 空气中传来有一股肉香的味道 下一刻 红蛙爆吼一声 一根舌头直接被他咬断 火焰戛然而止 在他嘴巴之前停下来 砰的一声 一条巨大的舌头被烤熟了 掉落在地上 红蛙瞬间化为原形 一头巨大无比的红蛙 瞬间蹦跳而起 朝着远方顿逃 他惊恐了 他真的害怕了 苏语不知道有没有爆发神闻 但是他只知道 此刻的苏语居然真的有日月之力 就在此刻轰隆一声 刀光穿透了虚空 一刀斩下 扑驰一声 红蛙巨大的后背上 呈现出了一道 深不可测的刀痕 大量的血液飞溅出来 骨骼碎裂了 饶命 饶命啊 他惨叫一声 接着抱吼道 别再打了 别再打了 否则我拼命之下 你也会死 一轮残月浮现 红蛙展露出残月 瞬间朝着苏语这边杀过来 气息强大无比 不为了击杀苏语 只为了纠缠住他 不给他继续追杀的机会 苏语呢 微微的凝眉 日月如此弱小吗 有一些弱的可怜 真的 他感应了一下 感受了一下 红蛙全力以赴之下 撑死了也就是三十万俏之力 当然 苏语没杀过弱族的日渊 所以对他们到底有多强 他不太清楚 然而此时他知道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死气的压制 红蛙爆发的实力比苏语 预想中的要弱小许多 也是比死灵多了一份智慧 直到跑路直到算计 苏语哪怕不动精血 也超过二十万俏学的爆发力了 此刻更是吞噬了破山牛的精血 破山牛一组 怎么也算是百强种族了 一重破山牛可要比红蛙强得多 苏语不再耽误了 身影瞬间消失 化为一道虚影 眨眼之间在原地不见 逃顿的红蛙还没跑多远 陡然止步 他瞬间倒退疯狂地往后顿逃 翁的一声又是一刀落下 与此同时 从天而落一座牢笼 五行炼狱 瞬间将那红蛙笼罩起来 红蛙爆吼一声 轰隆一脚将整个牢笼击溃 好歹他也是日月 苏语的意志力毕竟没那么强大 困住山海还行 但困住他有点难 红蛙踹破了牢笼 刚想逃顿 他就觉眼前一花 不远处一尊日月巅峰死灵 气息强悍无比 红蛙脸色大变 下一刻有一些恍惚 不 不是真的 是幻境 对 幻境 元气冲 一枚翘穴浮现 那是他的日月翘 这不是真的 是幻境 和文明师对战 就得小心这些手段 四百四十二级 红龙一下幻境破碎 而此刻那一刀落下了 红蛙再次惨叫一声 刚刚背部被砍的那一刀 此刻直接砍断了条腿 苏宇 凄惨的吼声响起 而就在这一刻 苏宇陡然圆翘逆转化为死灵 一拳轰出 这一拳全部都是死气 他可是吞噬过死灵精血的 一拳轰出 轰隆一声 强悍无边呢 一下子将红蛙击飞出去 而红蛙脸色狂变 这一拳的杀伤力 还没刀气大 然而 这一拳杀出 红蛙身上的死气 陡然强大起来 苏宇化为死灵的速度极快 一拳又一拳 一刀又一刀 带着死气 眨眼之间红蛙爆吼一声 肉身彻底被轰爆了 一只海浮现 如同大海漂浮在空中 然而下一刻 强烈的死气涌入其中 大海覆灭 苏宇一脸的淡漠 再次恢复人形 朝四周看了看 冷冷说道 都给我退回屋去 否则的话 你们可以上来试试 这一刻 空中浮现出一尊日月死灵 一轮日月坠毁 下一刻 一朵巨大的云朵降临 那是他击杀日月一重的奖励 而这一次击杀 奖励比以往都多 而且多很多 多到可怕 因为苏宇真的是靠自己的实力 杀掉了对方 当然 有一些借用红蛙体内的死气的缘故 但是 这一次苏宇 几乎是碾压一般的 将这尊红蛙 斩杀当场 四周围一些个强者 瞬间就逃离了 惊悚啊 逆法日月就这么简单 红蛙一族的日月 几乎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 先是被苏宇斩断了舌头 然后用开天刀重伤 然后竟被活活捶死 这个苏宇的手段真多呀 神闻震荡化为死灵 开天刀法五行炼狱 幻境困扰 一次一次消磨之下 最后借助死气 轻松地轰杀了红蛙 而且对方尸骨无存的 如此状态之下 红蛙都没能转换为死灵啊 至于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转换 这个苏宇不知道 但是这一次 他没看到有死灵来接引 显然肉身和意志海被打爆了 可能转换有些问题 天地奖励很多 大量的意志力涌入到苏宇的体内 涌入到意志海之内 这一次单杀日月 奖励还是意志力 很是精纯 倒让苏宇有一些欢喜 而小毛球也偷着吸收着 苏宇倒是没有太在意 很多 你吸就是了 他也在吸 下方城主令和储物界都在 包括一些属于红蛙尸体的残骸 以及一些杂物 苏宇都没管这些 他漂浮在空中 气息强大 不断地吸收那些个意志力 有居民 开启古屋 偷偷地看着他 却不敢说话 苏宇 这些人心中非常震撼 此人真的逆罚了日月 就在他们眼前 这已经是一方霸主级的人物了 哪怕在这城中 此刻还有日月居民 他们也不敢露头了 他们并不确定 这是不是苏宇的权力 也不敢确定 苏宇有没有爆了夜霸天的神闻 刚刚没有感觉到太强烈的神闻之力 倒是人家苏宇的肉身之力强大的可怕 天赋精血 有人倒是知道 人族在研究这个 苏宇身上也爆发了一些 属于破山牛一族的气息 难道是天赋精血 日月境的天赋精血 这也可以 若是如此 苏宇是不是还有更多的手段等着我们 苏宇现在不走 是不是为了诱杀我们 诱杀城中的日月 果然啊 大夏府出身的就是魔头 杀人魔头 和夏龙武一样 不 比夏龙武还有凶残 而这一刻 外界再次看到了一轮残月坠毁 不大 看样子是日月死了 但是实力不强 可能是日月一重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 日月陨落都快成常态了 在这之前 死一个日月诛天战场都得传遍啊 人族和魔神交战几十年死去的日月也没几个 三五年死一个日月算不错的 而今年 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 先后死了好几十个日月 日月九重都死了几个 列天阁有消息传来了吗 谁死了 是不是在争夺城主令呀 谁杀的 谁赢了 古城外的人都带着好奇的兴趣 他们知道城内爆发战斗 因为城主令 肯定是日月会交战的 只是没想到日月死得那么快 列天阁这一次传递消息的速度有点慢了 过了好一阵才有人说到 列天阁传递消息出来了 红蛙一族的纳尔死了 不是被其他居民杀的 是被苏语杀的 苏语吞服了日月天赋精绪 强势击杀了红蛙 如今呢 城内已经无人敢跟他争 苏语 一听到这个名字 整个的古城外围瞬间安静了 又是这小子 这家伙都化身活死人了 能不能消停点 他想成城主 这不是关键 诸位 关键是 他会提取天赋精绪 日月静的 真的假的 人族的天赋精绪 不是说只有灵云静的吗 怎么 连日月静的都出现了 废话 苏语是天才 是研究领域的大师 也许是他自己研发的 你们忘了 他在人静推演了多少功法出来 不管有没有无敌一介 都代表他天赋过人 在这一条道路上 有大潜力 可怕呀 是很可怕 好在 好在他成为居民了 有人暗暗地松了口气 这注定要死 否则的话 苏语这样的人物 真的太可怕了 消息 再次迅速地流传开来 古城城主之争开始 苏语强势击杀 红蛙一族日月 如今 城内其他居民 无人敢称 城主之位 居然很可能落入 苏语之手 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也是震撼朱天的 难道苏语要成为万界第一位 灵云镜的古城主 这个消息迅速地传荡各界 人静 朱天道瞬间捏碎了座椅 半上无言 靠 古城城主 哎呀 这小子出去这一趟 出去的时候弱得跟蚂蚁 怎么没多久 才能弄死了 弄死了日月九重啊 现在居然还要当什么 古城城主 大侠府 万天圣随意地看了一眼 他没当回事 他现在淡定极了 当我不知道好了 灵云杀山海 我只记得这个 苏语还是灵云 那就代表他看到的 还有机会出现 要是不是灵云了 那就是他看错了 他只是有些疑惑 这家伙就算成为了城主 又能如何 难道还能带着古城跑 不带着古城跑 苏语还是苏语 遇到了日月 遇到了无敌 还是有危险 红蛙一族 弱小的种族 日月一宠 天赋精血 这家伙能吞噬日月精血了 那代表自身肉身之力 也强大的可怕呀 这是拿到什么地步了 否则 哪怕有日月精血 你也得能服用才行 大部分山海都做不到吧 这小子的肉身之力 也许达到了山海高崇了 可怕呀 也就猎天榜没名字了 不然这家伙 现在杀日月 也许排名 好吧 没得生了 他之前就是天榜第一 难点 习惯就好了 万天圣不再管了 想了想 迅速传音某处 洪潘 你的徒孙苏宇 在朱天战场 刚刚又杀了一个日月 现在在争取成为古城之主 对了 星红古城的城主黑魔 你知道吧 被他弄死了 洪潘 开心吧 而这一刻 刚刚开启 没多久的神文学院 洪潘 正在书写着什么 手中的笔 瞬间破碎 1443集 老师 一旁白风 正在把玩着什么东西 见到老师捏断了笔 他忍不住笑了 老师 您也惊怠了 我也没想到 我居然这么快 就恢复到了腾空九重 老师 我很快就要进入陵云了 开心呐 我总算要进入陵云了 太惨了 从去年跌落境界到现在 总算恢复到了一个巅峰 很快我要进入陵云境了 用不了多久 我白风也是陵云天才 心情真好 洪潘看了看他 眼神那叫一个异样 朱天战场的消息 传回来其实很快的 但是一般人都不知道 因为没有那个渠道 可此刻呢 他知道 红潘看向白风顿了顿 他开口了 不错 海陛空九重了 三个月内你必然踏入陵云 很不错 白风点点头笑了 是不错 挺好的 红潭想了想 你知道日月有多强吗 不知道 拍死我一巴掌的事 师父放心 我不会骄傲的 您就是日月 可以一巴掌拍死我 我懂的 红潭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 你知道 你徒弟现在在哪吗 你说苏语 他不是装成催浪 好像去了诸天战场 是不是回来了 诸天战场的消息 真的传不到白峰这儿 他的消息来源只有红潭 而之前红潭都没有告诉他 此刻见白峰兴奋 红潭想了想 一个月前 6月21日 苏语进入的诸天战场 你知道吗 哦 白峰没太在意 现在8月15号了 距离苏语进入也快两个月了 他惹是了 是 不算什么大事 就是在天灭古城弄死了二十几位日月静 其中有六位日月后期 然后 前几天跑去了星辰海 又弄死了九个日月 其中一位日月后期 然后今天上午弄死了星辉古城的城主 日月九重的黑魔 对了 刚刚又弄死了一个日月一重的小人物 也没什么 算下来也就弄死了三十多位日月静 杀了猎天榜上十多位天才而已 也就有十二位无敌 啊不 两个是人组的 也就是十位无敌去围杀他 都失败了而已 没什么 他抬头 看着嘴巴张得老大的白峰 他淡淡的一笑 哎呀 好徒弟啊 你很不错啊 你快要凌云了 恭喜你啊 哎对了 哎呀忘了说了 他可能要成为有史以来最弱的一位古城之主 人家已是一方霸主了 白峰嘴巴依旧张得极大 啥意思 啥情况 你在说啥 我听不懂啊 老师是不是说错了 错把日月当腾空了 他咽了咽口水干笑一声 老师 苏宇杀了三十多个腾空是吧 日月 腾空 对老师 对吧 这是我最后的倔强 你一定说错了 对不对 红檀怜悯地看了他一眼 白峰受不了了 他忍不住爆发了 老师 您很快乐吗 您也只是日月一种 也只是 你刺激我有什么用啊 你也只是日月 还是日月一种 红檀没理的 老子知道已经被刺激过得习惯了 很快 他迟疑了一下 还是道 不过 他可能快死了 他自己转换成古城居民了 白峰愣住了 这一刻 突然失去了笑容 刚刚是震撼 是不敢置信 甚至还有那么一些些小小的骄傲 老师的徒弟 牛不牛 可是这会儿呢 他突然愣住了 扮上他艰难说道 他 成古城居民了 白峰是去过诸天战场的 知道古城是怎么回事 古城居民 一般情况下都火不长 红檀平静地说道 是 要不然 他早就被无敌干掉了 之前 十尊无敌 围杀他一人 人族那边 只有大夏王 大明王过去了 根本挡不住 苏宇不得不选择了这条路 而且 他被死灵界的一位无敌亲自转换 无法逆转 除非那死灵君主 死了 白峰嘴角抽动 干笑一声 没事 没事的 这小子 我告诉你啊 他手段多着 太多了 他还有大纪元 大运气 老师 他没事的 你以为他会死 他不会的 红檀沉默 不再多说什么 他继续地低头书写着一些东西 他的声音 有一些萧瑟 自己回去修炼去吧 他死之后 多神闻一戏 恐怕真的要 灭绝了传承 也好 断了就断了吧 你非要跟着我 我给不了你什么 也帮不了你什么 从此以后 多神闻一戏 就让他成为历史吧 老师 我 我不甘心啊 白峰的眼睛 突然有一些发红 这白痴东西 他去猪天战场干嘛 他有病了 他在燃尽 起码不会招惹到吴迪 吴迪 就他那个样子 早晚的事 也许当初 你就走错了 你就不该收下他 你当初有多开心 多骄傲 多自豪 如今你就有多后悔 一切的一切都源于那次南原之行 独入多神闻一戏的苏语 恐怕也不会有今时今日 也不会成为万族共敌 白峰咬着牙 我 想去见他最后一面 你去不了 也没人去保护你 不要去想了 等着吧 等着你师伯回归 我们这一脉 定绽放最后的绚烂 老师 他太年轻了 他才十九岁 老师 他活得太短暂了 他不应该这样的 红潭沉默 他低着头 手中再次出现了一根笔 那一根早已粉碎 再出现在粉碎 红潭有一些烦躁 他一掌将白峰打了出去 老子他们知道他年轻 可是老子无能为力 日月静的自己 此刻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没有这一次机会 荡平一切 也许才能给苏玉 争取那么一点点的机会 让人族无敌去解救于他 我 只能等这次机会 抱歉 我真的 没办法做到什么 意志还震荡 古城当中 这一次苏玉收获的意志力太多了 吸收之下 意志力直接 从灵云七重进入到了灵云九重 而苏玉呢 这次开始锻造了 他不能再提升了 当然 他实际上也很难提升到山海 他之前服用了日月玄黄夜 神窍都强大了许多 以这种情况 他几乎没有希望何窍 苏玉也不是太在意 没希望就算了被谁在乎一样的 提升一点算一点 阔神锤再次吹击 很快意志还更大 而意志力中 一些杂志被他吹击出来 苏玉继续地吹击着 一直将意志力生生地吹到了灵云八重 这才继续吸收一些意志还 很快在此到了九重 他又在吹击 如此两三次 这次获得的奖励意志之力 被他彻底耗空了 而毛球那边 这次也真的是吃了个饱 开始趴在神门上睡觉了 苏玉不知道是真的睡呢 还是在蜕变 他也没在意 这个家伙自从进入灵云之后 跟着他一起吃了多少好东西啊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进入山海 苏玉盘踞在空中 他扫尸了一圈 也没人管他 他笑了笑 这才将地上的宝物 城主令收入囊中 此刻除此之外 还有点东西 一个红蛙的储物件 一个是红蛙的大舌头 烤熟了的那种 至于尸体嘛 一早被苏玉打得四分五裂 若是提取 也许凑吧凑吧 能提出个一滴日月一重精血来 不过苏玉懒得废那个事 散落的到处都是 不少死灵腐化了这些个血液 那还得赶走这些死灵 太麻烦了 一滴日月一重的精血罢了 不要也就不要了呗 毕竟现在苏玉有钱 任性 主要是太麻烦 那血洒得哪儿都是 一千四百四十四级 黑魔死了 红蛙死了 城内安静了 而苏玉呢 却是不管这些 很快他朗声说道 从今往后 我苏玉 便是这星红古城的城主 你们呢 服气也好 不服气也罢 我不所谓 在这古城当中 我的话便是智力 黑魔他们不敢杀人 怕死灵找麻烦 但我不怕 你们刚才也看到了 我杀了红蛙一族的日月 出现了日月死灵根本没有找我麻烦 对吗 你们杀我 小心死灵君主杀你们 而我杀你们 什么都不需要付出 既然成了古城居民 就别想太多了 我不知道古城居民 能不能从这古城 到别的古城 能的话 你们想走了 尽管走 不能的话 老老实实 给我乖乖认命 我死之前 你们就别想翻天 就在此刻 有古屋打开 有人小声说道 苏大人 我是仁祖 大人执掌古城 还招募卫队吗 苏语的眼中神光泛现 他朝那边看去 见是一位凌云镜的修者 扫尸了一眼 苏语也不问他 是不是坐监犯科 躲到这儿来的 淡淡说道 也许会招 现在不好说 我先炼化了主城令再说 若是炼化不了 或者是被反噬死了 你们可以开心一下了 若是我真的成了古城城主 你们做好准备 很快我会调整 整个古城的一切 再次由古屋打开 一尊强悍的魔族探头 苏城主 我魔族和你人族厮杀不断 若是你成了古城城主 会不会 人对我魔族 你听话那就无所谓 你不听话 魔族也好 人族也罢 就只有个死 这魔族一听这话 倒是没啥说的了 显然 苏语这家伙心中并无什么 人魔之分 或者说 他对魔族厌恶 对人族 没太好的印象 这个和他们无关 不针对谁就行了 谁当城主不是当呢 何况 苏语能当几天 除非他一辈子封闭着城门 苏语不再理会他们 迅速进入城主府 城主府大门瞬间关闭 诺大的城主府 除了他 再没有任何活人了 苏语首先要做的便是巡查一圈 看看里面有没有藏人呢 没有藏人 很快他去了后殿 后殿中一尊石雕存在 和天灭城的石雕不一样 天灭城的石雕 是一尊巨人模样 人族的模样 但是它有条尾巴 而这尊石雕却不是人的模样 是一头海兽的模样 之所以说是海兽 是因为石雕身上好像是有一些鳞片 也是人形 但是脑袋有些尖锐 苏语拜见大人 苏语这次倒是恭敬多了 他对着石雕行礼 一副知书达理的样子 此刻他换上了干净的白袍 死气被他收敛 脸色微微发白带着淡淡笑容 如沐春风 他可是个文明师啊 是位儒雅的文明师 拜见强者多少要注意一些形象 理多人不怪嘛 哪怕这石雕宛如死物一动不动 但这不重要 礼数要到位 这个石雕是活的 是能杀人的 能打无敌的那种很可怕的 在这古城当中石雕才是老大 我是老二 好吧 那个死灵君主当老二 我当老三也行 反正这俩平时又不出现 也不出手 苏语的心中这么想着 他迅速地收敛了情绪 很轻声地说道 我曾在天灭古城见过一位前辈 也和前辈一样 都是如此之状态 不知前辈和天灭古城的那位前辈 是否有交情或者是仇怨 他看了一眼这个石雕 石雕依旧闭目 你和天灭相处得很愉快吗 具体的过程他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 苏语好像的确是会呼吸法的 虽然只是那么一点点的皮毛 难道天灭真传授到呢 石雕其实还是有一些意外的 算了 不想了 管它呢 苏语这是想和我套近乎 不需要 我是规则的执行者 不需要套近乎 符合规则 我就不会去管 否则 我早就插手了 苏语等待了片刻 石雕没有说话 苏语不知道是不是不能回话 还是怎么样 他也没有在意 他很快恭敬地说道 前辈 那我就先去炼花城主令 前辈若是有吩咐随时喊我 说完这话 苏语缓缓地退出 这一次 他没砸了 其实他真的很想砸一下试试来着 算了 真的惹急了这位被人干掉 那到哪说理去 回到城主府前殿 苏语取出了那枚城主令 黑油油的 看不出什么 炼化这玩意儿吧 苏语倒是知道如何炼化 很快 他开始意志力侵吞城主令 而此刻 一股强悍的死气 从城主令中渗透出来 苏语肉身震荡 怎么又是死气 在古城什么玩意儿都有死气啊 还真是麻烦 这要是弱一点 这死气侵蚀 瞬间就能弄死一些陵云山海 难怪城主实力都不弱 弱了你连城主令都没有办法炼化 苏语迅速地逆转圆鞘 逆转死气 大量的死气涌入 而伴随着死气的涌入 还有一些信息 也涌入到意识当中 被苏语捕捉到了 城主令 执掌古城 苏语细细地体会着感受着 古城 啊不 或者说是圣城 这是星红圣城 上古时代就存在于此 具体谁开创的 存在了多少年 没有记载 但是苏语倒是知道一些东西 圣城存在的目的 就是为了镇压死灵界 通道 以防死气蔓延 三十六座圣城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这个 作为城主 苏语有责任 有义务 也有权力 随着他炼化程度加深 获得的信息也渐渐变多了 城主的权力可是有不少的 比如他可以开启大部分的古屋 除了极少数的 西年可能是顶级强者居住的地方 他可能打不开 但剩下的几乎都能打开 当然强行破屋会承受一定的反噬 反噬来自古屋中的死气 开启古屋是一点 第二 他可以强行关闭城门 也可以开启城门 这一点 天灭古城中 其实差不多就发生过这个事 玄凯一族就能找天门将军强行的封闭大门 但是只要是强行的封闭 开启都会承受反噬 反噬的代价就是死气加深 这会诱发城主加速死亡 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强行这么做的 损失太大得不偿失 第三 都说城主日月九重的话 在城内是可以战无敌的 之前苏宇在黑魔身上没有体会到 没感觉到 这一次他倒是明白了些东西 关键时刻 城主可以借助城主令沟通死灵界 获得相同实力的死灵 合体加成 相当于融合仪式身 说能和无敌势均力敌 倒是有一些夸张了 但是 若是城主融合了仪式身 在沟通死灵界 再融合仪式身 的确是有希望能和无敌交手的 这就是传说中的城主 能和无敌交手的秘密 当然 在古城内 你真的和无敌打起来了 大概率不需要你再出手 会有死灵君主 甚至是石雕 亲自出手 一般情况下 能对付一些准无敌就行 如此一来 你就不用太担心了 在古城内被人干掉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无敌 进不来 445集 非无敌进来 你日月九重融合了仪式身 大战一起 对方杀你投鼠忌器 你杀对方 倒是不用太担心 对付入侵者 杀了 是没什么太大关系的 还有 尽量不要干涉 整个古城的运转体制 这个运转体制 包括之前那种情况 比如 死灵要杀戮 城主府非要庇护 那便不符合规则 死灵杀戮 杀戮死灵 这是他们的事 城主府可以插手 但是不能过于偏袒 保护那些人 这些是权力和义务 另外 古城之主 还有一个要求 必须要保证 城内足够多的居民 这些居民 为整个古城分摊死期 若是居民不够多 那城主 会承受更多的死期 而城主若是撑不住 或者是死了 那就由石雕承担 苏语其实不知道 有座古城就没人 他当日在星辰海海底 就距离那座古城不远 那座古城的石雕 也强大的可怕 很多年不曾开启了 死期早就已经强悍无边 却是被那石雕完全独自镇压 显然说起来那尊石雕要比其他的石雕更强 包括之前出现石雕起聚 那尊石雕也只是分身投影出现 本尊也许还在睡觉 当然此刻苏语是不知道这些的 他倒是知道 为何一些古城不禁止外人踏入 不在意外人进去 甚至进去的时候随便你住 大概率是为了招揽足够多的居民 居民多了可以分摊一些死期 如此一来其他人或者说 所有的居民被死期清袭的程度 都会弱那么一点 可惜 敢转换成居民的太少了 除非真的是迫不得已 天灭云霄星红这三座古城 人都不算特别多 想招揽也难 黑魔重伤 其实也和古城中居民死亡不少有关 导致他承受的死期更重了 苏语此刻忍不住暗骂一声 此刻他感受到了 强悍无比的死期不断地侵袭他 他算是明白了 这城主为啥死得快 一股股死期不断地侵袭他 他自己封得成 其实不是什么好选择 时间一长 强悍的死期不断侵袭他 他很快就会被死期彻底地吞噬 难怪古城城主没有一个 没事干就封城的 难怪对猎天阁这样的组织 他们不收费 这要是收了费 人家不来了 他们不来了导致客流量也少啊 这一少转换成居民的也就少了 那不完蛋了 原来是这样 苏语算是了解了一些东西 另外成为城主还有一点好处 城主令开启一些古物 是有希望得到一些机缘的 当然机缘这东西 苏语是没见过 也没当回事 以及还有一点 城主令对古城令 以及一些特殊的令牌 都有一些趋势的作用 比如城门令 仓管令 守卫将军令 都是有些作用的 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 城主令中反噬的死器 会输入给他们 之前 苏语就觉得这些个护卫 死器比天灭古城更重 他现在懂了 这都是黑魔干的好事 黑魔为了不让自己被反噬 输入了大量的死器 给这些麾下 给那些守卫导致那些守卫都快挂了 如此说来 天灭古城的天河还算不错 他挥下的那些个守卫呀 将士呀 其实死器没那么重 这就说明天河自己在承担这事 而这些城门令 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 城门令等级高 可以进入更深层次的谷物 可以避开死器 可以驱使死灵 而普通的居民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所以 还是可以招募一些强者的 强者也许愿意被招募 另外一点就是 入城 有一些会收取一些费用 这些都归城主府 而城主府城主哪一部分 剩下的会给那些个将士们发军饷 这也是他们维持自己修炼的一种手段 否则的话 居民是没办法离开古城太久的 而且还有一点 带着高等级的令牌出城的话 可以压制一些死器反噬 不像是普通居民一样出去 也许一两天就被反噬了 黑魔曾让麾下将军带着将领 出去截杀一些强者 就是因为这些个令牌的原因 而现在这些令牌都在城主府中 这个东西是不会被收走的 可以赏赐给一些人 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反叛 胆敢反叛 就问怕不怕死器就对了 城主会将大量死器转移到他那边 迅速地将对方弄死 恋爱化了许久 苏宇不断地对抗死器 逆转死器 压力还行 但是严格上来说 死器的清晰速度 比之前快了三分之一啊 以前苏宇可以逆转一个小时 维持平衡 现在可能要一个半小时左右 而且随着城中强者减少 居民减少 分摊死器的人少了 他的死器清晰速度还会更快的 因为整个圣城就坐落在死灵通道之上 大量的死器不断地扩散出来 唯有不断地吸收 不断地抵消 才能让死器被打磨 所以居民的作用其实也是为了分摊死器 消磨死器的 居民不断修炼 不断将这些个死器弄得消失了 这就符合石雕所说的 居民活着就是为了镇压的说法 居民们修炼 不断地消磨那些个死器 其实就是为了让古城不被死器彻底吞食 苏宇这次算是搞明白了 居民原来还有这个作用 活着为了镇守死了转换死灵 古城和死灵并非一会儿 苏宇这次感受到了 但是两者又有一些牵扯 可能其中有些他不了解的事 那这么说 当居民全部完了死灵界渗透出的死器 都要自己来承担吗 苏宇就是一瓷牙呀 我嘞个去 那不能乱杀了 早知道不杀那个日月居民了 红蛙一族的日月也能分担不少呢 等我死了 那石雕就承担这些死器了 所以城主和石雕也算是相辅相成啊 实际上哪怕现在石雕也是承受了大半死器侵袭的 城主和居民只承受了小半 黑魔死的时候 石雕承受的死器大增 而此刻苏宇炼化城主令 后殿石雕微微睁眼 看向前殿 他有一些意外 他想着苏宇实力弱小 成为城主之后自己会承担更大的死器 可当苏宇成为城主的那个刹那 本该苏宇承受的那些个死器几乎被他一个人全部都承担了 石雕几乎不需要额外的负担什么 石雕真的是微微有一些意外啊 苏宇能承受这么多死器 那元气转死器死器转元气的法门 到底是什么法门 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我 我能学吗 是的 石雕突然生起了这个想法 若是我也会 会不会更好地镇压死灵通道啊 毕竟现在他也在承受巨大的压力 整个死灵界的死器朝着三十六个通道中分散 他们已经镇压了无数年了 石化 其实也是为了不受死器的侵蚀 尽管如此 石化现在都有一些不行了 死器腐蚀得太厉害 等有一天他们不再石化 这才是真正的麻烦和危机呢 代表他们的石化被死器破了 所以才说石雕一旦不再是石雕 那就是生灵和死灵大战了 因为石雕镇守不住了 至于为何不对外公开需要招募更多的居民 石雕不说 而苏宇呢 此刻也没兴趣去说 废话成为居民几乎断了未来 断了前程断了一切 那要不是被逼到绝路 谁愿意啊 至于说死灵威胁 谁在意呢 死灵界无数年来也没啥威胁嘛 石雕和圣城在镇守 谁会太当回事呢 1446级 城主府大殿苏宇彻底炼化了城主令 他心中微动 城主令瞬间消失了 下一刻 一头死灵瞬间出现 他们融入到了苏宇的体内 苏宇体内大量的死气沸腾 眨眼间他实力强了一截 一拳轰出 陡然骂了声垃圾 出了一个灵云八重的死灵 和自己文明师等级倒是一样 竟然还想和我融合 实力是强大了一截 可是去你大爷 这实力还不如我吞噬精血来得强大呢 有个毛线的用 合着我用城主令压根没提升 苏宇都想吐血了 我还以为自己有了城主令 就会无敌了呢 感情有了城主令 还是个渣渣 灵云八重的死灵 想和自己融合 有什么用啊 还激发死气爆发 完全没啥效果 将融合的死灵 剔除出来 苏宇一脚踹飞了它 别说 这城主令 还有个好处 可以把死灵 召唤进城主府 而其他的古屋 死灵 是没办法进屋的 苏宇 郁闷 他想了想迅速 跑到后殿 进门 看向石雕 石雕再次闭眼 而苏宇呢 迅速说道 城主大人 虽然境界是灵云八重 可是 真实的实力 强悍无比 堪比日月了 这城主令 融合死灵 对我没什么帮助 那么如此一来 这城主令 最大的好处 我倒是无法享受 呃 大人 能不能 给一些 另外的帮助呢 这个话 让石雕 陷入到了 深深的沉思当中 你别说 这是个问题啊 城主令 融合死灵 确实 是为了让城主强大 可是一般情况之下 城主 都是日月九重的 非九重几乎都挂了 因为无法承受死气的袭击 苏宇倒是没事 炼化城主令 几乎没咋样 正常情况下 是不会有 灵云炼化成功的 而日月境的话 再融合一尊日月 相当于多了一世深的 当然强悍无比了 提升很大的 之前黑魔没用这能力 那是因为他已经被死气反噬的厉害了 再融合反噬的更厉害 眨眼间就会把自己给弄死 现在一位灵云炼化了城主灵 那么融合死灵的作用彻底没啥用了 苏宇本身就不是一位灵云八重死灵融合可以提升的 对他而言这都是鸡肋 还没有吞噬一滴精血来得香呢 石雕原本不想和苏宇有任何的沟通 可是此时不得不沟通了 但是依旧没有让他看到他说话 而是和当日天灭一样 苏宇眼前一花如同做梦一般 耳边传来了雷鸣之声 融合死灵有利有弊 不过你说的对你积累的确如此 既如此赠你三枚日月神符 好自为之 话落俗语清醒了 手中多了三枚神符 日月神符 具体几重的他不知道 他看向石雕连忙道谢 多谢大人 可是我招惹的都是无敌 这日月神符 苏宇心里说作用不大呀 他也是贪心 或者是觉得日月神符真的不咋样 因为他见过无敌神符 真的也不咋样 都没杀死自己一个弱者 按理说无敌轻易就应该吹死他 结果神符连他都没杀掉 太烂了 而苏宇不知道 浮土灵的那些个无敌神符 是真的不咋样 不是不舍得给他好的 关键是真的给无敌全力一击的神符 你能催发得起来吗 就如苏宇在开元时期 给他一枚山海神符 你也催不动啊 浮土灵的无敌神符 只能说的确出自无敌之手 但是并不代表无敌一击之力 真要是那样的话 苏宇早被打死了 浮土灵的无敌神符 因为他本身的使力限制 激发出来的杀伤力也就勉强达到日月 这才是五行族 木陵老祖告诉浮土灵 杀日月失败正常的原因 否则的话 真的无敌神符 全力一击 那绝对不可能是苏宇可以挡得住的 而此刻 苏宇拿到的其实是真的 日月神符 代表爆发出来 真的能达到日月全力一击的实力 当然这个苏宇不清楚 因为他被浮土灵带偏了 石雕没理他 也没吭声 无敌 难道你想要无敌神符 你能激发吗 不能 愚蠢的家伙 小孩子拿大锤举都举不动 居然很贪心地想要无敌神符 你一个小孩子 给你一百斤的大锤子 你拿不起来 给你一万斤又能如何 给你一柄小刀子 都比大锤子杀伤力强大 苏宇有一些不甘心的 我没拿到什么好处啊 我也是为了你承担死气啊 成了城主 咱都是自家人 就不能给点好处吗 苏宇也很无奈 一点也不可爱 没有天灭古城的石雕可爱 也没对方好 星红石雕 默默地闭上眼睛 苏宇小看无敌了 就在他面前想这些 那他岂能感应不到 我没有天灭可爱 好吧 可爱 这种耻辱的词混 还是留给天灭了 让他可爱去 我不需要 天灭 居然被人形容为可爱了 星红石雕 此时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滋味 他想和天灭说说 也想知道一下天灭是什么滋味 无数年来 他第一次诞生了一点 好奇之心 天灭是开心 还是恼怒呢 带着些贪心不足 苏宇走出了后殿 尽管心里贪心 嘴上还是客气的 道谢着 多谢前辈上次 以后我会常来和您聊聊天 寂寞无数年了 我觉得前辈 您还是需要点生气的 苏宇的胆子稍微大了些 顺杆爬 这是他的特点 既然石雕没生气 还送了他东西 那就代表有机会再套套近乎 做人 脸皮就得厚些 这么大一靠山 不抓住 那还能放任他跑咯 这一日 苏宇正式地成为了 星红古城城主 城主府大门紧闭 偌大的城主府内只有他一人 外加一尊石雕 以及一个睡着的毛球 而整个星红古城 依旧在封锁当中 不过呢 苏宇没有想再封城了 也不想再杀戮死灵了 他关闭了城主府的大门 开始修炼了 掀开城门 给人入住 分摊一些他的压力 而城主府有一个特点 其他的古屋 你人出来了 那大家都可以随便出入 而城主府 平日里城主 若是不允许的话 哪怕城主不在其中 你每个城主令 也根本没办法 开启府门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 苏宇都打算好了 关闭城主府 等人多了 他以玄酒的身份混出去 混到城内 当自己的玄酒 至于苏宇 那就一直关在城主府中 闭关吧 躲避敌人的追杀 至于闭关多久 那得看玄酒这个身份 什么时候不好用了 苏宇闭关了 这一次 他准备闭关一段时间 将自己的助身修为提升上去 反正资源是足够了 资源够了 但是其实也浪费时间 越到后面 助身消耗就越大 关键是 时间也越来越长 从一开始 各把小时助身一次 一直到现在 三天以上 才能完成一次助身 三天完成一次助身 那这个速度大概 也就只有苏宇闲慢了 没人会觉得他慢 包括死灵界的星月郡主 就有一些无语和郁闷 苏宇是个凌云镜 星月现在输出的死气 都堪比日月了 但还是压不住他 若不是一些规则限制 星月真的想多输一点呢 麻烦 那个小子很麻烦 害得我不得不经常 加大死气传送量 隔几天就来一次 这要是我闭关了 没在意 也许闭关出来 人家都把死气 彻底压回去 压没了 四百四十七级 就在这种情况下 星红古城 在前后封城 二十天的情况之下 总算是开启了城门 然而开启之后 依旧无人赶入 是的 没人敢进去 他们都担心 这是苏宇的阴谋 里面活人少了 苏宇可能需要一批活人进去 然后在杀戮死灵封锁城池 实际上呢 最近其他古城也少了不少人 无他 有一些血海深仇的 现在也学会这么干了 他们没苏宇的底气 那没关系 和仇人同归于尽好了呗 就在苏宇封城的时候 距离神族一座 比较近的古城 也被封闭了 一位山海晋 拼死击杀了 一位山海巅峰死灵 引出了日月死灵封城 将自己对头 全部困在古城当中 之后疯狂屠露 那些弱小的死灵 导致古城中 死灵无数次起弥漫 内障死了不少人啊 当然 这家伙死得也快 没能学习苏宇 在三天后 再次吐露死灵 因为他没活到那时候 尽管如此 现在古城 也没以往那么安全了 许多人被苏宇启发了 想和人同归于尽 最好去古城干他一票 所以哪怕苏宇开启了古城 居然也没有人敢进 其他城市还好 三天后 一般杀戮的家伙都挂了 可这边苏宇是挂不了的 这才是最可怕的 疯你三十天都行 这一刻苏宇不知道 其他古城城主 都快骂死他了 这混蛋玩意儿 再被苏宇这么搞 古城就没人了 他们都得完蛋 现在其他古城城主 就差一句 赶快把苏宇弄回人镜 算了 他们出钱出力都行 可惜 苏宇被转换成居民了 这也让其他城主 很是绝望 别再玩封城了 有些玩不起了 有几位城主 更是直接宣布 谁在城中玩这一套 直接击杀 这也是中立系城主 第一次发表的宣言 日月九重的城主 也是在古城之内 说出这一番话 一下子倒是震撼了不少人 而这一刻 不少人将目光 投向了星红古城 别的城主会击杀 星红古城呢 不会击杀吧 何况苏宇在城主府 都未必敢出来 也许这里才是 接下来的乐园 前提是 最好有大族的日月 去城主府堵住苏宇 这样 大家都可以去 星红古城玩了 星红古城开启了 诸天安静 随着苏宇把自己 关在城主府 也算是给自己 套了个枷锁 是好事 还是坏事 如今谁也说不清楚 也许苏宇会加速死亡 也许不会 但是大族的目光 其实渐渐 从苏宇的身上转移了 活死人的苏宇 再怎么折腾 也就是局限于古城之内 作为城主 他离开古城 没几天 大概就受到 剧烈的反噬 被死气吞噬 这样的苏宇 并不可怕 多神文系出了个苏宇 先有夜霸天 接着是苏宇 如今还有一些 多神文系的天才 在活跃 比如红潭 比如陈勇 这一脉 就是祸根呢 随着红潭 在仁静 多神文学院的开启 诸天万族 大族的目光 再次聚集到了仁静 这一脉 就不该让它存在 而且现在 红潭还在推广 神文拆分法 如今 已有部分新的学员 成为红潭的 试验目标了 据说 已经有了些成果 可以将单神文 转变成多神文 这对于万族而言 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一旦能让日月 也进行拆分的话 那么日月境的文明师 很快都会成为 多神文系文明师 到了日月 时间累积 谁还没点神文啊 十门以上就行 日月境的文明师 哪怕无意中勾勒的 十门还是有的 真要推广开了 这些年来 打压多神文一系 便成了一个 天大的笑话了 再加上苏语的原因 多神文系 也再次被人记起 很快大夏府 再次吸引了 诸天的聚焦 大夏府 文明学府 8月1号 多神文学院开启招生 这一次招生 招收了不少学院 而且不局限于新生 包括一些老生 腾空镜 甚至是凌云镜的都招 按照红潭的说法 也许需要凌云镜 来实验配合 大家知道 他说的是什么实验 土美意见 纷纷加入 刚成立没多久的 多神文学院 眨眼之间便招纳了 数百学院 是的 都快上千了 而这些学院 来历五花八门呢 有两大圣地的 有其他35家 大府的 有日月后裔 有无敌后裔 也有山海后裔 甚至 有各地学府的精英 以及不排除一部分 万族教 安插进来的探子 非但如此 连万族学员 都有部分强族学员 被纳入其中 这也引起了 不少人的反对 当然 红潭一意孤行 对外的理由是 借鉴一下 神魔强族的经验 此刻 大夏文明学府 再次焕发出了生机 极其热闹 自从苏宇离开之后 大夏文明学府 遭受重创 已经有一些萧条了 而今 却是再度热闹了起来 生机勃勃 多神闻学院 吓唬游走在小道上 跟一位仙气缥缈的 小仙女讨好说道 玉璇仙子 你想去哪儿 我陪你一起 前方那小仙女 扭头看了她一眼 眼中 轻蔑之色一闪而逝 却是很快露出了笑容道 虎游殿下 不用劳烦了 我就是随便看看 那哪行啊 要不我喊上龙武卫护卫 免得不长眼的 冲撞了仙子 玉璇仙子也知道 我大夏佛 有些老顽固 对招揽万族学员 不是太满意 他们对妖族 对龙族 对神魔不满 也就算了 玉璇仙子 可是我们的盟友 仙族来的 还是天羽先王的后裔 仙族这边 可是来帮我们的 这些老顽固 真的太顽固了 摇头 一脸的雾满 我若是成为辅佐 一定要剔除这些老顽固 比如赵锐那家伙 就是典型的煞呸 赵锐 龙武卫将主 玉璇的眼神微动 他笑了 虎游殿下 赵将军他们也是好心 岂能如此说 我在仙界都听闻过赵将军大名 在株天战场上 率领龙武卫 横推东部战区 杀敌无数 吓唬又尴尬到 这时候杀戮只会导致战争爆发 不是好事 如今的大夏府 需要修养生息 这是我的意思 也是很多人的意思 我二爷爷 包括大夏文明学府府长 万府长 以及胡大总管 我们都是这意思 要休养 不能再无缘无故地 招惹对头了 血图王大人知道了 不得生气 血图王大人 用了几十年杀出来的威名 虎游殿下这么说 可是不太好 下虎游左顾右盼 见没人在四周小心说道 我又不傻 对我爹当然不能这么说了 我其实啊 也是为了我爹的安全着想 他要正到了 这时候怎么能继续杀戮呢 我爹啊 就是性子太直了 叹息一声 他有一些无奈的样子 低声说 唉 我也就和玉璇你说说 其实啊 我知道我二爷爷的意思 想寻求先祖的帮助 玉璇 我不是傻子 我只是希望 大夏府能平平安安 不会再出任何麻烦 包括我爹 我也希望 他能安全正道 夏虎游很是诚恳 玉璇 若是你我联姻 我保证 一定对你好 只要天羽先王 愿意在我父亲正道的时候 出力帮一把 我大夏府 一定会感恩戴德 夏家不是不计情分的人 玉璇倾笑一声 殿下严重了 何况 我只是先祖后裔中的一员 和先祖关系 也没有那么亲密 配不上虎游殿下 1448集 夏虎游迅速说道 这话说的 怎么能这么说呢 配得上 绝对配得上 天羽先王 若不是看中玉璇你 岂会送你来大夏府 虎游殿下 我尽量吧 尽量和族中长辈说 争取能和大夏府达成一致 血涂王 若是能正道成功 夏家一门两无敌 我若是能嫁入夏家 也算是 幸运昌盛了 夏家的确是豪门 哥在万族万界都是豪门 一门两无敌啊 当然 现在的夏龙武还不是 若真的成功 那绝对是万族中少有的豪门家族 大夏王实力也无比强大 夏龙武正道成功之后 也必然强大无比 夏虎游笑着点点头 一定的 我相信玉璇你能做到的 天与先王也会和夏家达成一致的 玉璇 得尽快和你族中长辈说说了 我父亲正道 也许就快了 血涂王准备正道了 什么时候 快了 具体什么时候 我也不是太清楚 那是在仁静 还是去猪天战场 这个嘛 那个 你就当我不清楚吧 玉璇 这些我不能说的 你明白吗 明白 玉璇点点头笑了笑 又壮弱无意地说道 胡游 你认识苏宇吧 认识 怎么了 他最近在猪天战场上 出了不小的风头 你知道吗 有所耳闻 乱来 大夏府本就四面皆敌 他还招惹这么多强敌 还好 他现在不算大夏府的人 否则 那就麻烦大了 现在这麻烦 大夏府最好不要参与进去 让大明府去顶着 你不觉得他强大的过分了吗 我听人说 他入学才开元 这才短短一年多 他都可以杀日月了 都说 他有无敌遗迹传承 胡游 你如今也只是腾空 你若是能得到这遗迹 成为凌云山海 甚至日月 那也能为大夏府 增加一些威慑力 玉璇 不能这么说 千万别打他遗迹的主意 我夏家能力辅数百年 靠的就是爱民如此 百姓的东西是百姓的 机缘也是他们的 那不一样 无敌遗迹 不是谁个人的 有缘者得知 何况他回不来了 他成了古城城主了 如今的他 已经注定和古城绑定在一起了 再也回不来人静了 他离开古城三五日 可能就会死 而从古城到大夏府 都不止三五日了 胡游 你自己想想吧 南元 现在聚集了很多人 外人都在找 唯独你夏家不去找 血图王看不上 夏侯爷不在乎 可你呢 夏家嫡系中 你才是最有资格 接任下一代辅主之位的 而今 我却是听到外界呼声很高 不是你 而是夏玉文老师 无妨 我堂哥实力是比我强 可之前和白风比斗 丢了大人 而且和大周府不清不楚的 我父亲和我二爷爷 不会将辅主之位交给他的 那可未必 若是大周府愿意助力大夏府 那夏玉文老师 就是沟通的桥梁 他实力很强 也曾上过猎天堡黄堡 是人足少有的天才 黄堡 他连白风都不如 被白风逆袭了 他上榜也不代表什么 何况现在也掉下榜单了 那算了 你自己都不重视 虎悠 诸天万剑 最看重的 其实不是身份背景 还是自身实力 你是腾空 哪怕成了辅主 你觉得大夏府 能辅你 我父亲正道 我大概就是凌云了 那也太弱小了 这样的实力 如何能成为一辅之主 能威慑一方 苏语也才凌云 你和苏语比 你以为你家族强大 自己就了不起了 你和苏语比什么 苏语天赋 胆破 才情实力 哪样不比你强 若不是受限于出身 多神明迷戏 他若是战者一道 现在 苏语在人静的地位 比你下谷又高得多 万族无敌 也不会和他为难 做人 怎么看不清自己 情敌之蛙 以为自己是下龙武的后人 就很了不起吗 一旦夏家两位无敌陨落 你什么都不是 随你吧 南原遗迹 也许真的存在 虎语你都不上心 苏语也不会回来了 最终 不知道便宜了谁呢 玉璇不再说什么了 迅速地离去了 而夏虎语呢 一副思考的表情 好像陷入到了沉思当中 实力 一记 南南一声 夏虎游 带着思考的表情 默默离去了 已经远去的 玉璇笑了笑 笑容灿烂 而夏虎游呢 扭头离去 一路保持思考神色 直到回到自己的住所 揉了揉脸颊 叹息一声 真烦 天天演戏 啥时候是个头啊 还是苏语那小子说 在逐天战场杀了个痛快 杀得连仁静这些万族学员 都知道了他的威名 仁静的这些个神魔学员 对大夏虎其他学员 都是俯视的姿态 可提起了苏语 倒是没有人敢俯视 这是一位杀了他们各族强者 叫苦不迭的天才 绝世的天才 神族的安明天 雷诀 魔族的天夺 蓝颖摩尔巴 玄凯族的红凯 青凯 五行族的浮土灵 仙族的九旋 道成等等 这些人不是被苏语杀的 就是被他压制得无法抬头 这样的绝世天才 哪怕是神魔仙族 也说不出个不行啊 如今更是成为了 星红古城的城主 虽然性命不久 虽然无法出城 可是苏语哪怕死了 也绽放了这一世的绘画 这也是很多人想做 却是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一幕 昔日人人提到的天才 都是摩多娜呀 战无双呀 而今首先说出的 必是人族苏语 苏语这家伙 不会真要死了吧 唉 太过妖孽了 也不是好事 这家伙 这要是真的一去不回 那就太可惜了 太遗憾了 连祖爷也都没能救下他 南原遗迹 你们都笃定 南原有遗迹吗 苏语的强大 真的是遗迹导致的 现在大家的想法是 苏语那个时候 进入遗迹 可能才开元净 就获得了这么大的好处 那若是现在再入遗迹 是否能正道无敌呢 也许南原的遗迹很强大 因为这可能是人族最后一座 无敌遗迹 越强的遗迹 可能越靠后 这也是现在大多数人的心思 大夏府 现在鬼魅亡良很多呀 夏侯爷还没回来 大概快了 多神文学院开启 趁着他们没回来 大概也有不少人趁机潜入了 现在的大夏府 就是个大杂烩 什么人都有 也许连蓝天都潜入其中 夏龙武去了诸天战场 因为有人发现一点行踪 消息也在高层中传开 大夏府真的没有准无敌了 最强的就只有夏侯爷 夏侯爷现在又不在 一群强盗都潜伏进来了 倒是热闹 听说柳文艳之交也要回归了 现在已经不在先锋营了 周明仁院长好像前几日运气好 居然斩杀了一尊小卒日月 罪行抵消了 也许也快回归了 1449集 一个个消息在他的脑海中闪过 当这些人全部回归的时候 大概就是乱世了 南园那边也是加快了布局 夏侯悠心中千头万绪 也有一些头疼 还好 事情都是二爷在布局 外加某位逼关的府场 和我关系倒是不大 而我要做的就是 和各族天才打好关系 顺带着 看看能不能吸引一些人来投资我 再次走出自己的住所 外边隐约听到了人在说 诶诶诶听说了吗 听人说南园有一座半皇遗迹 甚至是人皇遗迹的存在 和心语府邸是一个等级的存在 什么玩意儿 这个你们都不知道啊 我听人说苏语 诶诶知道苏语吗 没人不知道吧 他去了诛天战场 好像闯出了天大的名声 杀戮四方 名声震动诸天 就是和南园的遗迹有关的 这是下家安排的 还是其他人暗中搞事啊 这个他也不是太清楚 不过消息大概也快流传开了 很快 南园大概就会成为 万界的聚焦点了 看样子 二爷爷准备将发动地点 定在南园了 下火油没有再多管 都来吧 来得越多越好 我也该做一些准备了 苏语那家伙杀了那么多日月 我杀不了日月 捕刀也行啊 大夏府 风云激荡 夏侯爷已经离开了诛天战场 正在往回赶 而诛天战场没了苏语大乱 虽然大战没有 但小战却是不断 各路天才不断爆发战斗 不断有人更替榜单 也有人不断下榜 星红古城当中 人越来越多了 因为没有城主的威胁 威慑倒是让不少强者 来了点兴趣 当然担心还是有的 怕苏语再次出现击杀死灵封城 不过几日试探苏语一直没有出过门 这倒是好事 而且随着几位神魔强者的日月后期进入城里 就堵在城门口 这样一来的话 苏语的威胁就更小了 之前那是堵不到苏语 现在大家都知道苏语在城主府 他被堵住那是好事 就在这种情况下 一处古屋当中 有人要出来了 浮屠灵 一个月之期到了 这个月来浮屠灵很享受 非常安静 没人来找自己 没人来烦自己 外面打了个天崩地裂 他也无所谓 被封禁的他 又为苏语用隔音屏障禁固住 压根儿啥都听不到 运气不错的他所在的古屋 没有被破坏 哎 苏语应该走了吧 大石团当中浮屠灵想着 哎 大概是走了 这都一个月了 那家伙上次抓我 可能是为了办什么事 何况一个月时间 五行族应该也知道我在哪 五行族来人了 苏语也不敢守在门外 石团渐渐军烈 浮屠灵松口气 哇 还好 有这东西在 死期威胁倒是小了不少 还算运气不错 要不然 一个月的时间我都被腐蚀死了 这次出去了 离那家伙远点 也难说 那家伙那么冷 也许死了呢 他很乐观地想着 嘿嘿 说不定就挂了 烹地一声石团炸裂 封禁彻底破开 浮屠灵一下子跳出来 大为欢喜 大石团外围的封禁 也全部破碎 我出来喽 与此同时 猎天阁分部当中 在神魔强者到来之前 进入分部的苏语 正看着书 突然抬头朝某处看去 笑了笑 哼 浮屠灵出来了 运气可真好 无敌大战 死灵君主出现 这么多古屋被破 这个家伙的古屋竟然没事 前些天杀了个尸横遍野 这家伙也没事 天才们被腐蚀 他因为两枚无敌的神符 也没事 这个家伙不会真的 能成为五行族共主吧 这么弱 就算能 也得数年之后啊 苏语觉得浮屠灵的运气 比摩多纳他们都要强 也就不好为了你暴露身份了 不然的话 让你见识一下人心之险恶 如何险恶呢 当然是破门进屋 就站在他的身边 他破了封印 刚出来身边站着个苏语 大概浮屠灵就知道 什么叫人心险恶了 苏语笑了笑 白色面具戴在脸上 看不出他的表情 出来就出来呗 苏语倒是没有太在意 此刻的他刚完成 肉身五十柱不久 尽管如此 苏语也在想 猎天榜上的那些个天才 还有人能匹敌自己吗 摩多纳能匹敌吗 还是战无双玄无极 战无双他们是抢 山海八重 可能快九重了 然而 逆法日月一重 也就是撑死了 再抢点日月二重 而自己呢 现在肉身翘穴之力 已突破了二十一万翘 现在的苏语 吞噬精血 打他们的希望 还是很大的 毕竟这几位 都不是什么善差 击杀过日月的存在 不吞噬精血 还是有点难对付 但是如果吞噬精血的话 那就没那么难对付了 当然 对待他们这些天才 最好是以雷霆手段解决 否则的话 天才手段比强者更多 动不动 给你来个什么无敌神福 那就麻烦了 近期自己的目标 是完成助身七十二柱 不宜出手 还是低调些 苏语朝那边扫了一眼 没管他 他的目标是肉身七十二柱 他没有躲在城主府 当然是为了不被人堵住 顺便观察一下情况 关键时刻 看看有没有什么人 值得弄死 就封锁城门弄死他们 这个古城 现在就是他用来 钓鱼的鱼坑啊 不是大鱼 他都不会收网 一无所知的浮土灵 此刻没有在意这些 欢喜的他走到门口 有一些迟疑 外面没危险吧 应该没有吧 就在他有动静的时候 外面其实有人 五行族不会放弃他的 此刻一位五行族强者 迅速喊道 苏苏灵 是你在里面吗 星红古城开启之后 五行族是来了人的 冒着危险来的 还好 这几日没什么危险 倒是让这几位日月安心许多 门内浮土灵微微一声 很快他迟疑道 土贺长老 是我 外边土贺大喜 果然是浮土灵 而浮土灵 却是不太敢相信 上次苏语就装成了天夺来杀自己 他很快说道 土贺长老 您孙子土克拉还好吧 外面土贺无语了 我没孙子 浮土灵 我是土贺 不是坏人 浮土灵想了想又说 土贺长老 我第一次见您 是什么时候 土贺都无奈了 他觉得有些耳熟 仔细一想 这不是当日 苏语试探牛百道身份的套路吗 问 一个劲地问 这些叫 怎么就这么多疑呢 足以如此 我这一族的浮土灵也这样 生怕谁冒充似的 你刚出生的时候 第二次呢 你出生的第二天 第三次呢 闭嘴 我一直照顾你 照顾你到腾空境之后 天天见你 大概是的吧 嗯 没错 正想着呢 土贺有一些恼怒道 你小时候 被水灵族的一位小丫头 撒尿冲散了形体 这个没人知道吧 我知道 这个够了吗 浮土灵 那叫一个无语 不是 我都相信您了 还说这个干嘛 迅速开门 果然土贺长老站在外边 浮土灵洗行余色 化为土人笑着说道 长老 您可算来了 说着 他朝着四周看了看 感慨说道 啊 还是外面呼吸好啊 古城还是安全 一个月下来也没任何变化 一千四百五十几 古城还是古城 没有什么变化 浮土灵说了几句 很快说道 哎 长老 苏鱼跑了还是死了 还是被人追杀中 没跑 就在古城中呢 啊 他还活着 嗯 没死 那怎么没人追杀他呀 我看着古城还很安静 被堵住了 哦 那就好 他松口气四处看了看 很快又说 在哪呢 要不我去看个热闹 这家伙疯了我一个月 死仇必报 既然被堵住了 那我就放心了 在城主府 这 城主府 对 他现在是城主了 黑魔死了 他上位了 什么鬼 日月九重的黑魔死了 然后凌云镜的苏语上位 成为了城主 合着 我还在人家地盘上 怎么可能他才凌云镜啊 怎么会成为城主呢 当然可能 他把黑魔弄死了 然后封锁城池 然后再杀了和他争夺的日月 他不就成城主了 多简单的事 你来 你也行 你可以试试看 你也把古城城主弄死 然后杀了城中和你竞争的家伙 然后再把城池封锁 你也能成城主 前提是 炼化城主令 你也活着 不对啊 那这个 他成居民了 浮土灵突然想到了什么 脸色微变 土贺点点头 是啊 你被封印的这段时间 发生了很多事 你不知道 为了你的事 为了来救你 大长老来过一次 云露了未来身 如今十里大剑 浮土灵变了颜色 怕长老来过 不止如此 各族都来了无敌 前些天 数十位无敌在古城 爆发一次战斗 就是为了击杀苏语而来的 结果倒好 数位无敌 云落了三十身 不止如此 最后摩多纳他们都被困住了 战无双 玄无极 这些天榜天才 和一群日月后期强者 差点都被苏语困杀了 包括我五行族的两位 日月后期 后来 各族花费五千缕天地玄光 才把他们输了回来 还有 之前苏语冒充天夺 骗了神族两千三百缕天地玄光 这也是大战的开端 你被他困住 是不是知道他的身份 所以他才困住了你 浮土灵张了张嘴 半上才说道 是 他来打我的时候 就是天夺的样子 他 把神族给骗了 神族是白痴吗 小声点 土贺见他震惊得不像样子 无奈说道 何止神族 各族都被骗了 他举办了一次叛卖会 还特意和你大战一场 大概 都是他装的 你没跟他在星城海大战一场吧 就是那一次战斗 出现了一个上古 遗迹 假的 他自己冒充的 没啊 不对啊 我和他大战 我被封印了 怎么和他大战 族中不知道吗 他觉得族中强者很傻 这也能被骗 土贺摇头说 是你 是你没被封印之前 就爆发了这次大战 我们以为你是参与着 苏宇是在 浮土灵自己躲在谷屋中的时候 直接冒充他的 浮土灵一听 顿时无言道 这家伙 胆子不是一般的大呀 我当时要是出了谷屋 岂不是一下子就把苏宇给揭穿了 难怪苏宇非要来杀我 合着不单单是因为在星城海上遇到了苏宇 这家伙 胆子大破天了 随着土贺长老的话 浮土灵不断地震撼 真是可怕呀 很快浮土灵传音说道 长老 先别管这个了 苏宇的问题 还有别的问题 他能吸收一些五星老鼠的能量 另外 我用了五星炼玉 他居然迅速地模仿了出来 感觉不太像是神文导致的 而是传说中的功法 五星神觉导致的 此话一出 土贺变了颜色了 从土黄色变成了灰土色 浮土灵迅速说道 长老 注意一下 土贺迅速恢复传音道 真的 当然真的 我觉得我不会看错 要是神文 那也太离谱了些吧 连五星老鼠的力量都能吸收 土贺的声音还是沉重 很快他传音 那我马上通知老鼠 走 先去猎天阁分部 去取一份分榜 我现在没分榜 你取一份 赶快和老祖联系 好 是该取一份分榜 一个月不出来 感觉天都变了 还有苏宇的事 也得迅速和老祖联系 顺便看看能不能再让老祖 给点神福之类的 现在太没安全感了 猎天阁分阁 如今不再是苏宇 独自一人了 还有几位临时工 都是古城居民 以往便是如此 分阁有一到两位正式成员坐镇 或者是有几位黑面 彩面辅助 一般情况下 猎天阁成员都喜欢独自一人 上次苏宇在天灭古城就是这样 和他交流的猫耳小姐姐 就是临时工 居民也需要赚钱的嘛 赚钱来修炼了 修炼来抵御死气啊 正常情况之下 你修炼的速度和死气腐蚀的速度 相差不大 如此一来你才可以维持活着 现在便是如此 古城封城消除 那些个居民又来打工了 都不需要苏宇处理 这些人自动上岗 还有个管事的负责接待 苏宇要做得很简单 沟通猎天阁 外加看管此处地库 这就是他的任务 至于其他的事 都会有一些老员工来负责 这些人来的时候 苏宇还诧异 不过没表现出什么 很快猎天阁分阁再次启动 几天下来 苏宇也弄清楚了 整个猎天阁分阁的运转 他需要干的事还真的不多 当然他还得办一件事 向上级申请一些需要用的物资 填充库存 等待一些人来兑换 上次库存可不多了 苏宇并没有打劫 因为太少了他看不上 玄甲长老告诉他的 太少了打劫不值得 还容易暴露 等哪天多了 或者是有绝世宝物运过来了 那个时候再干他一票 那才是真理 猎天阁分阁一共有两层楼 一楼办事的 二楼就是他所住的地方 他有的时候也会负责 接待一些顶级强者 或者是猎天榜天才之类的 这是他的任务 此刻苏宇一边修炼 一边开着窗户 观察着外边 开窗一般是不能开的 开了便代表别人能进入 当然猎天阁对外做生意 开门迎客 那倒是无所谓的 很快苏宇的眼神微动 有意思啊 这是要来猎天阁吗 浮屠灵 还有一位 吐灵族的日月境强者 这大概是个后期吧 苏宇也没有探查 倒是面具上浮现了一行字 吐灵族日月齐宠 这个面具也是简单地探查了一下 尽管如此 那吐灵长老还是有些感应 瞬间朝他这边看过来 看一下二楼的窗户 看到了一张若隐若现的白面具 吐灵倒是没在意 哼 猎天阁的家伙 浮屠灵跟着一起 有一些感应 朝着这边看了一眼 啥也看不透 哪怕他现在是五行族人 此刻也没办法探查什么 不像之前 多少还能探查一点水分组成啥的 苏宇如今也多了几分警惕 他也会五行族的天赋 知道情况 这一次知道有五行族的人在城中 那连这些细微的地方 都做了一些改变了 哪怕被看透 对方也不会一眼就看出 他是苏宇